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好诗 我发现有很多同学想看权力的游戏,但死活看不进去 毕竟这个故事背景太庞大,出场人物太多 看不了几集就看蒙圈了 从今天开始,好诗用几期视频的时间给大家讲讲这部经典的美剧 首先我们要明白冰与火之歌跟权力的游戏到底是啥关系 简单来讲,前者是小说,后者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美剧 但是美剧早就已经完结了,而小说却遥遥不期 也就是说权力的游戏后面都是原创剧情 不过乔治阿阿玛丁也是编剧之一哈 我们只求乔治老爷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希望有生之年能把冰与火之歌给写完吧 故事是发生在一片奇幻大陆上 有这么几块大陆,但主要内容都集中在维斯特洛大陆这一小块 别看这儿地儿小,这儿可是还分得有七个国家和九个家族 只不过现在大家表面上都臣服于一个大国王,还算比较和平吧 那由于出场人物太多,所以接下来我都会用代号来帮大家对号入座以便理解 但是有些观众可能还是跟不上我的节奏 如果看懵的话那就多看几遍或者拿个笔记一下吧 准备好要来了 首先第一个出场的是北静王国 他的面积比较大几乎快占到维斯特洛大陆的一半了 而掌管北静王国的家族是史大科家族 他们的家徽是一头冰原狼 成员有史大科老爹和史大科老妈夫妇 以及他俩生的五个孩子 分别是史大科大儿子少郎主 史大科二儿子布兰 史大科小儿子没表记 史大科大女儿大鸭 史大科小女儿二鸭 另外还有史大科老爹的私生子雪诺 由于他不是史大科老妈所生 所以史大科老妈就很不待见他 最后还有一个养子习恩 这或其实是史大科老爹从铁群岛掳来的人质 不过史大科家对习恩还算不错 所以习恩多少对史大科家族有那么一丢丢的亲情 北静王国再往北就是绝境长城 电人剧里长这样 我是没看出来有多长 但是挺大倒是真的 这里有守夜人军团八首 他们驻扎在黑城堡 平常的主要任务是抵御更北边的野人入侵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很多刚看剧的人会误以为守夜人军团隶属于北静王国 因为第一集上来就有个守夜人逃兵被史大科老爹砍头了 但其实守夜人军团并不听从任何国王的命令 他们属于独立组织 有点出家人的意思 无论这人之前犯了多大的罪 或者是当了多大的官 只要参加守夜人军团就跟过去一笔勾销 但是守夜人余生都要待在这苦寒之地 并且不能再娶妻生子 电人剧一开始又撒守夜人出营到长城以北进行侦查 结果没发现野人 但却发现了一只眼睛发着蓝光的异鬼 这玩意已经销声匿迹一千多年了 对活着的人来讲那就是个传说 异鬼身手极其敏捷 轻轻松松就弄死了俩守夜人 还有一个故意没啥放跑了 幸存的家伙被吓懵了 161南下越过长城又绕过黑城堡 直接来在了史达克家族所在的林东城 地下人报告史达克老爹说抓到了一个守夜人逃兵 那按照守夜人的规矩 逃兵是人人皆可杀之 于是老爹带着几个孩子来给逃兵行刑 逃兵说 我不是胆小啊 我是真的碰见异鬼了 史达克老爹说 别扯淡了 我现在宣布判处你死刑 说吧 他举起大剑就砍下了逃兵的倒带 回去的路上 众人发现了五只冰原狼幼崽 由于母狼死了小狼肯定是活不了多久 所以雪诺就向史达克老爹提议 刚好您有五个孩子 一人一只来领养这些小狼吧 史达克老爹同意 临走前雪诺又发现了一只浑身白毛的小狼 养子喜恩笑说 这只你领养吧 反正他跟你一样 血统都不纯正 镜头来到首都军林城 也就是大国王的所在地 大国王名叫劳伯 他的家族乃是拜拉喜恩家族 王后名叫瑟西 下面简称瑟后 他的家族是兰尼斯特家族 三个家族了大家都记一下 劳伯国王和瑟后有三个孩子 但是这三个孩子 其实都是瑟后跟他的孪生弟弟偷情所生 没有一个是劳伯的骨肉 拉伯这绿帽子戴的那真是相当直愣 瑟后的弟弟名叫詹姆 肯定也是兰尼斯特家族的成员 人送外号弑君者 因为他把前朝的国王给杀了 劳伯这个王位并非继承所得 而是推翻了上一个朝代的封王才登上王位的 劳伯的小舅子詹姆 本是封王的御前带刀侍尾 所以他下手比较方便就弄死了封王 他立下这个功劳之后 没想到劳伯又把他封为自己的御前带刀侍尾 等于詹姆白搞了一场叛变 自己并没有升职 还背负了弑君者的骂名 不过这个职位倒是能近距离接触姐姐 既然劳伯你不给我升职 那我就用你老婆给我生娃 但是这二人的奸情被国王之首 也就是宰相穷恩给发现了 然后穷恩就离奇死亡了 宰相没了 而劳伯又只会打天下 并不会管理天下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一个人来担任宰相之职 老婆想来想去 觉得只有自己的好兄弟 同时也是当年帮自己打天下的史达克老爹能胜任辞职 于是大国王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再聊 北境东临城 史达克全家跪拜迎接 老婆直接笑着一把抱住史达克老爹 多年不见你吃胖了 来来来咱俩好好聊聊 二人来到地下密室 老婆直言不会说你来军临城给我当首相 并且我还要我儿子娶你女儿咱俩结为亲家 史达克老爹赶紧跪下拒绝 我干不了这活啊 老婆说除了你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你我注定是要联手治理国家的 说完他还悼念了一下史达克老爹的老妹 因为他的原配并不是色厚 而是史达克老爹的老妹 可是当年蜂王的大儿子 把史达克老爹的老妹给抢走了 于是史达克老爹的老爹 以及史达克老爹的老哥 就赶紧跑到蜂王那儿要人 结果他俩就被蜂王给烧死了 这才激怒了老婆与史达克老爹 也是因为他的老爹和老哥同时死了 才轮得到他来当北京之王 晚上史达克家大排夜夜款待国王一家 而作为私生子的雪诺却没有资格参加晚会 因为史达克老妈觉得他如果出现在席上 是对国王一家的侮辱 这时雪诺的叔叔班杨 也就是史达克老爹的老弟骑着马来了 他是守夜人的首席游骑兵 雪诺跟他非常亲近 一直把他当偶像也想加入守夜人 班杨说加入守夜人就不能再碰女人了 你还年轻 等过几年玩够了再说吧 可雪诺觉得与其在家不受待见 还不如早早离开更痛快 班杨叔叔走了之后 一个侏儒又走了过来 他是色候的另外一个弟弟 那也就是弑君者的弟弟 当然也就是兰尼斯特家族的人 这个侏儒人颂外号小恶魔 他对雪诺说 你就是史达克侠的私生子吧 雪诺一听见私生子 这仨字就气不大一处来 转身就想走人 小恶魔说 哎哟这么玻璃心哪 雪诺说废话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何尝知道私生子的滋味 小恶魔说 天下所有诸如 在父亲眼中都是私生子 言下之意就是 我在家里也不受待见 但是我不像你那么脆弱 到了深夜宴会散去 史达克老爹老妈 二人正准备就寝 这时家里的老婆人敲门说 史达克老妈的妹妹莱莎 托人送来了一封鸡毛信 如果大家记不住 莱莎这个名字的话 我帮大家给她取了个洋气的名字 疯婆子 她是前首相穷恩的老婆 因为她总是习惯性流产 导致膝下只有义子 所以她对这个独生子 简直是宠爱至极 十岁了都没断奶 只要儿子想吃奶 无论什么场合 她都会掏出她的乳房 哺乳儿子 此番来信是告诉姐姐和姐夫 说她老公是被兰尼斯特家的人 给害死的 而疯婆子本人已经带娃连夜出逃 回到丈夫的领地英朝城 史达克老爹说 不会吧 色候他们家已经接触到权力的中心 为毛要做这种事呢 史达克老妈说 兰尼斯特家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否则我妹为什么要冒着风险 给我们寄来这封信 万一这封信中途被人截走 那我妹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君临城当什么首相 千万不要当这个浑水 旁边的老婆人插话说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兰尼斯特家看来是想谋反啊 那么大人 普天之下除你之外 谁还能勤王 国王既然来求助于你 那你应该伸出援手啊 此言一出史达克老爹 就决定要随老伯去君临城了 这天史达克二儿子布兰 在城中爬墙玩 爬着爬着 不小心瞅见了一对男女 正在一间破塔楼里 行龌龊之事 定睛一看 我擦 是瑟厚和他弟弟士君者 这信心量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 有点爆棚啊 然后这对狗男女就发现布兰了 士君者上前一把枪之抓住 对瑟厚说了句 你看看我为我们的爱情都做了些什么 抬手便把小布兰推下了高楼 小布兰被士君者推下高塔后 并没有摔死 但却摔了个重伤昏迷 然后小恶魔跟劳伯的大儿子乔夫里说 你应该去看望一下布兰 向史达克老妈表示一下同情 小乔说 不是吧 一个史达克家的小屁孩而已 还用得着我去慰问 我可不想听他老妈在那哭哭啼啼的 小恶魔啪 一巴掌扇到小乔脸上 小乔说 我要去告我妈 啪 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小乔脸上 小恶魔说 随便告 但在此之前 你必须去给我慰问史达克母子 小乔说 你尽敢 于是小乔老老实实去慰问了 旁边小乔的护卫名叫猎狗说 你这样对待王子 人家可不会忘哦 小恶魔说 他最好别忘 如果哪天忘了 你可要好好提醒他 那小恶魔之所以敢这样对待王子 是因为他是色后的弟弟 也就是小乔的舅舅 这个人物关系 大家一定要理清楚 看全游 入门的难点就难 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上 接下来兰尼斯特一家人聚餐 期间小恶魔向色后和弑君者说 他不打算跟着大队人马回军临城了 北境来都来了 他想去更北边的绝境长城看看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好男儿不登一次长城的还算男子汉吧 镜头来到私生子雪诺这边 他也跟史达克几位兄弟姐妹道别 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去参加守夜人军团了 临走前他还给二鸭打造了一把戏剑 二鸭没有一点淑女的样子 就喜欢五刀弄剑 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坏了 一日劳博带着大队人马南下返回军临城 史达克老爹带着大鸭和二鸭一同上路 史达克老妈和三个儿子则留在北京 而雪诺和叔叔班杨以及小恶魔北上前往黑城堡 至此等于大家就散伙了各奔东西 当天晚上临东城内突然失火 大家都忙着去救火 只有史达克老妈依然不离不弃的守护在小布兰身边 这时一个歹徒持刀进入房间 想要行刺布兰 原来那场火是调虎离山记 老妈奋力抵抗 但一个女流直辈又岂会是刺客的对手 千军一发时计 布兰养的冰原狼冲进来一口咬死了刺客 但此举也引起了史达克老妈的警觉 莫非布兰不是士族跌落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现在布兰没死 对方还想前来捕刀暗杀 他召集身边亲信说 布兰一定知道了什么天大的秘密 否则对方干嘛非要置一个小孩于死地呢 他决定偷偷南下去军林城 把这件事告诉史达克老爹 无论如何这件事必须调查清楚 另外一边国王的队伍来到某城中途休整 然后小乔王子就邀请大家一起去河边散步 毕竟这是自己的未婚妻呀 先提前搞好关系 而大鸭也是一心想嫁入豪门 以便将来贵为王后 所以看见小乔就恨不能直接扑上线身 然而俩人走到河边 就看见二鸭和一个杀猪的小徒弟用木枝练剑玩 小乔一看 这正是自己耍威风的时候啊 于是他拔出自己的配剑 要跟杀猪小徒弟打一场 这杀猪小徒弟哪敢动手啊 无论输赢自己都没好果子吃 他赶紧把木枝扔地上求小乔饶命 而小乔则不依不饶地逼他捡起木枝 并用剑划伤了他的脸 杀猪小徒弟瑟瑟发抖 完全不敢还手 于是二鸭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用木枝打了小乔 小乔一生气就想举剑砍死二鸭 这时二鸭的冰原狼宠物突然冲过来 咬住了小乔的手臂 然后又轮到小乔求饶了 他瞬间胆说 求求你不要伤害我 旁边的大鸭呵斥妹妹赶紧住手 二鸭把小乔的剑丢进了河里 然后就跑走了 他知道他的狼伤了王子必死无疑 于是便把狼撵走了 到了晚上国王瑟厚叫其所有人 开二鸭的批斗会 瑟厚对史达克老爹说 你女儿和一个杀猪的小屁孩 联手攻击我儿子 甚至还用狼来咬伤我儿子的手臂 二鸭说是小乔欺人在先 小乔说我没有 是他们突然袭击的我 老婆大喝一声 闭嘴 你们各执一词 让我怎么判断 当时大鸭不是也在吗 让他来说 于是大鸭被传到店前 但是他掌口就说 我啥也没看见 二鸭气愤的大喊 你撒谎 老婆说够了够了 这不就是小孩打架吗 乔福里 你堂堂王子 竟然被一个小姑娘 打得丢盔气甲 还有脸告状 这件事就此罢了 此后一看国王以下决定 人虽然惩罚不了了 但是要把狼给杀掉 而二鸭的狼找不到了 所以只能杀掉大鸭的狼 大鸭一听 当时就懵了 我的狼招谁惹谁了 怎么躺着也中枪呢 然后史达克老爹无奈 只得亲手杀掉了大鸭的狼 而那个屠夫小徒弟 则被猎狗杀死 镜头来到雪诺一行人这边 大家抵达长城 来到守夜人驻守的黑城堡 班杨有任务在身 没多坐停留 就跑去长城以北执行任务了 而小恶魔在长城上 撒了泡尿之后 就要动身回去 他再一次回到了临东城 这时布兰已经醒了 不过可惜的是 他忘了是谁把他推下高塔 并且还摔成了残废 从今往后 他下半身都动弹不得 小恶魔设计了个图纸给布兰 说是照此图打到支架 以后布兰还可以骑马射箭 布兰非常感谢小恶魔 而小恶魔只在临东城的妓院里 待了一宿后 便继续上路回君临城 另外一边 劳伯和史达克老爹来到君临城 当天史达克老爹 就被任命为国王之首 外加全境守护者 只位在国王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御前会议 国王几乎从不参加 都是下面的大臣自行议事 这里冒出来许多陌生面孔 但大家还是有必要记一下的 因为都非常重要 一个是光头太监 他的耳目遍布大陆 消息非常灵通 所以咱就简称他为小灵通吧 然后是兰里拜拉喜恩 听到拜拉喜恩就知道 这货肯定是国王他们家的人了 他是国王的三弟 换句话说 也就是他还有个二哥 只不过现在还没老二啥事 咱先按下不提 另外会上还有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臣 名叫小指头 这货同时也是个奸商 自己私营着一家妓院 小指头从小被史达克老妈的父亲收养 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史达克老妈 也就是说他跟史达克老爹勉强算情敌吧 最后还有一个老头是大学士 这人老奸巨华特别会装糊涂 以前会议第一件事 就是为了迎接新首相国王要举办比武大会 这是一笔大开销 而国库现在已经欠兰尼斯特加600万大洋了 不得不说兰尼斯特加是真有钱 史达克老爹当时都懵了 这国家财政怎么能亏损成这样 我去跟老国说以后要杜绝铺张浪费 但是散会后不知道是不是史达克老爹忘了这茬 反正后来比武大会还是召开了 没过多久史达克老妈也来到了军林城 小指头率先一步接住了他 为了避认耳目就把他接到了妓院 老妈拿出当时凶手刺杀布兰什留下的匕首 小指头一眼便认了出来 因为这把匕首曾经属于过他 只不过后来他在跟小恶魔打赌的时候输给了小恶魔 那对于史达克老妈来说这就结案了 凶手看来就是小恶魔没跑了 后来小指头还把史达克老爹接到妓院跟史达克老妈见面 但史达克老妈毕竟是偷偷跑来的 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千叮咛万嘱咐要史达克老爹小心兰尼斯特家的人 然后便上路返回林东城 途经一个酒馆休息的时候 奇料刚好小恶魔也来到了这间酒馆打仙儿 史达克老妈当即命人抓住了小恶魔 但他知道随行的人手不足 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兰尼斯特家人的耳朵里 此去林东城甚远 他断然不能安全把小恶魔带到林东城受审 于是史达克老妈灵机一动拐了个弯 先去自己老妹疯婆子那 也就是前任首相的领地英朝成 小恶魔说天下有谁会愚蠢到把自己的武器给刺客使用 我不是谋害令公子的凶手啊 这时山贼突然杀出想掠夺物资 小恶魔本可以趁乱逃走 但史达克老妈身陷危机 然后小恶魔非但没逃 还用盾牌救了史达克老妈一命 不过史达克老妈依然不相信兰尼斯特家的任何人 他还是坚持把小恶魔带到了英朝成 此乘建在悬崖峭壁上一手难攻 所以这里是维斯特洛大陆上出了名的安全地带 但是疯婆子见到姐姐后一点欢迎的意思都没有 反倒怒视他 你怎么把这么一个烫手的吃安玉给带到我这儿来了 史达克老妈说 咱亲姐俩这点忙总不至于不帮吧 疯婆子的儿子问 这人看着好小哦 他是坏人吗 疯婆子回 当然啦 他可是害死了你父亲的家伙 小恶魔一听这话 我擦我还真是个大忙人 你们还准备给我安杀莫须有的罪名 一块来吧 然后小恶魔就被关进了监狱 不过这里的监狱非常个性 只有三面墙壁 另外一面则是万丈深渊 罪犯随时可以越狱 只要他敢跳下去 另外乌十三那款游戏中也有一座这样的监狱 并且里面还有一具侏儒的尸体 那就是为了致敬全游的这个桥段 跟维斯特洛大陆隔海相望的 还有一片辽阔的鄂索斯大陆 这里的人们生活习性 跟维斯特洛大陆完全不同 看起来更野蛮落后一些 当年封王被劳博推翻政权之后 他的一双儿女幸存了下来 俩人飘洋过海 来到了鄂索斯大陆 这便是坦格利安家族的兄妹二人 哥哥叫小伟 妹妹叫小丹 小伟为了有朝一日能夺回自己的王座 就想跟当地的游牧民族首领 马王卓戈联姻 他要把妹妹嫁给马王 但前提是马王要答应 帮他远渡海洋攻下齐国 这天马王骑着马前来验货 想看看自己未来媳妇长得漂亮不漂亮 要是不漂亮 鬼才帮你打仗了 这一看 那可以 二话不说便跑回去准备彩礼 但是小丹看到马王这么野蛮的人 就心生退役 不想嫁了 小伟温柔的说 只要马王能帮我夺回王座 别说把你许给马王了 就算他们整个族的人要强奸你 甚至他们的马要上你 你也给我乖乖的插开腿 服务好他们 我的天 大哥你可是有求于你妹妹啊 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这情商得低成啥样啊 小丹彻底绝望 只得乖乖嫁给了马王 在举办婚礼当天 下面有人给新娘送来三颗龙蛋 作为贺礼 因为相传坦克利安家族拥有御龙绝技 当年他们的祖先就是靠龙帮自己打下的天下 后来能坐上铁王位的人 都被誉为是真龙天子 只不过现在龙已经消失数百年了 如今只剩下三颗龙蛋 小丹每天被马王粗暴侵犯刚开始是很不情愿的 但是久而久之就日久生情了 他甚至还学习了一些床技以便更加讨好马王 后来小丹就怀孕了 而他的哥哥小伟天天等着马王向维斯特洛大陆发兵 却一直没啥动静 于是他脾气就变得越来越差 整日对下人嚷嚷 我是真龙天子 我想干嘛就干嘛 动不动就要打这个宰那个了 其实身边没一个人听他的 关键是他经常还对小丹动手 你也不想想小丹现在何等身份 然后马王就看不下去了 你不是要王冠吗 我现在就给你 他扯下自己的银腰带 当场融成银水浇在了小伟的头上 小伟痛苦的大叫一声便撒手人寰 而小丹在一旁说了句 真龙天子不应该怕火呀 看来他不是真龙天子 划分两头劳伯国王突然有一天 破天荒的参加了御前会议 原因是光头太将小灵通的耳目传来消息 说厄索斯大陆那边封王的女儿小丹 已经怀上了游牧民族首领的肿 这对于劳伯来讲可是件天大的事 他很担心将来坦克利安家的人 又杀个回马枪夺走他的天下 但是史达科老爹则不以为然 纵使马王手下拥有铁骑四万 可他们没船啊 并且一点航海系数都没有 是万万不能跨海作战的 所以陛下不必担心 然而老伯下定决心要派人去暗杀掉小丹 史达科老爹觉得此举完全没有荣誉可言 说要是真有战争 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就会替你征战沙场 但这种龌龊真事我做不来 老伯说我是国王你得听我的 你做不了我就另请高明 史达科老爹随即摘下自己的首相徽章 扔给了老伯便扬长而去 回去正准为行李走人的时候 弑君者带队包围了他 史达科老爹的手下赫斥来者 首相面前不得无理你们想干嘛 史君者说是前首相 我请问你我弟弟小恶魔呢 史达科老爹说他有谋害我儿子的嫌疑 史君者随即拔剑欲跟史达科老爹决战 史达科老爹说你若杀了我 你弟弟必然性命不保 史君者说你说的对 来人把他的手下全杀了 此话一出史达科老爹身边所有护卫 当场命丧皇权 无奈他只得拔剑与史君者决斗 两人打得不分上下 这时有个小兵手欠趁老爹不被刺穿了他的小腿 史君者那叫一个气 如果这时候对一个失去抵抗能力的家伙动手 那也太没荣誉可言了 于是他揍了小兵一拳 便赶紧带队出逃 因为他也知道他现在犯罪了 待在军林城他铁定得下大狱 后来史达科老爹在床上养伤之际 国王和寺后前来探望 寺后长口就指责说 史达科老爹手下人无端攻击我弟弟 我弟弟是被迫还击 并且他老婆还抓走了我另外一个弟弟 你说这账怎么算 老伯家在中间只能当和室老 对史达科老爹说 你让你媳妇把小恶魔放了 然后你跟失君者也握手言和 这事就翻篇了 谁让国家欠他们兰尼斯的家钱呢 但是史达科老爹又岂能咽下这口气 向国王要兵想追捕失君者 寺后一听这话反倒开始早起国王 你堂堂一国之君 竟然让一个偏远地区的领主欺负成这样 干脆我屁挂上阵 你穿上裙子当女人吧 老伯生气的给了色后一耳瓜子 色后愤愤离去 国王说你们两家如果这样下去 这个国家还怎么办 狮狼之争国家遭殃 之前我给大家说过 史达科家族的家徽是冰原狼 那兰尼斯特家的家徽是狮子 不得不说史达科老爹还是很明事理的人 他也不想到的国家分裂 于是便忍下了这口气 国王说他要去打猎散散心 临走前把首相会章扔给了史达科老爹 说把他带上 以后你要是再敢摘下来 我就让弑君者带上 镜头来到小恶魔这边 他在监狱里缺吃少喝饥寒交迫 实在忍不下去了 便叫来首位说自己愿意认罪 于是英朝城众贵族齐聚一堂 但是小恶魔在堂上 只承认了点偷鸡摸狗的事 而对于谋害布兰 与前日首相的事失口否认 他觉得跟这帮人实在讲不通道理 所以要求比武审判 这是国家的传统受法律保护的 然后有个骑士愿意替疯婆子出战 小恶魔现场求助 希望也有人能替自己出战 没想到还真有个破落的骑士 愿意帮小恶魔出战 他名叫波龙 看来这货也是想通过此战 搭上莱尼斯特加的这条巷 与其穷困一生 还不如放手一搏 决斗开始 大殿内的月门开启 这个门下面就是悬崖万丈 波龙轻装上阵 连盾牌都不拿 他身法灵敏 对方完全打不到他 没过多大一会儿 就把身披重甲的对手 累得气喘吁吁 然后波龙一剑将其插死 并扔下了月门 史达克老妈瞬间心如死灰 疯婆子说 你真是毫无荣誉 没想到波龙淡淡的回到 他倒是有 言下之意 人都死了 荣誉值几个钱 然后小恶魔被无罪释放 两人大摇大摆的离开了英朝城 镜头再次来到史达克老爹这边 他约瑟后在花园见面 因为这段时间 他一直暗中调查前任首相的死因 现已掌握大量证据 掌口就对瑟后说 你跟你弟弟的龌龊知识 我已知晓 我儿子布兰就是因为此事 才被你俩推下高塔的吧 瑟后也不反驳 爽快的把事都认了 然后史达克老爹的人词之心泛滥 还想给瑟后母子留活路 说你赶紧带着孩子跑路吧 等劳伯打猎回来 他的愤怒之火就会追赶你们 瑟后匆匆离去 但他压根就没打算离开军林城 而是赶紧做准备 预先下手回墙 这时兰里传来消息说 国王打猎时被猪拱了 身负重伤 史达克老爹立即动身前去看望 只见国王倒在病榻 腹部撕裂 奄奄一息 临终前他让史达克老爹帮忙写遗嘱 命史达克老爹为摄政王 待他儿子小乔长大成人时 再为其加冕 史达克老爹欲言又止 想告诉老伯说 其实小乔不是他儿子 但又不想让人死前再承受心灵创伤 于是便什么都没说 出门见到兰里 兰里说 老伯的遗嘱在他死后就是一张废纸 我们必须赶紧派兵 去把小乔从色后那夺过来 携天子以令诸侯 史达克老爹说 我才不会在国王弥留之际 去做血染朝堂之事 虽然小乔不是合法继承人 可你二哥老史才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 当下应该火速照他进攻 兰里笑说 他跟老婆一样只会打天下 却不会做天下 为了天下子民 你这时候万万不能优柔寡断 史达克老爹坚决不同意兰里的提议 还是一心想着赶紧招老史进京当王 他回到下榻树 便写了一封加急信命人给老史送去 这时候小指头登门待访 他也劝史达克老爹说 你现在大权在握 并且还掌握了小乔 并非合法继承人的证据 只要扶他登上王位 他以后必然对你俯首贴耳 如果胆敢不听你话 你就拿出证据废掉他 然后再立蓝里当王也行啊 蓝里跟你关系还那么好 但史达克老爹执拗的拒绝此提案 说这简直是叛国大罪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让小指头调集护卫队 以确保明天朝堂不出乱子 一日史达克老爹信心满满的去上朝 只不过蓝里已离开了军林城 大殿之上 小乔端坐在铁王座上 要求史达克老爹下跪 效忠于他 史达克老爹命人拆开 老伯国王的遗嘱 然而色后抓起遗嘱就撕碎了 果然就是一张废纸啊 与此同时周围士兵 瞬间把史达克老爹的随身护卫 全部杀死 而小指头也用匕首 但因为自己的仁慈之心 一败涂地被送进了大狱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承接上期内容 史达克老爹这边刚被抓走 便有士兵前来要抓他的两个女儿 大鸭是个淑女就没能逃走 而二鸭在跟师父练剑 有师父掩护 所以就利用秘密通道逃走了 小灵通进入天牢 看望史达克老爹 说你掌握了色后的证据 你干嘛要跑去告诉人家呢 你这不是让人家做足准备来对付你吗 史达克老爹说 没事他们不敢杀我 小恶魔还在我老婆手中呢 小灵通说 小恶魔已经被放走了 你们家族手中再无任何筹码 并且大鸭还被色后给抓了 我就问你后悔不后悔 史达克老爹低头不语 估计是肠子都毁清了 镜头来到色后这边 他命大鸭给他哥哥 也就是少郎主写信 令他哥哥前来君临城 宣誓效忠新国王 大鸭只好照做 书信很快传到了少郎主的手中 他立即召集北京所有封臣 想起兵攻打君临城 营救自己的父亲 少郎主这人年龄不大 但一直坚强 北京各大家族都很服 那欧洲传统的权力结构就是 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所以北京各大家族 没必要效忠君临城里的大国王 只需要效忠他的上级 也就是史达克家就行了 这哥在我们中央集权制的东方文明 是有点难以理解 史达克老妈在得知消息后 也想劝妹妹帮忙出兵援助 但疯婆子现只求自保 她觉得史达克家 绝无可能是兰尼斯特家的对手 所以就一个兵都没给 史达克老妈只得离开英朝城 去跟儿子会合 现在少郎主手中拥兵一万八 不过对外宣称的是有两万 大军行至鸾河城 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只要掌握了这里 进可南下退可守北 但是城里的佛雷家族 目前摇摆不定 还没有选好队伍站 于是史达克老妈亲自前往城内 想要说服城主老瓦 老瓦愿意投靠史达克家 并派兵全力支持 但要求是将来二鸭要嫁给他儿子 并且少郎主要娶他女儿 双向联姻 这样两个家族就能彻底绑定在一起了 不过佛雷家品种不是很优质 长得都不太好看 而少郎主为了大局也只好全盘答应 镜头来到兰尼斯特家这边 老太终于登场了 他是凯延城兰尼斯特家的首领 也是色后和弑君者以及小恶魔的父亲 当时弑君者弄伤了史达克老爹后 出逃来到了老太的大营 向人道明了来龙去脉 老太完全不喜欢他的诸如儿子 但是家族名声在外 兰尼斯特家的人也不能让人随便欺负 于是就给了弑君者三万人马 让他去营救小恶魔 只不过后来等于没用上 小恶魔就被放走了 现如今小恶魔已回到了老太的大营 老太看见他就烦 于是就命他率队打头阵 其实就是想让他战死算了 留着敬给家族添麻烦 小恶魔生气的离席回到自己的大帐 波龙不知道从哪搞来一个妓女 这个妓女后的戏份还不少 大家还需要记一下她的名字 小雪 小恶魔说反正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 能爽一天是一天 然后就跟小雪翻云覆雨起来 这一搞就搞得筋疲力尽 而在他熟睡的时候 史达克大军突然来袭 兰尼斯特先锋军还没做好准备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而小恶魔由于个头太小 反倒是被自己人给撞晕了 一觉醒来仗都打完了 原来对方只是阳弓 史达克真正的主力军根本没有出现 而少郎主其实是率军夜袭了弑君者大营 此战大获全胜并升前了弑君者 好一招声东及西 这场战斗史达克家赢的那叫一个漂亮 从此谁也不敢小瞧少郎主 这个没上过战场的黄毛小子了 镜头来到史达克老爹这边 小灵通又来监狱 劝他说向国王认罪吧 宣誓效忠于他 平息侍郎两家战争 你就能活 史达克老爹说 你以为我就这么惜命 为了苟活几年丢弃荣誉 小灵通说 你是可以牺牲掉自己 但你女儿呢 别忘了大压还在人家手里呢 于是史达克老爹被逼得乖乖就范 在审判日 当着全城百姓 昧着良心承认自己的叛国罪 并承认小乔国王的合法继承权 百姓纷纷向他扔垃圾丢石头 按照剧本大学士 这时候请求国王开恩 免去史达克老爹的死罪 然后国王就颇下驴 赤夺史达克老爹的所有爵位 最后把他扁去 当守夜人就OK了 但是说着说着 这位乔大帝虚荣心上头 竟下令刽子手 砍下史达克老爹的脑袋 大压当时都蒙了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最后也蒙了 全场所有人都蒙了 但是王令以下 刽子手只得听令 二压混在人群中 想要结罚场 却被一个守夜人的大叔拦下 这过平常的任务 是周游各地带一些犯人 或者是想加入守夜人军团的人 去到黑城堡 他跟史达克老爹 之前有过一面之缘 所以就帮忙救下了二压 此时大剑落下 哎呀 刚开始我还以为史达克老爹是男主角呢 这个角色深受大家喜欢 怎么能死呢 乔大帝的这个命令 将会掀起一场 蔓延整个大陆的巨大浩劫 很快史达克老爹的死讯 便传遍了维斯特洛大陆 史达克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不过这也变相激励了士气 北境各大家族 纷纷拥立少郎主为北境之王 剑职军林 是要让小乔血债血偿 然而当老太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 气坏了 我心爱的儿子现在还在人家手里呢 我外孙独断专行 飞扬跋扈杀了史达克老爹 这下好 我们手里反倒没有什么筹码了 现如今劳伯的俩兄弟也已纷纷起兵 我们三面还敌 这仗怎么打 小恶魔你去军林城担任临时首相 给我好好管教管教小乔 如有必要连他母亲也一起管管 于是小恶魔带着侍从波龙 以及小雪前往了军林城 好吧这边战争纠纷的事咱先放一放 还记得史达克老爹的私生子雪诺吗 他来到绝境长城之后 我就没再讲他 因为前期他的戏份确实不太多 我简单给大家捋一下 雪诺自打参加守夜人之后 就用实力向人证明了自己 他赢得了一群小伙伴的尊重 尤其有个小胖子山姆 跟他关系特别好 有一天班杨叔叔的马 自己跑了回来 看来他已惨遭不测 随后大家又找到了两具游骑兵的尸体 到了晚上雪诺听到有什么动静 就赶紧跑到总司令门口 想要保护总司令 奇料竟然是尸体活过来了 而且这僵尸力大无穷 怎么打也不怕疼 雪诺只能用火僵尸烧掉 后来山姆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异鬼 他们已经在寒冰下沉睡了上千年 如果有一天他们苏醒过来 那我们就只能祈祷这长城足够高吧 接下来总司令把他家传的配件 送给了雪诺 以表彰他的勇敢 这也暗指将来 他想让雪诺继任总司令 这把剑是由瓦雷利亚钢锻造而成 此等金属特别稀有 是能够直接杀死异鬼的东西 其他的普通刀剑完全奈何不了异鬼 镜头来到女主角小丹这边 他身边有一个护卫叫乔拉 此人乃是守夜人总司令的儿子 不过犯了事之后 就跑到厄索斯大陆这边避难来了 怎么不去当守夜人呢 刚好你老爹还能庇护一下你 其实他是卧底在小丹身边 想要伺机杀掉小丹的杀手 但时间一长 这货被小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彻底倒向了小丹 有一天小丹在集市上 有人想要送他酒喝 乔拉立即上前将之拆穿 原来这人送的是毒酒 此举可把马王骑坏了 那边大陆的人竟然把手伸到我的地盘 想要杀掉我的妻儿 我要大平七国 把铁王座送给我儿子当礼物 这番豪言壮语听着挺屌的 但是这帮游牧民族又没有战船 于是马王开始四处烧杀截略 抢战船夺物资 他们部落有规矩 就是谁抢到的东西就是谁的 小丹看着百姓们惨遭不幸 便下令士兵不可掠夺 然后就有人不服了 你不能因为是我们首领的老婆 就坏了我们的规矩吧 但是马王非常爱小丹 他才不管什么规矩 只要我女人开心就行 于是他就把不服的人给杀了 只不过马王也受了点心伤 这时有个被小丹救下的女祭司站出来说话 声称自己略懂医术 愿意帮忙给马王治疗 上了药之后没过多久 马王伤口非但没有好转 甚至还虚弱到连马都骑不了了 这时下面人就开始嚷嚷了 我们的首领必须是强壮的人来担任 马王这样看来是没办法继续胜任首领之职了 然后小丹赶紧叫来女祭司二次给马王看病 女祭司说他伤口化膿已经病入膏肓了 只有用以命换命的黑魔法才能救马王 于是他命人牵来一匹马做了一场法事 后来马王虽然活了下来 但是却形同死人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并且小丹生下了一个畸形儿直接夭折了 这时小丹才意识到 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女祭司刻意搞的鬼 女祭司说没错就是我干的 小丹问喂 我明明救了你 女祭司说你们杀了那么多善男性女 我心已死活着也是一只行尸走肉 现在想必你也能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了吧 到了晚上小丹给马王举行了葬礼 他连同女祭司和三颗龙蛋想要一起焚毁 这时大部分马王之前的手下都已离开 大势已去的小丹万念俱灰引燃了烈火 而他自己也缓缓走入熊熊大火之中 想要追随马王而去 当大火灭去乔来来给小丹收尸的时候 竟看见小丹毫发无损地坐在废墟之中 只是他身上的衣服都被烧完了 而在他身上还盘着三条小龙 果然真龙天子不怕火 坦克利安家族拥有御龙绝技并非虚言 自此之后小丹人送外号龙妈 大家见状纷纷下跪向他宣誓效忠 好吧 全由第一季到这里就讲完了 全由第二季开讲了 大家赶紧做好认真听课 都不要再嚼头接耳了 自打史达克老爹死了之后 小乔既任灯位 君临城内就是他说了算了 甚至连色厚的话他都不当回事 并且他还越发看自己的未婚妻 大牙不顺眼 拉着人家硬看自己老爹的头颅 穿在长毛上 以此来羞辱大牙 直到小乔的克星来到了君临城 他就是小乔的舅舅小恶魔 小恶魔奉莱尼斯特当家人老太的命令 前来君临城担任临时首相 此后见到这个臭弟弟 气得直接把所有人撵出会议室 说你用了啥花招骗了老爸 竟然会为你如此重任 小恶魔说我要是能骗得了老爸 那我早就统治世界了 此后心中虽多有不愿 但也不敢违背父亲的命令 于是小恶魔便开始在君临城内大展拳脚 他上来先用自己的亲信 替换掉一些要职大臣 巩固自己的地位 然后又施济谋分清哪些人是中立的 哪些人是色后的耳目 他给大学士说 要把色后的女儿嫁给多恩小王子联姻 不过这件事要保密 不能提前被色后知道 否则色后绝不会答应 另外又给小灵通说 把公主嫁给喜恩 也就是大颗老爹的养子 这样可以跟铁裙岛联姻 最后他还跟小指头说 把公主嫁给疯婆子的儿子 跟古帝英朝城联姻 其实小恶魔这三个角色 选的都是非常安全 且保持中立的地方 一来外甥女儿 无论嫁给谁都能保证人身安全 二来能起到给兰迪斯特家 拉拢战友的作用 三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筛查出来 谁会偷偷跑去跟色后告密 接下来色后大发雷霆 你怎么能把我女儿远嫁多恩啊 我不同意 小恶魔一听这话 瞬间就知道谁嘴巴不严实了 然后就波下驴 说外面劳勃的俩兄弟 对军林城胡适丹丹 已集结好了军队 过不了多久 咱们这儿就是战场 趁现在还有机会 把小公主送走是为她好 否则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色后无奈只得痛苦的默认此事 然后小恶魔二话不说 就把大学士关了起来 这对于色后来讲 犹如少了一条臂吧 可明显大学士就是那个告密的人 一天夜里色后派堂弟小兰 给小恶魔送来一封益旨 令她立即释放大学士 小恶魔察言观色反问了一句 你竟敢把益旨耽误这么久才送来 小兰说没有啊 色后刚下令我就给送过来了 小恶魔说 那就奇怪了 我姐姐竟然这么晚找你去见她 她不嫌费事啊 这个一纸别人也能送啊 除非你一直在她身边 小兰当时就急了 说色后经常彻夜处理政务 小恶魔说 那有你彻夜陪伴 想必她会很开心吧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乔大弟 小兰普通就给小恶魔跪下了 我也是卑鄙无奈啊 你以为我想当男宠啊 这都是色后逼我的呀 小恶魔说 好吧我也知道你不容易 只要你以后悉数把色后的事情全都告诉我 我就把你俩的秘密永远烂在肚子里 小兰连忙答应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色后不仅上了自己的亲弟弟 竟然连堂弟都不放过 而小恶魔玩弄全数还真是有一套 这一番操作 轻轻松松掌握了君临城的大局 另外一边 老伯的二弟老使拜拉席人也终于登场了 讲道理 老伯死后王位应该是传给他的 史大哥老爹生贤也是想找老使进宫登机 耽误了时间才送掉了性命 老使这货生性耿直 情伤太低 所以不受老哥待见 虽有战功在身 但老伯只是把鸟不拉屎的龙石岛分封给了他 不过他同时还兼任了国家的海政大臣 所以手握重兵 其战力不可小觑 他身边有一位美艳的红袍女巫 老使对他极其信任 甚至连自己也跟着红袍女一起信仰了国王之神 而红袍女则天天在老使耳边吹风 说我在火中已经洞悉了一切 您必将大获全胜登上王位 说的老使真就信了 于是老使就听任红袍女的话 把旧神像给收了 全身心崇拜光之神 此举引得老使身边许多臣下 对红袍女极为不满 觉得他就是个蛊惑老使的狐狸精 其中一位大臣想要直接毒杀红袍女 他为了让红袍女喝下毒酒 甚至不惜自己也喝了毒酒 而红袍女明知是毒酒 却当着大臣的面一饮而尽 结果大臣暴毙 红袍女则一点事都没 看来这女的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哈 另外老使身边还有一位极其忠诚的洋葱骑士 他跟红袍女也很不对付 不过他比较有耐心 也比较有大局观 知道这时候不能跟红袍女硬碰硬 就想慢慢的劝老使 远离红袍女这种蛇蝎毒女 老使争夺大魏之心非常坚定 他其实是一个讲法里 不好色的证人君子 之所以跟红袍女亲近 也都是为了王位 而非自己的情欲 他根本就没把那些争夺王位的人 放在眼里 除了他弟弟兰里 因为兰里这时候确实太强大了 不仅自己本身的封地 就是富得流油的封锡宝 现如今兰里还跟南京守护提利尔家的女儿 玛格丽联姻了 这两家强强联手 使得兰里手握重兵十万 是目前维斯特洛大陆最强悍的一支力量 而兰里也是最有可能夺得王位的人选 但是兰里这个油头粉面的精神小伙 不喜欢玛格丽 而是喜欢玛格丽的哥哥百花骑士 对 没错 他是个同性恋 玛格丽是个颇有心机的女孩 他知道自己老公是个gay 对女人丝毫没有兴趣 但他为了能诞下一男伴女 巩固自己的王后地位 甚至不惜愿意再跟兰里进行防侍的时候 让自己的哥哥来帮兰里勃起 哎呀我的天哪 这就是残酷的政治联姻吧 完全不是为了个人幸福 纯粹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兰里身边也有一个极其忠诚的彩虹护卫 名叫布雷尼是个女汉子 第二季新出场的人物也有点多 大家还是需要记一下 这一天百花骑士和布雷尼在比武场上PK 但武力值颇高的百花骑士 竟然不是一个女流之辈布雷尼的对手 没办法 谁叫布雷尼的战斗力实在是太高了 整个大陆能打得过他的人 寥寥无几 这时史达克老妈前来拜访兰里 希望兰里出兵跟自己儿子少郎主 一起合围兰尼斯特施家军 兰里跟史达克老爹关系很好 所以对史达克老妈也是相当客气 他满面笑容信心满满 认为铁王座是自己轻轻松松 就能手到擒来的东西 完全不把战场上的其他几股势力放在眼里 当晚小指头来到史达克老妈帐中与其相会 此番前来他是受了临时首相小恶魔的指令 想用大鸭和二鸭交换士君者 其实二鸭逃走了 并不在兰尼斯特家手中 只不过史达克老妈不知道 史达克老妈说别做梦了 我儿子冒着生命危险抓到士君者 岂会放走 小指头说 所以我不是去找少郎主谈这个事 而是找身为母亲的你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一个人换两个人 你不亏啊 说着小指头命手下人抬上来一个箱子 箱子中装的正是史达克老爹的尸体 小指头说 这是小恶魔表示的一点诚意 让史达克老爹的遗体回到北京埋进祖坟 史达克老妈的心理防线瞬间就被击溃了 一日老使带人来跟兰里见面约谈 说依照礼法 我才是铁王座的合法继承人 否认这一点的人都是我的敌人 兰里说不好意思 七国上下全都否认 然后史达克老妈插话说 瞧瞧你们俩兄弟说的话 我要是你们的老妈 你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不说去打 反而在这里内斗 老使说史达克老爹身前力挺我登王位 而史达克老妈你却站在冒牌国王的旁边来教训我 看在兰里跟我是同胞兄弟的份上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降下叛棋下跪称臣 你的所有高官后路都可以得到保留 并且在我没有儿子之前 我还会把你列为王位继承人 兰里说 只怕我手下的十万雄兵不答应 老使一看是这那就没得谈了 本身他也不是为了和谈而来 只不过讲规矩先礼后兵 于是老使便带着人回去了 当天夜里老使让洋葱骑士架着一艘小船 载着红袍女偷偷来到了 封锡堡的一处秘密通道内 然后红袍女退去衣服露出动体 只见她的肚子就像是怀了一个足月的胎儿 但其实她只是在几天以前才跟老使行过房市 这么快肚子就这么大了 明显不科学啊 接下来红袍女坐在地上 插开双腿 一使劲就生出了一个黑影 吓得洋葱骑士连连后退 黑影转瞬飘走 与此同时在兰里的大帐内 兰里和天人护卫布雷尼 跟史达克老麻正在协商战争事宜 起到这时 黑影飘进大帐 直接刺穿了兰里的心脏 这个最有实力竞争王位的人 就这样被巫术杀死了 整个维斯特洛大陆的战场局势重新起来 那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的故事呢 上期权力的游戏 咱们讲到红袍女施展巫术杀死了兰里 然后大战外的士兵听到动静连忙冲到帐内 还以为是布雷尼杀了兰里 二话不说便动起手来 史达克老麻想说不是他杀的 可布雷尼已经将来者杀死了 紧接着布雷尼扑在兰里的尸体上哭成一团 史达克老麻上前拉住他说 赶紧走 士兵们会吊死你的 布雷尼说死就死我不怕 史达克老麻说 那你还怎么替兰里报仇 此话一出布雷尼便跟着史达克老麻 跑出了兰里大营 到了第二天 老史率军来攻打兰里大军 而军中现已没了统帅 士兵们都乱了套了 百花骑士守在兰里身边 眼泪滑滑心里非常痛苦 反倒是兰里的老婆 玛格丽一点事都没 就想着如何妥善处理后事 这时小指头进帐来见百花骑士 说老史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你们二位赶紧撤回高亭吧 高亭是南静的主要城镇 就像北静的临东城市的 百花骑士说 肯定是老史暗杀的兰里 我要跟他拼了 小指头说 你以一人之神根本靠近不了老史 就会被碎尸万段 想要复仇就要理智 要靠智慧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你们回到高亭 可以带着南静的军队 去投靠兰尼斯特家呀 玛格丽说 反正我都是要当王后的 正好去军林城 嫁给真正的国王 没过多久 老史就占领了风吸宝 而兰里的风尘 也悉数归于老史麾下 只不过势力最庞大的 提利尔家兄妹 在此之前已经逃走了 接下来老史的目标 就是要攻打军林城了 洋葱骑士直言近见说 打军林城 千万不要再用红袍女了 身亡靠自己打胜仗 而不是靠巫女 现在外面有些风言风语 在传你对他言听计从 形同傀儡 将来登上铁王座的是你 但掌控国家的却是他 这句话深深的刺入了老史的心底 好在他还是能听得进 这逆耳中言的 于是就对洋葱骑士说 此去军林不待他 我坐镇中军 你率偏军攻打黑水湾 洋葱骑士觉得这是莫大荣誉 可自己没有水战经验 老史说经验都是打出来的 我相信你 另外一边布雷尼和史达克老妈 起码跑出很远才敢休息一下 布雷尼说 一定是老史杀了兰里 因为兰里一死 最大的获利者就是他 史达克老妈赞同 布雷尼接着说 我会将您送到少郎主那 然后我就去找老史报仇 史达克老妈说 你一个人去报仇 无异于送死 兰里的敌人就是我儿子的敌人 你何不加入我们 等将来时机成熟 你再报仇也不迟 布雷尼说 您是我见过的最勇敢 最智慧的女士 我愿意追随您 上刀山下火海 但也请答应 我在时机成熟时 不会阻止我向老史复仇 史达克老妈说 必须的 于是布雷尼拔出剑 单膝跪地 宣誓效忠史达克老妈 史达克老妈也发誓说 从今往后在我家中 永远有你一席之地 我保证不会让你的荣誉蒙上污名 然后这俩女强人 就一起向北前往少郎主营地 镜头来到少郎主这边 习恩主动请营说 咱们虽然在陆战上赢了几次 但是海上没有战舰 早晚要吃亏的 我愿意去铁群岛说服我父亲 与你联军 少郎主有所顾虑 早年间毕竟史达克老爹 跟铁群岛习恩的父亲 老八曾经打过仗 老八投降之后 史达克老爹还把习恩 收为自己的养子 其实就是人质 为了防止老八再度反叛 这现在放习恩回去 能说服老八投诚吗 习恩说史达克家对我有养育之恩 现在是我来报恩的时候了 于是少郎主就同意了习恩的提议 没过多久 少郎主又打了一场硬仗 攻下了翘岩城 这里可是离兰尼斯特的老家 凯岩城很近了 施郎两家伤亡比是五比一 少郎主可谓又是大获全胜 在打扫战场时 他看见一个姑娘 正在给一个伤员做截肢手术 他上前与人家聊了聊 得知这姑娘痛恨战争 不忍伤员受苦 所以自愿来战场上 能就一个帅一个 少郎主对姑娘说 因为有你那小子很幸运 姑娘回因为有你那小子很不幸 少郎主一听 呀哈这女子不简单啊 这里好是插一句 此女在电视剧里叫泰丽莎 但是在小说里叫简尼 电视剧中把她的故事大大简化删改 几乎与原作都不是同一个人了 不过咱是按电视剧来讲的哈 没过多久 少郎主再次偶遇了简尼 她想约人家一起出营散散步 这时史达克老妈回来了 简尼不想打扰人母子相聚先行一步 可史达克老妈一眼就看出 儿子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姑娘 她说你别忘了 你已经有婚约在身了 少郎主说我当然没忘 就在这时 临东城传来了坏消息 原来喜恩非但没能说服 父亲与少郎主联军 老爸甚至还派喜恩 以及喜恩的姐姐阿莎去偷袭了北京 现如今喜恩已攻下了临东城 少郎主一下子乱了阵脚 想挥尸北上 大臣老薄皮说 你这一走 我们之前所有打的胜仗都白费了 我给我儿子小薄皮写信 让他去收拾喜恩就行了 少郎主说也只能如此了 但喜恩我要活的 因为我要亲手宰了他 一日见您来见少郎主说 自己带的医疗物资已经用完了 想让少郎主去窍岩城的时候采购一些 少郎主说你跟我一起去 需要啥尽管挑 到了晚上 士军者杀了看监狱的护卫 逃出了少郎主大营 但没跑多远 清晨便被抓了回来 营中大将老睿抄上剑 就要童死士军者为儿子报仇 老瑞姓卡史达克 是史达克家的重要封臣 谁承想他的儿子竟然会是个看监狱的 不过看的是士军者也就勉强说得过去吧 史达克老妈连忙跑出来阻止老瑞 说他也残害了我儿子 我跟你一样痛恨他 但是现在他是我们重要的俘虏 我们不能杀他 老瑞说 今天谁给他说情都不好使 他死定了 史达克老妈说 我以北京之王的母亲的身份命令你退下 老瑞忍下这口恶气说 等国王回来 我会亲自要他下命令杀掉士军者 到了晚上 史达克老妈来牢中见士军者 此时军中要杀他的情绪高涨 几乎到了不杀不足以平分的地步 史达克老妈觉得 与其杀了士军者一点好处都捞不到 还不如听小指头的拿他去换自己的两个女儿 于是就让布雷尼压着他连夜出逃了 这一下少郎主大营算是炸了锅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窍岩城少郎主那儿 他快马加鞭返回营中质问老妈 你为什么这么做 史达克老妈说 林东城里我的俩儿子被喜恩抓为人质 君林城里我的俩女儿被兰尼斯特家的人掳为人质 我只想救我的孩子 我能怎么办 少郎主说你已经犯了叛国罪 从这一刻起不许你再出这个大仗 然后少郎主又命人分多路去追士军者 就在少郎主心烦意乱的时候 简尼来帐中与他相会 少郎主所有的烦心事立即烟消云散 俩人越聊越激情 于是就急站了起来 身后少郎主来找老妈谈这件事 说自己非简尼不取 想毁掉跟弗雷家的婚约 老妈说眼下弗雷家咱可惹不起啊 人家掐着咽喉要道 你要是一意孤行 咱们会摊上大麻烦呢 少郎主说你没资格指责我任性 眼下之意史达克老妈也是个任性妄为的人 于是少郎主就和简尼在一位大学士的见证下结为夫妇 镜头来到君林城 小妖魔偷偷来见小兰 想知道色后最近都有啥举动 小兰说最近色后正在命人偷偷制作野火 以对付即将来袭的老史达君 大家可以把野火简单理解为一种液体炸药 然后小乔和小恶魔以及色后一起去给小公主送行 乔大帝在面对妹妹远嫁多恩这件事上 丝毫没有不舍 并且他还嘲笑了一番痛哭流涕的小弟 接着大队人马返回王宫 走在城里的街道时 鸡民们大喊 国王给口饭吃吧 小乔连理都不理 这时不知道谁从人群中扔了一团牛粪 郑重乔大帝的太阳穴 乔大帝直接怒了命人杀掉所有鸡民 然后鸡民们就民变了 他们冲散护卫队的防护 想要报复这群达官显贵 有个大臣被党场分尸 众士兵护着色后和小乔赶紧离开 到了安全的地方后 乔大帝依然叫嚣个不停 这些叛国者我要把他们全部杀光 小乔魔气得大骂 你眼瞎呀 你这个白痴 看不到鸡民数量有多少是吧 小乔咬牙切齿的说 你竟敢骂国王 小乔魔说历史上有过暴军 有过蠢王 而你及两者于一身 你真他妈要是个极品 侍郎两家战争是你挑起的 现在你又激起了民变 还有啥愚蠢的事是你做不出来的 小乔大怒 我信国王 啪 小乔魔直接抡了他一巴掌 我打的就是你国王 再这样下去 国家没了 你是谁的国王 另外一边 大鸭被几个大老族抓住 想要强暴人家 关键时刻 猎狗赶来把这几个人杀死 救回了大鸭 之前小乔魔把小雪 安排到大鸭身边当他的丫鬟 主要是为了保护小雪不被别人知道他跟小恶魔的关系 因为如果有人发现了他俩的关系 就会有人收拾小雪来牵制小恶魔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 瑟露就抓了个之前跟小恶魔有过几次激情的妓女 他还以为这个妓女就是小恶魔的挚爱 想以此来控制住小恶魔 而小恶魔就颇下驴 强忍住笑 严肃地对瑟露说 今日之仇 他日必报 这个桥段 小恶魔真真是演技炸裂 直接向观众传递了他心中的多种情绪 表情和眼神都太到位了 从瑟露那离开之后 小恶魔立即飞奔前来与小雪相见 向人家说了一段肉麻的话 便齐了起来 俩人共度一夜春宵 但小雪并不知道小恶魔究竟在担心什么 他也理解不了眼下小恶魔如履薄冰的处境 小恶魔要内防姐姐外防老使 而这时老使已集结好了数倍于军林城的兵力 浩浩荡荡地开往军林城 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全力的游戏》第二季中 用了一整集的时间描绘了老使攻打军林城的盛况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黑水湾之战 也叫黑水河之意 想怎么翻译都行 老使舰队趁着夜色浩浩荡荡逼进军林城 而城内的人很早就知道老使要来 所以早就做足了准备 色后还向大学士要了一瓶毒药 心想着万一城破 老使绝对不会善待他们母子 与其等着被羞辱还不如自我了断 可见敌我实力悬殊到什么程度 连领导者都没信心能打赢这场仗 当军林城的钟声响起时 就意味着有大事发生了 小妖魔穿上盔甲 欲亲上城墙指挥战斗 而乔大帝也穿上了帅气的盔甲 临出殿前还让大牙亲吻他新柱的剑 声称只要老使胆敢靠近他 那今日就是老使的死期 大牙问言下之意 国王你要亲赴沙场了哦 小乔被问得一时语色 他顶多也就是去读一下战而已 怎么可能会亲自杀敌呢 接下来色后把所有女眷 都笑到一个塔楼里聚在一起 其目的也是万一城破你们得全部陪葬 过了一会儿 洋葱骑士率领的偏军已靠近城下 而这时一艘黑漆漆的小船 慢慢的向偏军阵地飘了过去 他命令士兵弓箭上弦 管他是啥想先射再说 但是小船到了跟前才发现他 呼呼的往外冒着绿油油的野火 洋葱骑士大喊 慢多绕行躲开他 但为时已晚 波龙一发火箭从天而下 刹那间巨大的爆炸冲击波 击毁了所有偏军战舰 洋葱骑士的儿子当场被炸死 海面上骤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令军临城墙上的人都连忙闭眼夺光 坐镇中间的老使都蒙圈了 这他们要什么情况 还没登案先死了这么多人 不过他意志非常坚定 直接下令强行登案攻城 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为了保护城门 野狗率队出城与敌军厮杀 但他特别怕火 见有个士兵浑身起火 于是又回城了 不打了 乔大帝怒斥猎狗 我命令你出城抗敌 猎狗摇摇头说Fuck国王 人都快死完了 看个屁的敌啊 老子不干了 说完静止逃离了战场 从此不再为皇家卖命 他这一走也没人敢拦 这么霸气的当逃兵 除了他也真是没谁了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云梯 搭上了城墙 小乔也知道守不住了 刚好此时伺候差人前来 命他去红宝说是有事商议 其实就是想保护自己儿子呗 小强摩上前说 你乃一国之君 这时候你要是走了 军心就散了 而乔大帝早已被战场的情景吓坏了 哪会听得进这种话 他只能很不好意思的离开了城墙 然后士兵们瞬间丧失了士气 小恶魔凌威来了一场演讲 又重新鼓舞士气 带着士兵从密道杀出 令岸上的老史将士补备受敌 一番激战后 岸上的敌军全军覆没 大家高呼 半人万岁 起到这时 老史的后续登岸部队 又浩浩荡荡的血伤了 乌乌扬扬 斩不尽杀不完 数量数倍于守城的兰尼斯特施加军 但小恶魔没有逃走 继续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 不过国王的一个护卫 突然劈了小恶魔一剑 都什么时候了 自己人还要偷袭自己人 明显他是色后派的人 这个色后玩起来全谋 从来不看局势 小恶魔面部受伤 但没有死 危难关头 小恶魔的护卫杀死了那货 然后小恶魔便晕了过去 他一上战场就会晕过去 感觉都快成惯例了 与此同时 大殿内的铁王座场 色后抱着他的小儿子聊天 而他手中攥着毒药 想喂给小儿子 就在这时 大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 定睛一看 来者竟是自己的父亲老太 还有提利尔家的百花骑士 原来两家和兵 从背后偷袭了老史大军 老史还在城墙上奋勇杀敌 但手下士兵都纷纷撤退了 他大喊 你们给我回来拼到底 然而老史也被手下人架着 离开了战场 此一役 兰尼斯特加大获全胜 老史一方伤亡惨重 那武王之争 现在势力最庞大的 肯定就是兰尼斯特加了 兰尼死了 老史被打趴了 铁群岛老爸路战不成气候 不必在意 现在唯一能跟兰尼斯特加 较较劲的 也只剩下北京少郎主 这一支力量 之前少郎主是打了几场胜仗 那是因为老太有后顾之忧 而现在林农成被喜严偷了 有后顾之忧的 变成了少郎主 反观老太现已高枕无油 可以腾出手 好好收拾少郎主了 那么少郎主能打赢这场仗吗 管主好时 这期视频时长不太够啊 那么接着往下讲吧 小恶魔一觉醒来 又是仗已经打完了 他知道是他姐姐直指护卫 趁战乱的时候来杀自己 但是由于他现在已经被剥夺了 临时首相的职位 被丢弃在一间破坊里 自生自灭 所以知道也没用啊 你能怎么着色候 别人奋勇杀敌 打了胜仗都能升官发财 可小恶魔非但没有任何奖赏 还失去了一切 而老太则骑着马走进大殿 接受国王的封赏 见国王连马都不下 甚至马还在大殿里拉了一刨臭臭 乔大帝封他为国王之首 兼任全境守护 就是跟之前史达克老爹的职位一样 但是史达克老爹毕竟还要在一人之下 可老太点了一下头就走了 根本不把国王放在眼里 也就是说其实老太现在是大权在握 接下来乔大帝又把其余人等封赏一遍 然后废除跟大鸭的婚约 又跟玛格丽立下了婚约 小乔这人有一点好就是不好色 他挑王后就是谁对自己有利他选谁 大家听到自己的婚约被取消了 开心的想要离开大殿 他还天真的以为从此可以离开这个水深火热的地方 小指头找让他说别高兴的太早了 没有了国王未婚妻的身份 你就是人质你只会更惨 但是我愿意帮你 耐心等待时机吧 下面咱来屡屡二压的故事线 自打他被守夜人大叔救走之后 我就没再想他 他和一群要加入守夜人军团的人 跟着守夜人大叔北上 但出了军林城没多远就有俩金袍子 也就是国王护卫队前来寻人 二压还以为他们在找自己最紧张的躲在一旁 但其实是乔大帝想要铲除自己的兄弟姐妹 劳伯国王虽然跟色厚没有生下嫡系子嗣 但他在外面胡乱瞎搞就搞出来很多私生子 而小乔上位后没干啥正事 就想着先把这群野种消灭干净 跟二压一起上路的同伴 有个铁匠小伙名叫小德利 他就是劳伯的其中一个私生子 金袍子实际上是来找他的 但是守夜人大叔很霸气的拒绝了金袍子查人 说我们守夜人不必服从国王的命令 然后这俩金袍子就灰溜溜的走了 到晚上一大群人窝在一个小破房里睡觉 只有二压默默的擦着自己的细件 突然金袍子来了一队人马夜袭了他们 守夜人大叔赶紧让二压和小德利先行逃走 然后出门跟金袍子血战 然后被乱枪刺死 情人想逃跑也遭到了金袍子的屠杀 在二压要逃跑的时候 看见一辆球车着火了 里面还关了三个囚犯 其中一个长得最帅的名叫贾坤 看这货的颜值就知道他一定不会只是个群野 二压如果不管他们的话 他们必然被烧死 于是二压递给了贾坤一把斧头让他们自救 但紧接着他就被士兵抓走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士兵们天天折磨这群被抓的人 直到老太从这经过 因为老太当时要回援军林城对付老使 而这些士兵其实也都是老太的手下 他就很看不惯士兵把囚犯折磨致死 用囚犯来干点活不好吗 多好的劳动力被你们这般肆意浪费 然后老太一眼便看上了二压 问他你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 二压说为了路上能安全点 老太觉得这个小姑娘很聪明 便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当个侍旧 有一天二压打水的时候又碰见了贾坤 其料他莫名其妙的混成了兰尼斯特家的士兵 贾坤让他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 作为之前的救命之人 他愿意帮二压杀掉三人以作回报 只要二压开口说出那人的名字就行了 二压第一个要杀的是之前折磨大家的士兵 第二个要杀的是发现自己盗取了老太军事机密的人 第三个没有具体名字 而让贾坤帮大家逃出了军营 也就是说二压把这三个名额都用在了无关紧要的人身上 贾坤太屌了想杀谁就杀谁 不过这么厉害的角色之前是怎么被抓起来的呢 要我说直接干掉老太和寺后以及小桥不就完了吗 报完恩后贾坤也要回家了 但他暗杀人的技能令二压叹为观止 二压很想跟着他学习 贾坤说可以啊那你就跟我走吧 二压转念一想不行 自己的哥哥和妈妈还在北方跟兰尼斯特军队打仗 他得赶紧去找哥哥和妈妈 临行前贾坤送给了二压一枚硬币 说将来某天如果二压来找自己的话 那这枚硬币就是信物 说完贾坤换了一张陌生人的脸便走了 也许就是在这一刻二压的心底种下了一颗 立志要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刺客的种子 来无影去无踪杀人于无形之中简直率呆 只不过眼下他跟小伙伴如何躲开敌军 找到少郎主和老妈才是最头疼的事儿 另外北方临东城那边 小布兰和他小弟以及仆人阿多 还有一个女野人也逃离了临东城席恩的魔掌 但是他们并没有南下去 跟少郎主和史达克老妈会合 因为老管家说往南去很快就会被抓到 但是如果往北去黑城堡找雪诺的话 会相对安全许多 所以一行四人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史达克这一家孩子可谓是个奔东西 那么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呢 从第二季开始雪诺和龙妈的戏粉就逐渐增多了 但是我一直没讲是因为他们俩的故事线 前期跟维斯特洛大陆上发生的事儿没啥关系 属于主线故事夹缝中的人物 前期完全看不出来他俩是主角 那今天好事就赶赶这俩人的进度 守夜人这边总司令亲自带队 来到长城以北调查异轨的线索 以及野蛮人的动向 中途来到一个野蛮人老卡家休息 老卡跟其他野蛮人不一样 他跟守夜人是盟友关系 平常双方都会为对方提供点方便 但是他极其好色并且有为人伦 竟然跟自己的女儿呢 在他的世界里只要是女人都是他老婆 他才不管什么血亲关系 女儿生下的孩子如果是女孩的话 长大后就又是他老婆了 如果是男孩的话 他就会残忍的献祭掉 然后小胖子山姆就看上了老卡的其中一个女儿吉利 而吉利怀孕了 他很害怕万一生下的是儿子 那老卡就会把小孩弄死 于是山姆就带着吉利寻求雪诺的帮助 想让吉利跟着守夜人军队一起离开老卡家 雪诺一听这话 你鸭吃蛋挞是傻了吧 我们行军怎么可能带上一个女人 关键是这人还是老卡的媳妇 人家要是知道你把人家的老婆给拐跑了 我们的盟友关系就完蛋了 然而当晚雪诺亲眼目睹了老卡 把一个刚出生的男孩 献祭给了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雪诺因偷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挨了顿揍 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总司令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总司令老早就知道了 雪诺说老卡残害亲生骨肉 禽兽不如我们为什么要跟这种人合作 总司令说因为这人多次拯救过我们游骑兵的生命 你输入班阳也为他救过 不管这人的人品如何 但他是我们需要的人 接下来守夜人军队就动身离开了 而山姆非常遗憾也没能把吉利带走 现在大队人马要跟一个先行小队会合 这个小队的领头人叫段长 他常年在长城以北活动 杀过很多野蛮人军功赫赫 就在大家安营扎寨的时候 远处传来一声号角声 众人立即警觉了起来 旁边一个战友说吹一声号角是自己人 吹两声才是野蛮人 然后山姆补充道吹三声是异鬼 大家都疑惑的看着山姆 从来都没碰见过吹三声号角的情况 你也是咋知道的 山姆说是从书上看到的 不过都过去一千多年了 所以现在人不知道也正常 段长与总司令会合后说 曼斯现已集结了所有野蛮人 准备向长城发起攻击 这个曼斯曾经也是守夜人 不过后来叛逃到了野蛮人那边 他教会了野蛮人要遵守军纪 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迸发出更多的力量 所以段长建议总司令 让自己去暗杀掉曼斯 这样就能再次把野蛮人打成一盘散杀 使之失去能跟守夜人正面对抗的力量 雪诺立即自荐 愿意跟段长一起去执行暗杀任务 总司令同意 于是雪诺便跟着段长 以及他的小队成员 一起前往北极腹地 走出一天后 他们便碰见了几个野蛮人 趁人不被伺机杀职 但还剩下一个女野人时 雪诺不忍动手了 段长说野蛮人不分男女 不要把她当成淑女 雪诺说我们留个活口 拷问一下也是好的嘛 段长笑说 指望野蛮人开口提供情报 你也真是想瞎了心 你赶紧杀了她 我们在前面山顶等你 这个女野蛮人名叫小悠 她知道自己死定了 索性转过身来 伸着脖子 只求雪诺干净利落地杀掉她 但雪诺用剑在她脖子上 比划了半天都没忍心砍死她 小悠说 剑很凉的 你快点行不行 都死我了 然后雪诺手起剑落 砍在了石头上 愣是没忍心杀她 小悠赶紧趁急逃跑 雪诺也赶紧追了上去 她一个飞扑再次把小悠扑倒 小悠说 你呀有病吧 你又不忍心杀我 你干嘛追着我不放 你队友都走远了 雪诺只好把她绑起来 牵着她一起去寻找队友 但是来到山顶一看 队友早已不见了踪影 此时天色已晚 俩人只能先就地休息 雪诺把小悠捆起来放倒 让她睡觉 小悠说 咱俩应该躺一块抱团取暖 要不然就你这男方人的身子骨 一晚上就冻死了 然后雪诺只好害羞地抱着小悠睡觉 小悠知道他们守夜人 一生都不能碰女人 所以把屁股晃来晃去地 蹭雪诺的裆部 想调戏人家 她觉得雪诺虽然很愚蠢 但确实很勇敢 于是心里就有那么一丢丢 喜欢这个绑了自己的家伙 一夜无话 第二天小悠问 你不会还是个处男吧 一直不碰女人 你不难受吗 雪诺说 我们发过誓的不碰女人 小悠说 你们真可悲 我们才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我们是自由人 可以自由地谈恋爱 自由地啪啪啪 雪诺说 但你现在是我的俘虏 俩人一边走一边聊天 走了一会儿 小悠突然又开始勾引雪诺 小伙子想不想来一发呀 热热乎乎的很爽高 雪诺扫得不知所措 差点都拔剑了 小悠趁机用绳子绊倒她 一闪身就逃没有了 雪诺赶紧去追 结果就陷入了野蛮人的包围圈 这时小悠出现说 你很后悔之前没杀我吧 接下来雪诺被带到野蛮人的游击小队呢 发现段长也被抓了 原来昨天段长看雪诺没有跟上来 就去寻他 结果就碰见了野蛮人 一番战斗后 其余俩队友都死了 而段长则被俘虏了 野蛮人队长说要宰了雪诺 小悠赶紧替雪诺求情说 之前他能杀我的时候就没杀我 我们应该把他带回去 说不定能从他口中 套出什么有用的情报 于是游击小队就压着雪诺和段长 一起回野蛮人部落 段长趁机偷偷对雪诺说 野蛮人就要对长城发起进攻了 你要想办法混进野蛮人的队伍 给守夜人兄弟做内应 雪诺问我该怎么做 这时段长大吼一声 都是因为你跟野蛮人小牛胡闹 才害死了我们的兄弟 我弄死你 说着段长被把雪诺推下了斜坡 其实这是为了给野蛮人做戏 让野蛮人知道守夜人已容不下雪诺了 然后段长又夺了一个野蛮人的剑 要砍死雪诺 队长看热闹的不嫌事大 给了雪诺一把剑 让俩人对打 一番打斗后 段长故意放水被雪诺刺死 雪诺心中当然万分痛苦 但他也为混进野蛮人部落 赢得了一枚筹码 镜头来到龙妈这边 虽然他有了三条龙 但是这龙刚出生 没啥战斗力还需要有人照顾 并且龙妈已经失去了 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现在衣食住行全是问题 一票人艰难的 在鸟不拉屎的戈壁前行 一直走到厄索斯大陆的 东南方的奎尔斯城 这座城在冰与火之歌的 谷歌地图里的最边上 但是奎尔斯人民 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这座城极大且极富 由13位商人管理 大家称其为13巨子 其中一位卖香料的胖子巨子 不愿意接纳龙妈人等 但是有个黑人巨子 割破手掌愿意给龙妈担保 这才使龙妈一行人 终于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黑人巨子对龙妈非常慷慨 给吃给住还给漂亮的衣服 龙妈希望黑人巨子 帮他夺回铁王座 黑人巨子带龙妈看了看 自己巨大的保险箱 说这里面存放了 无数奇珍异宝 可以买很多士兵 马匹和战船 但黑人巨子不能 无条件帮忙 他要龙妈嫁给自己 才肯出钱 龙妈表示要考虑考虑 但是乔拉不乐意了 说纵使这是夺回铁王座 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如果把自己都卖了 那也太不划算了吧 于是龙妈又跑去找香料巨子 想请他投资自己 将来夺回铁王座 三倍奉还 可香料巨子觉得 这笔投资数额巨大 并且风险太高 不愿意出资帮忙 后来龙妈又找了丝绸巨子 但是因为他跟蓝尼斯的家 有贸易往来 所以不可能帮龙妈夺权 然后铜器巨子 倒是愿意给龙妈一条船 只不过他要求龙妈 陪自己睡一夜 龙妈毕竟也是贵族出身 怎么可能为了这点 赢头小利甘愿卖肉 然而当龙妈返回自己的宅邸时 发现自己的仆人全部被杀 三条龙也被人偷走了 随即十三巨子开会 欲找出真凶 会上一位光头男巫 承认是自己偷了龙 其实他是跟黑人巨子 一起干的这事 然后他就在会上 用了一招影分身术 干掉了其他巨子 从而夺得奎尔斯城的大权 龙妈见状赶紧逃离现场 但他又不能离开奎尔斯 因为龙还在人家手上 他为了救回自己的龙 无奈只身犯险去了 南巫的高塔 南巫想用幻术控制住龙妈 以便控制三条小龙 但龙妈识破了巫术 直接命小龙喷射火焰 烧死了南巫 这时候小龙已经找到 可以喷龙焰了 接着他又找上黑人巨子 想把这个背叛了自己的家伙杀掉 并夺取他的财物 可没想到打开保险箱后 里面空空如也 黑人巨子之前就是想空手套白了 然后龙妈把他关进保险箱 便扬长而去 龙妈应该代表的 就是冰于火里面的火吧 那说完了火 咱再来说说冰 镜头来到山姆和队友这边 他们在一个山头上挖坑石 不小心挖到了一块石板 山姆说这东西 应该是古老的先民留下的 搬开石板 里面还有一包龙精 也叫黑钥石 玩过我的世界的同学 都知道黑钥石有多么的坚硬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号角声 大家还以为是雪诺和段长回来了 但紧接着第二声号角响了 我全约原来是野蛮人来袭 但是万万没想到 紧接着第三声号角也响了 我弟天一千年来都没听到过的 三声号角今天赶上了 竟然是异鬼来袭 几人撒开腿便跑 暴风雪尾随而至 山姆非常笨拙 在雪地里根本跑不动 只见一个个眼睛发着蓝光 浑身腐烂的行尸走肉 在一个骑着马的异鬼首领的指挥下 浩浩荡荡的从山姆身旁经过 OK全游第二季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第二季我才明白 为啥小说名字要叫冰与火之歌 当异鬼带着死人大军从山姆身旁经过的时候 他们完全不把山姆当回事 根本不限动死这个战无渣 不过这也挺符合异鬼的设定的 异鬼总喜欢对软弹置之不理 反倒是山姆开始逃跑之后 一个死人拎着斧头要过来劈死他 关键时刻 雪诺的狼冲过来扑倒了死人 雪诺之前跟团长去执行暗杀任务了 所以把狼留在了队伍里 这时总司令带队出现 看起来他们刚刚与异鬼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 这电视剧为了节省成本 就把这场战争戏给掠过了 总司令问山姆 你放心压了吗 山姆摇摇头 总司令叹了一句 你就这一枪任务你都没有完成 然后他转过身对大伙说 我们得赶回去告诉大家做好防御准备 否则不等这个冬天结束 所有人都会死 一队人经过漫长的跋涉 再次返回了老卡家 这里是大家返回长城 唯一能落脚休息的地方 老卡并不是很欢迎守夜人频繁来打扰他的生活 虽然也给吃给住了 但是给的食物不是很充足 此时吉利刚好在分娩 他的惨叫声环绕着整个屋子 老卡骂了一句 那头猪一口气下了八个子 而连哼都没哼一下 这个臭女人就生一个娃就叫成这样 可见老卡对自己的女人也是很冷漠的 反而山姆心里倒是对吉利充满了担忧 守夜人兄弟在这住了一段时间 就开始对老卡越来越不满意了 认为老卡故意把食物藏起来不给大家吃 还给面包里夹锯末也就是木屑 这玩意多拉嗓子呀 于是有个叫小卡的人 煽动大伙要吃老卡藏起来的食物 总司令想稳住局面 让大家先退出房间 可命令下了之后根本没有人打理他 并且有个胡子男骂了老卡一句 你就是个抠门的混蛋 老卡气得暴跳如雷 拎起斧头就想把所有人撵出去 扬言谁若胆敢再说自己是混蛋 他就剁了谁 紧接着小卡就淡淡然的说了一句 你就是个混蛋 老卡大喝着便向小卡冲了过来 小卡反应迅速用匕首直接刺进了老卡的下巴 总司令剑壮碎把剑拔了出来 你竟敢不听我的军令 没想到这时胡子男竟从总司令身后捅了他一刀 现场所有人都懵了 终于总司令的一拨人和反叛的那拨人一击大打出手 总司令转过神还想掐死胡子男 但紧接着他就口吐鲜血倒地不行了 胡子男连忙上前往总司令身上扎了好几刀将之送子 贤母这个怂货不说帮兄弟的忙 而是趁乱赶紧带着吉利和孩子一起跑路了 当然如果他留下来的话可能也帮不上啥忙 还不如留着有用之身后面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他和吉利逃出很远才找了个破木屋临时安顿一下 但这时外面一群乌鸦急哗乱叫个不停 出门一看整棵树上密密麻麻落满了乌鸦 这现象也太奇怪了 紧接着所有乌鸦都不叫了 只见远处缓缓走来一个异鬼 山姆害怕极了但为了保护吉利母子 他这次没有逃走而是拔出剑来想跟乌鸦拼了 乌鸦只轻轻抓住他的剑稍稍发力 整只剑就被捏了个粉碎 他一巴掌把山姆呼一边 静止朝吉利怀中的孩子走去 危难关头山姆又摸出了之前挖出来的龙晶石 他一个箭步上去就插在了乌鸦的背上 没想到乌鸦大叫一声便化成了粉末 原来龙晶石对乌鸦有奇笑 山姆连忙拉着吉利逃离了现场 一直逃到长城脚下 他对吉利说我之前看书得知 长叶宝那边有个密道可以通向长城的另一边 虽然几百年没人用过了 不过我恰好知道在哪 吉利一脸蒙圈的问 你就只通过书上的文字就能知道这么多事 简直就像魔法一样 接下来二人带着小孩就来到了长城以南 你猜猜他们碰见谁了 史达克二儿子布兰 他和仆人阿多以及一对陌生的姐弟在一起 这又是咋回事呢 那我们就往回倒倒来看看小布兰这边就发生了什么 上一期的结尾布兰和弟弟以及女野人 还有普兰阿多离开临东城北上 想去黑城堡找雪诺 布兰老是做梦会梦见一只三眼乌鸦 但这一天他梦见了一个黄毛小子 黄毛小子说你不能杀了那只乌鸦 因为那只乌鸦就是你自己 接着他从梦中醒来 等再次上路经过一片森林时 那个黄毛小子竟然在现实中来找他了 不过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 布兰的狼甚至都不攻击人家 黄毛小子给大家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小剑 我姐姐叫小梅 我们跋山涉水只为来找你 布兰 后边的路还很长 我们会帮你走下去 然后小剑和小梅便加入了布兰的队伍 一路上他们无话不谈 小剑说你将来可以把意识转移到狼身上来控制狼 等你开了天眼 你还会看到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亦或者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哪怕是在千里之外 你想看啥就看啥 你将会无所不知 反正听小剑的话 感觉他把布兰的能力吹得是天花乱坠 而小剑自己也拥有部分超能力 只不过没有布兰那么强 他也能预知未来洞悉过去 他说雪诺现在不在黑长宝 去了也没用 他看见雪诺现在身边全是敌人 而布兰必须去长城以北找到三眼乌鸦 别看现在布兰是个弱鸡 但到那时布兰就会拥有神力 女演人一听要去长城以北 瞬间就筋儿动了起来 他是打死也不愿意再回到那边去了 有一天大家来到一处塔楼休息 而天上打着响雷把阿多给吓坏了 这货别看块头怪大 但智力低下只会说 这一句话 所以阿多这个名字因此而得 他特别害怕雷声 在塔楼里吼吼吼吼的叫个不停 而这时外面一群野人 包围了一个毕马文老爷爷 阿多鸡哇乱叫 引起了一个野人的注意 大家都在劝阿多别出声 万一把野人给叫进来 这一呜老弱病残就死定了 可阿多极度恐惧 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结果布兰一使劲 就把意识转移到了阿多身上 控制阿多安静了下来 我擦看来小剑真没胡说 布兰不仅能将意识转移到动物身上 还能转移到智力比较低下的人身上 妥妥的逆天技能 而外面的野人队伍中 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就是雪诺 哇地天踏破铁鞋 无秘处兄弟俩 先就隔着一扇墙 那么雪诺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后面我再讲 咱先把布兰的献给捋完 小剑让布兰再一次找回刚才的感觉 试着控制自己的狼来帮忙驱逐野人 但这也让他看见了雪诺 只不过雪诺甩开野人 执意要去长城一北找三眼乌鸦 不过他也知道女野人不愿意再去到那边 于是他就对女野人说 你带着我弟弟去碧炉城找我家的风尘 城主对我家忠心耿耿 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 小弟听闻布兰的话 着急的说 我不要离开你 我要保护你 布兰说 但现在我必须保护好你 万一咱大哥和我将来有个三肠两胆的 你就是临东城的继承人 你得挑起这副担子 然后小弟就跟布兰挥泪告别 女野人带着他和他的狼 趁夜赶路就跟布兰一行人分开了 然后剩下的这四人加一狼 继续赶路 阴差阳错的就碰见了山姆 小剑问你谁啊 山姆说我是个守夜人 布兰忍不住插话说 我哥哥也是守夜人 山姆问你哥是谁 小剑警戒心很强 没让布兰回答 不过紧接着山姆就看见了布兰的狼 他瞬间就认出来了 你是雪诺的弟弟 哎呀雪诺老是提起你 那边那个就是阿多吧 阿多笑了笑 不懂 山姆接着说 雪诺是我的好兄弟 没有他我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你既然是他的兄弟 那也就是我的兄弟 我愿意帮你做任何事 布兰说我要去长城以北 山姆当即懵逼 我他瞒千辛万苦 好容易来到长城以南 你还又想回去 草率了话真不该乱说 山姆说你干嘛要去那边啊 你不知道那边现在有多危险 你应该跟我回黑城堡 那里才安全 小剑说这世上再无安全的地方 山姆哼了一句 你要是看见了我看见的东西 你绝逼掉头就跑 小剑也哼了一句 你无非就是看见了 异鬼和死人军团呗 守夜人挡不住他们的 维斯特洛所有军队都挡不住他们 但布兰或许可以 所以我们必须去长城以北 于是山姆愿意把这行人 送到他来时的密道 这样也能为这行人 穿越长城省下不少事 临行前他把龙京石送给了布兰 说这玩意儿能杀死异鬼 我当时很幸运 只碰见了一只 所以就杀掉了 但那边应该还有更多 异鬼能让死人复活为己所用 所以通常每只异鬼都会率领很多死人 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然后大家告别各奔南北 布兰一行人 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眼下咱就先讲到这儿吧 山姆回到黑城堡 把自己的亲身经历 跟守夜人里的瞎眼老学士说了说 这个老学士来头也不简单 我简单讲两句 给大家说说他的身份 他本是坦克利安家的王子 本来能继承王位的 但却自愿放弃了 然后王位就传给了他的弟弟 而他弟弟的孙子 就是大名鼎鼎的封王 也就是后来被老伯推翻的那个 那么老学士就是封王的爷爷的哥哥 也就是封王的伯公 同时也是龙妈的曾伯公 这人无关系理的够清楚了吧 这老大爷心也真够大的 自己家的天下都没了 却能淡然的在这儿当一个学士 现如今他已是百岁高龄 他非常有智慧 眼瞎却心鸣 第一季中小恶魔曾到访过黑城堡 老大爷就说 我们这儿今天来了位巨人 言下之意 小恶魔虽然矮小 但内心却很伟大 他看人总是能看到人的本质 听话也总能听出这人是否在撒谎 老大爷让山姆赶紧写信 为保所有信鸭想全部放飞出去 向诸位王侯将相求援 人类大难将至 请速来北方支援 雪诺被野人抓住之后 跟着小队来到了野人聚居地 这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帐篷 据传野人数量有十万之多 雪诺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巨人 他们力量强大 可以徒手把装打进地里 进到曼斯的帐篷 有个野人起身与雪诺对话 雪诺还以为他就是塞外之王曼斯 所以赶紧下跪行李 随即大家便哈哈大笑起来 野蛮人没有结起划分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自己行如此大理 不过他并不是曼斯 而是叫托蒙德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时真正的曼斯开口说 起来吧 长城之外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跪拜 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 雪诺想了想说 为了自由 曼斯说 别扯淡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为什么要加入我们 雪诺说 我们在经过老卡家的时候 老卡把自己的亲生儿子 献祭给了异鬼 然而我把这件事告诉总司令时 发现原来他早就知道此事 我跟他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是要为生者而战 跟异鬼死磕到底的 不知道我是否来对了地方 于是曼斯便相信了雪诺 接下来野人大部落开始向南迁移 雪诺见到了一个异形者 所谓异形者就是可以获得动物视角 跟刺客信条引领殿里的设定挺像的 这个叫老欧的家伙 就是可以用老鹰的视角 来帮自己洞察周围的情况 他看到远处有很多守夜人的尸体 众人随即前往该地区 当曼斯看到满地的尸体 就觉得守夜人精锐都死得差不多了 眼下黑城堡应该很空虚 于是便派托蒙德带20人翻越长城 想打探打探虚实 当然还要带上雪诺 因为雪诺对黑城堡最熟悉 老欧问雪诺防守长城的城堡有几座 雪诺说有三座 但其实目前只有黑城堡一座 然后老托又问黑城堡里有多少守夜人 雪诺回有1000人 但其实现在也就100来人 老欧当然不信雪诺的话 不过小游倒是极力挺雪诺 事后雪诺对小游说 你不用处处护着我 我护着你你早就脑袋搬家了 说完他拔出雪诺的剑就跑了 雪诺赶紧去追 一追就追到了一个山洞内 这个山洞里有温泉很暖和 然后小游就开始脱起了衣服 说你要想证明你不再是守夜人 那你就得打破誓言 言下之意就是要跟他行修修之事 然后俩人就趴了 这两位演员因戏生情 现实中也喜结连理了 接下来大家爬长城 中间有惊无险我就不讲了 来到长城之巅 雪诺带小游看看南边的世界 俩人又是抱着一通啃 下来长城后 野人小队来到一个牧场 看见一个老头养了五匹骏马 他是专门为守夜人养马的毕马温 老欧建议杀人抢马 雪诺说抢马就行了 不要杀人 因为抢劫不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杀人的话 守夜人必然大动干戈 与我们隐蔽形势不利 老托说守夜人如果大动干戈 正合我意 我就是要引他们出动 于是老托便带人冲了过去 毕马温老头一看形势不对 赶紧骑马逃走 而此时塔楼里便是布兰一行人等 老欧让雪诺动手杀掉老头 可雪诺比划了半天实在下不了手 然后小游就替雪诺动手了 但如此一来 大家觉得雪诺还是忠于守夜人那边的 就想把他也杀掉 小游还想继续帮雪诺 却被雪诺一把撞开 这时布兰操纵狼帮了雪诺一把 雪诺趁机杀掉老欧 骑上马头也不回的就跑掉了 小游一看这个混蛋竟然连自己都抛下了 顿时脑皮 他连追了雪诺一天一夜 终于在一个小水坑边追到了雪诺 雪诺说我爱你 但是我不得不回去 说完转身上马 小游连射了他三件 但均没忍心射他的要害 雪诺最终身负重伤回到了黑城堡 镜头切到布雷尼和试金者这边 之前史达克老妈让布雷尼 押着试金者去军林城换自己的俩女儿 一路上俩人必须小心翼翼的 避开少廊主派出的追兵 然后有个老大爷看见了这二人 试金者说你赶紧把他杀了 万一他认出我跑去告密 结果这俩人往前走没多远就有一堆人马吹上了他们 这票人是老薄皮的手下 那也就是少郎主手下的手下 领头的大胡子叫洛克尔 刚才的老大爷果然把情报卖给了洛克尔 试金者说只要你愿意放的我 你想要什么我爸都会给你 洛克尔说我想要我的脑袋 要是北京之王知道我抓到了你 然后又把你放了那我还活不活了 于是布雷尼和试金者二人就被洛克尔带走了 到了晚上一群士兵想要轮肩布雷尼 布雷尼解释说我是史达克老妈的人啊 士兵说那婊子现在已经犯了叛国罪 我们搞的就是他的人 布雷尼奋力抵抗奈何自己被绑着 而对方又人数众多 试金者听着布雷尼的惨叫 不忍心他被人这般糟蹋 于是就对洛克尔说 看来你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是塔斯伯爵的女儿 人领地盛产蓝宝石 蓝宝石有多之前就不用我说了吧 趁布雷尼没被糟蹋之前 兴许你还能拿人换点蓝宝石 洛克尔觉得言之有理 就让手下放过了布雷尼 然后士军者接着又说 你们北方老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 就算你有军令在身 不能放了我 那你也可以对我好一点嘛 将来你们输了战争之后 我也能在父亲面前为你美言几句 给自己留条后路总没错吧 洛克尔一听这话 赶紧让人给士军者松绑 并说我们还有打烤鞍蠢 你要不要吃呢 士军者说我确实有点饿 可谁知洛克尔这边 刚给士军者松完绑 就一把把他按在暗台上 说你以为你很聪明啊 三言两语就能把我给忽悠了 士军者说我父亲 你父亲个屁啊 洛克尔打断他说 你以为你只要搬出你父亲 所有人就得跪舔你吗 说吧 手起刀落 直接剁掉了士军者的右手 士军者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才嗷嗷的一嗓子叫了出来 接下来几天 士军者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不吃不喝 想把自己饿死 弗雷尼击他说 你就是个懦夫 不就是掉了只手吗 就要死要活的 士军者说 那是我用剑的手 没了他等于我失去了一切 布雷尼说 你不过是刚刚尝到了 世界的真实滋味而已 世上有多少人 视为珍贵的东西 被人夺走了 而你却只会哭哭啼啼的 像个娘们一样 士军者被这犀利的语言打醒 拿起食物便啃了起来 后来洛克尔把二人 送到了老波皮面前 老波皮倒是对士军者和布雷尼 挺好的 赶紧让一个名叫科本的大夫 给士军者治了知识伤 免得受感染 人死了就坏事了 这个科本之前 是被少郎主夫妇给救下的 这货前半生过得很苦逼 但自打搭上士军者这条件 后来就直飞冲天了 跟波龙有点像 然后士军者和布雷尼 竟然还有泡澡的机会 按照本剧 丝毫不避讳任何裸露镜头的尿性 我以为这里 布雷尼也该露一下了 但导演竟破天荒的饶过了他 布雷尼是本剧中 为数不多的 没有漏点的女性角色 士军者在水尘里 讲述了当年他杀死封王的经过 那时的封王大势已去 君临城都已经被 莱尼斯特家给占了 可封王还想做最后的反击 他让士军者去杀了老太 并命令火树式 放火烧掉整个君临城 想让所有人都给自己陪葬 士军者无奈只好 背弃誓言杀掉了封王 他想让布雷尼 以后不要再叫他士军者了 而叫他的本名詹姆 那接下来 咱也别老叫人士军者了 也叫回詹姆吧 一日老薄皮接见了詹姆和布雷尼二人 说我愿意放你回君临城 不过你要告诉你父亲 你断手之事与我不相干 詹姆欣然答应 等于这时老薄皮 已经向兰尼斯特家示好了 已经对少郎主起了二心 没过多久 詹姆来跟布雷尼道别 因为布雷尼没办法 跟他一起去君临城 詹姆说明天老薄皮 要去参加一个婚礼 他把你留给了洛克人 估计你接下来 是没啥好果子吃了 布雷尼说我个人死活无所谓的 但是你答应过史达克老妈 会放走他的女儿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詹姆点点头说 我发誓一定会把史达克家的姑娘 还给他母亲 说完詹姆便上路回君临城了 走到一半 科本再次检查了詹姆的伤口 詹姆问科本 布雷尼的老爸有没有赎他回去 科本说他爸愿意出金币 但洛克尔要的是蓝宝石 然后双方就谈崩了 詹姆一听这话 知道洛克尔必然不会轻饶了布雷尼 碎根压自己的军头说 我有东西忘拿了 我们得回去 军头说滚蛋 我才不会来回瞎折腾的 詹姆说你的任务是要把我送到君临城 见我老爸没错吧 如果我告诉我爸说 我的手是你砍的 你觉得你还会得到什么奖赏吗 但如果我说是你救了我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你接下来是得到奖赏 还是惩罚 全凭我一张嘴 所以乖乖给我回去 然后军头只得老老实实的 把詹姆带了回去 到了洛克尔的地盘 就看见布雷尼和一只熊正关在一起搏斗 而布雷尼手上仅有一把木剑 詹姆对洛克尔说 我来赎他 你要多少蓝宝石我给你 洛克尔说 爷现在啥也不要了 就要开心 我就想弄死他 这时狗熊一把就拍碎了布雷尼的木剑 詹姆急的直接跳进竞技场 挡在布雷尼面前 押送詹姆的军头赶紧朝狗熊射箭 万一他死了 自己没完成任务 坏了老薄皮的好事 自己也甭活了 于是众人齐心协力把二人救了出来 洛克尔不愤的说 他是我的 谁都别想带走 詹姆说 你觉得老薄皮是认为你的快乐更重要呢 还是把我安全的送回君临城更重要呢 洛克尔一看对方军头都想跟自己动手了 算了 这点事划不来 于是便放布雷尼跟詹姆一起走了 经历多年的苦难 詹姆终于再次回到了君临城 再次见到了他心爱的色候 当二鸭和贾昆分别后 就跟两位小伙伴一起北上去找老妈和老哥 途经一个森林的时候碰见了一帮兄弟会的成员 他们本是史达克老爹派去抓魔山的正规军 后来失败了 并且史达克老爹也死了 然后就沦为了一个民兵组织 在三岔河流域行侠仗义 其中比较重要的角色 就是这个满脑门都是抬头门的家伙 他叫索罗斯 他见这几个小孩手中拿的是兰尼斯特士兵的剑 就知道他们是从赫伦堡逃出来的 索罗斯想听听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就请着撒小孩吃了顿饭 其料在饭馆里 底下的兄弟会成员又抓到了猎狗 他跟二鸭可是认识他 二鸭想赶紧悄悄溜走 然后猎狗直接叫住了他 我天你们是怎么跟史达克家的姑娘搅合到一起了 全世界找他都找不着 然后兄弟会就不放二鸭走了 因为他们要亲自护送二鸭 而二鸭的小伙伴小胖则留在饭馆不想走了 老板觉得他的厨艺很赞 想让他当厨师 小胖便答应了 临行前小胖送给了二鸭一个狼型面包 只不过样子做的不是很好看 来到兄弟会的秘密根据地 领头人贝里登场 这货是个独眼龙 他在第一季中被老爹派去抓摩山时 有过很短的登场 并且演员也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他是第三季才出场的人物 兄弟会等人要审判猎狗 虽然他们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组织 但凡事都是依法办事 贝里指责猎狗残害弱小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证据 于是按照法律只能比武审判 可是猎狗是出了名的高手 谁能打得过他呀 贝里亲自上阵想要干掉这个祸害 只见他手中的剑瞬间燃起熊熊猎狐 而猎狗是很怕火的 所以打的时候就有点影响自己发挥 但他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一剑挥下去直接劈断了贝里的剑 又把贝里给劈开了 这也意味着猎狗将被无罪释放 二牙恼羞成怒 我要杀了你 下地狱吧混蛋 这时贝里竟开口说话 他会下地狱的 但不是今天 众人转头看向贝里 瞬间懵逼 这祸竟然伤口愈合又复活了 而将他复活的人就是索罗斯 索罗斯跟红毛女一样信仰光之神 这祸别的技能啥都不会 唯独会复活数 当然这其实也不是他的能力 而是光之神的能力 索罗斯对二牙说 我们会把你送到你哥那儿 然后也能要点奖赏 二牙说 那我就是你们的人质呗 拿我换钱 索罗斯说话不能这样讲 我们游击队也是需要用到钱的 二牙问 你们能不能复活一个掉了脑袋的人 索罗斯表示 很抱歉 不可以 被你说我非常敬重你的父亲 能复活他的话 我们早就复活了 但现在他已经安息了 一日红毛女来到兄弟会的地盘 那关于他跟老死的故事 先后续我再讲 这会儿他来这里 是为了带走小德利 二牙极力反对 小德利想加入你们兄弟会 你们怎么能把他给卖了呢 索罗斯说 红毛女是奉光之神的旨意来带人的 我们不能违抗 二牙觉得这兄弟会 就是个小人组织 唯利是图 他对这帮人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 晚上兄弟会成员在南边发现了一只兰尼斯特士兵小队 贝利又想去打劫人家 于是二牙更生气了 你们说好要送我回去的 现在又往南边去了 我啥时候才能见到我妈呀 你们就是一群骗子 说着二牙便跑了出去 贝利连忙派人去追 但在丛林中 二牙却被猎狗给抓走了 不过好在猎狗已经不是兰尼斯特家的走狗了 他之所以抓二牙 其实只是为了把二牙送给少郎主来换点钱花 跟兄弟会没啥差别 二牙说 我不信你 你是我见过的最坏的人 猎狗笑说 比我坏的人多了去了 我曾经还救过你姐姐呢 要不是我 你姐姐之前早就被一群脏臭的暴民轮奸致死了 你要不相信的话 将来你见了你姐姐 你可以问问他 二牙问 你至于要带我去哪 猎狗说去鸾河城啊 你不知道吗 你妈和你哥都在鸾河城 那么看到这儿 估计很多观众都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少郎主和史达克老妈 会又跑到鸾河城老瓦这儿来了呢 让我们把镜头挪到少郎主这边 当大军行至赫伦堡时 史达克老妈得知自己的父亲不幸去世了 史达克老妈的父亲是掌管奔流城的图利家族 也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大家族 于是少郎主便留下老薄皮留守赫伦堡 而自己跟老妈返回奔流城去给老爷奔丧 当葬礼举行的时候 史达克老妈的弟弟也就是少郎主的舅舅 要射一只火箭点燃远处的葬船 可是图利舅舅射了三箭都没射中 太丢人了 于是史达克老妈的叔叔 也就是少郎主的二老爷把功夺了过来 一箭就搞定了 这二老爷自幼与他哥关系不好 便离家出走了 另立门户人送外号黑鱼 黑鱼很看不上他的侄子 动不动怼他脸上说 你不要叫北京之王外甥 人家是你的国王好不好 就你打架的小城还好意思跟国王在这儿邀功 然后少郎主对图利舅舅说 我命你守城隐魔山出动 我便可以拒而兼职 而你却主动出击给我拿了个 根本没有任何价值的小城 还导致我们损失了上百个战士 图利舅舅连忙为自己开拓 那我还俘虏了俩兰尼斯特家的小孩呢 少郎主生气的说 你还好意思提那俩小孩 不就是老太的弟弟的曾孙吗 我亲妹妹在人手上 我都没向人求和 那你觉得老太会为俩小孩求和吗 图利舅舅自知犯下大错 只好向少郎主认错 这时卡什达克家的老瑞 冲进牢中杀掉了俩兰尼斯特家的小孩 他一直想给自己儿子报仇 但却一直没有机会 所以就迁怒到了这俩小孩身上 少郎主抓住行凶的人说 你们五个大老爷们儿 竟然谋杀了两个手无寸铁的小孩 老瑞说不是谋杀 是复仇 少郎主反问 那杀你儿子的是这俩小孩吗 老瑞说 要不是你妈放走了真凶 我也不会迁怒于这俩小孩 黑鱼实在看不下去 这人在国王面前顶嘴 所以给了他一拳 随后少郎主吊死了凶手 又亲手斩了老瑞 要我说 带军队确实得赏罚分明 但因为这点事 把老瑞给砍了 实在有点欠托 那你妈都犯判国罪了 你怎么不嫌把你妈给斩了呢 此去导致卡什达克家族 不再拥护少郎主 带兵离开了 少郎主迎面骤然减小 我猜这也是后来老薄皮 为什么要放走弑军者 想跟兰尼斯特家私通的原因 少郎主下一步想夺下凯严城 但苦于手头兵力不足 只好厚着脸皮送信 去求佛雷家老瓦的帮忙 老瓦派俩儿子前来交涉 说你都毁婚了 还好意思问我们借兵 我们父亲发话了 你不愿意娶我们家的女人 那就让你舅舅来 两家必须联姻 否则啥都别谈了 土利舅舅也知道佛雷家品种不好 不愿意娶人家的女儿 不过因为之前在军事上出过错 所以现在只能将功补过了 当晚少郎主跟他漂亮的妻子 行夫妻之礼的时候 借尼告诉他说自己怀孕了 少郎主大喜过望 这真是天降的大好事啊 十大客家后继有人了 随后一家人带着大队人马 前往卵河城为土利舅舅完婚 这老瓦也真够意思 把他最漂亮的女儿 献给了土利舅舅 土利舅舅一看 啊就长得可以啊 本来还不是很开心的他 瞬间喜上眉梢 欣然举办了婚礼 随后大家在喜上推杯幻展 所有人都开心的不行 酒过三云之后 黑鱼二老爷起身去外面上厕所 大家把新郎新娘请入洞房 然后下面人就关上了大厅的大门 这时史达克老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翻开老薄皮的衣袖 只见他里面还穿着铠甲 史达克老妈顿时明白咋回事 起身就伸了老薄皮一巴掌 老瓦的儿子见十几一道掏竹刀 上前就照剪尼的肚子连筒竖刀 少郎主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弩手射了竖剑 刹那间 吸上所有史达克家的封尘 猴残杀 少郎主爬到老婆身边 痛苦的把他抱在怀里 俨然以万念俱灰 只有史达克老妈到这个时候还不认输 他抄起刀就架在老瓦老婆的脖子上 说你放了我儿子 我发誓他不会向你寻仇 要不然我就杀了你老婆 老瓦淡淡的回了一句 那我就再娶一个呗 少郎主缓缓站起身 只叫了一声妈妈 似乎在说放弃吧妈妈 大势已去了 这时老薄皮走到少郎主 跟前一刀扎在了他的心脏上 老妈大叫一声 割开了老瓦老婆的脖子 随后老瓦的儿子又割开了他的脖子 哎呀 这场血色婚礼 真是看得我揪心不已 管了好久都缓不过来劲 猫姨的大情绪表演 简直出神入化 他的面部表情扭曲到 都不像他本人了 我甚至都能切身感觉到他的痛苦 在这之后 少郎主手下被斩杀殆尽 二牙还想去救老妈和老哥 但猎狗说太迟了 便把他带走了 随后老瓦手下还砍下了少郎主的狼头 把他缝在少郎主的身上侮辱人家 这位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败仗的战神 就这样领了便当 说起题外话 就是史达克老妈后来被人抛尸在河里喂鱼 电视剧中自此就没他啥事了 但是小说里 史达克老妈被贝里以命换命复活了 后来还领导了兄弟会专杀弗雷家人 也就是说小说中 史达克老妈是至今还没死的人物 不过后续会咋样 那就得看乔治老爷子啥时候能填坑了 另外就是弑君者评价血色婚礼说 简尼固然美貌 但还不至于美到葬送一个王国 还有一个小点 是黑鱼在这场婚礼上 因为上趟厕所而幸免于呢 自黑水弯之战后 小恶魔负伤 但老太从来没来看过他一眼 但小恶魔恢复差不多了 他便去找老太 好歹自己也有军功在身 怎么也得讨个说法吧 老太问你想要啥 小恶魔说我哥是御林铁卫军 他不能结婚生子 也不能继承家产 那能继承家产的也就只有我了 老太说你想要凯严城 别做梦了 门都没有 等时机成熟时 我会给你块封地 也给你个一官半职的 甚至还会给你个身份相匹的老婆 但是凯严城 你想都不要想 你这个害死母亲才出生的丑陋怪胎 要不是我无法证明你不是我的种 你连穿上这套兰尼斯特家的衣服 都是对家族的羞辱 现在你可以滚了 休要再提凯严城 小恶魔听吧 值得含恨离席 不过后来老太倒是真的给他安排了个一官半职 担任国家财政大臣 只不过这个国家的财政 其实就是个烂摊子 而前任财政大臣 小指头则被安排去跟古地疯婆子 也就是史达克老妈的妹妹完婚 另外玛格丽这边 他马上要嫁给小乔当王后了 所以他还真有点王后的样子 专门跑到贫民窟去看望贫困的孩子 赢得了不少民心 小乔对他也是非常的满意 不过玛格丽对小乔的为人知之甚少 这天邀请大压来见自己的奶奶荆棘女王 想问大压小乔这人到底咋样 那荆棘女王是高亭的实际领导人 有手腕有智慧 妥妥的一位铁娘子 这样的性格反而造就了他儿子 也就是玛格丽的父亲懦弱无比 大压很紧张 一上来当然不愿意食言相告 不过老太婆夸了几句 他们北方人有多实在 大压老是人的本质就暴露了出来 说小乔就是一个心理变态的怪物 荆棘女王一听这话 就知道自己孙女嫁给小乔必然是掉进了火坑 所以我估计他从这一刻开始 就已经不动声色的在心底盘算起 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随后小灵通来拜访荆棘女王 因为他得到情报 小指头此番离开军林城 去跟疯婆子结婚 会把大压也带走 现在史达科家基本上都死的差不多了 所以大压反倒成为北境各大家族 还算认可的领导人 换句话说 谁掌握了大压 谁就掌握了北境 那大压如果跟小指头走了 几乎等同于北境落入了小指头的口袋 这是小灵通万万不愿看到的事情 他来找荆棘女王 就是想让大压嫁给百花骑士 这样一来 既能破了小指头的阴谋 又能让大压这个可怜的姑娘 有个好归宿 那荆棘女王当然也非常乐意了 这对于整个提利尔家族来讲 无疑是一件好事 随后玛格丽赶紧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大压想看看她的意思 而大压一直都对百花骑士略带好感 所以也开心的同意了这桩婚事 这么一来可谓是皆大欢喜 果然当小指头来接大压走的时候 大压就有点不想走了 还美其名曰 我不想让你背负这么大的风险 万一你遭遇不幸 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其实不就是大压 你还是想嫁给帅小伙吗 你这点小心子 我看得是透透了 但是老太这只老狐狸 又岂会看不到这层厉害关系 他叫来色后和小指头乱点鸳鸯谱 硬要把色后嫁给百花骑士 而小恶魔则要取如花似玉的大压 这样对兰尼斯特家族来讲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老太真是为了家族煞费苦心 尽管他的儿女全都不愿意 但是谁让老太大全在握呢 色后和小恶魔也只得乖乖听话 接下来老太又叫来荆棘女王 只要把这个老太婆搞定 这事就算成了 荆棘女王一听老太的安排也不含糊 大压我是管不了 可我的孙子百花骑士绝不能娶色后 色后是漂亮 但是已经老了呀 是撒孩的娘 我们家百花骑士还是个小鲜肉 怎么能娶一个老玉呢 老太说你还敢嫌弃我女儿 就你孙子跟其他男人的夜间活动 我全都知道 我都没好意思提 你反倒挑肥减兽了 荆棘女王反驳道 哎呦那姐弟乱伦岂不是更可耻 于是老太干脆也不跟荆棘女王废话了 直接说你要是不让百花骑士跟色后成婚 我现在就把他任命为玉林铁位 他这辈子都不能再娶妻生子 到时候你们高婷没有了继承人 那就只能让小乔跟玛丽的后代来继任 那高婷自然也不会再姓提莉儿了 荆棘女王无奈只好默认了此事 后来小恶魔当着自己心爱的小雪的面 把这事告诉了大鸭 大鸭整个人都崩溃了 看着远去的小指头的帆船 恨不能把眼睛都哭瞎了 早知如此还不如跟小指头走了呢 现在自己竟然要嫁给小恶魔这个怪胎 到了晚上小恶魔为了安抚小雪 送给了他一条金链子 说我也不想娶他呀 我父亲硬塞给我的 我能咋办呀 小雪完全不能理解小恶魔的痛苦 说你父亲又没统治全世界 咱们跑到海峡对岸 过田园生活不好吗 小恶魔说跑那边我能干啥呀 咋耍吗 在这里我还能有点用武之地 跑那边我就废了 小雪生气的说 说到底我就是你的妓女 你现在厌倦了 所以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了 于是俩人不欢而散 几天之后小恶魔便和大鸭取行了婚礼 宴会上小恶魔喝得很醉 而小乔也真是同心未敏 一心只想着羞辱大鸭和小恶魔 伺候拦都拦不住 他要大家闹洞房 把大鸭扛到床上 并扒下人家的裙子 小恶魔直接把刀插在桌子上说 想闹洞房在你的婚礼上 你自己随便闹 你在我这儿闹 我就把你的小丁丁给切了 国王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 气得大吼大叫 老太站起身说 国王陛下你舅舅喝多了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闹洞房就免了吧 这老太一发话就没人不敢听了 于是小恶魔便把大鸭拉回了房 但是俩人并没有行夫妻之礼 小恶魔倒在沙发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 小雪便匆匆赶来收拾房间 其实就是想看看小恶魔 昨天晚上有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一看床铺 果然没有破处之血 就明白咋回事了 小恶魔这人是好色 但是他能管住自己的裤裆 不是对所有女人都好色 不像习恩 只要是个女的就能勾引得了他 对了习恩在这一季中被小波皮抓了 他在小波皮那受尽折磨 连小丁丁都被割了 以后想色也色不起来了 那关于习恩具体怎么受折磨的 我就不细讲了 总之一句话 咱不忍睹 我认为是全剧最惨的人物 没有之一 雪色婚礼事件之后 老太召开御前会议 小乔得知这事高兴坏了 他让老娃把少郎主的脑袋送来 因为他要在婚礼上 把少郎主的脑袋送给大鸭 也就是说 他开心不是因为他获得了胜率 而是因为他又有了一件 能够玩弄别人的事情 他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喜欢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 没教养的小屁孩 小乔摩说 大鸭现在已经不是 你想折磨就能折磨的人了 小乔说 我是国王 我想折磨谁就折磨谁 老太插话说 天天把我是国王挂在嘴边的人 都不是真王 将来我会慢慢教你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王子 小乔生气的对老太大喊 我爸推翻上个朝代 杀掉蜂王的时候 你还躲在凯岩城里呢 你凭啥教我 老太不说话了 只是用严肃的眼神看向他 现场所有人都懵了 要知道这是老博死后 第一次有人敢这样跟老太说话 随后老太轻轻的说了句 国王累了 此后把国王带回寝宫睡觉去 乔大帝大喊 我不累 老太说 大学士给国王准备点安眠药 让他好好睡一觉 然后此后就把小乔带走了 乔乔 这才是真正的有权有势之人 不怒自威 一会散去 老太留下小恶魔 对他说 史达哥家的男人都死完了 现在我只能任命老薄皮为北境守护 你赶紧跟大鸭造娃 等将来你们的孩子长大了 就能接替老薄皮掌管北境 到时候北境也是我们兰尼斯特家的了 镜头来到杨森骑士这边 他当时在黑水湾之战中并没有被炸死 得救后便返回龙石岛 去找自己的主子老使 红袍女说 要不是你当初劝老使不让我参加黑水湾之战 我们又岂会遭此惨败 你儿子也在战场上死了 不过还好他是被野火烧死的 这种死法是最纯洁的死法 杨森骑士听到这儿恼羞成怒 掏出匕首就想戳死红袍女 但是他被老使的卫兵拦住 老使把杨森骑士关进了监狱 后来红袍女受到光之神的旨意 要离开龙石岛 老使说 你是不是想弃我而去啊 红袍女说 怎么可能 我永远都会效忠于你的 老使拉住红袍女说 那就再给我生个阴影之子吧 我要杀掉小乔 红袍女说 阴影之子不是想生就能生的 你已经生不了了 不过我倒是可以去找个 有王族血脉的人来干这个活 于是他便去找小德力了 这是前面我讲到的 为什么红袍女会跑去找兄弟会的人 把小德力带回去 老使膝下无子 但有一个女儿名叫小林 只不过小林从小得了一种恶疾 灰灵病 还好就职及时 命是保住了 但却在脸上落下了伤疤 小林心地善良 跟洋葱骑士关系特别好 这天他带了本书来狱中看洋葱骑士 想把书送给洋葱骑士 以便他排解无聊 洋葱骑士说不好意思我不识字 小林说没关系 以后我天天来教你认字 后来慢慢的洋葱骑士认的字越来越多 就能自己看书了 这天老使来狱中看洋葱骑士 因为他的侄子小德力已经被红宝女带回来了 他知道小德力必死无疑 有点心生怜悯 所以来找洋葱骑士谈谈心 老使心情大好便把洋葱骑士给放了 便任命他为自己的首相 结果洋葱骑士一出狱 就偷偷把小德力给放走了 老使得知此事后 气得要杀掉洋葱骑士 洋葱骑士说 且慢 今早我收到守夜人那边发来的信件 说异鬼将至求我们速去北方支援 国王你还用得到我 老使这人有一点好 就是真把自己当国王愿意扛事 不像其他那些国王和领主 根本不把守夜人的话当回事 他就分得清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便放了洋葱骑士 令其为自己招兵木马 从第三季开始 女主角龙妈就一改之前的颓势 变得顺风顺水 走上了逆袭之路 首先是三条龙 已经长到可以自由在天空翱翔 并且自己也能抓神吃了 话说龙也喜欢吃熟食嘛 竟然还把鱼烤一烤 众人乘船前往奴隶湾的阿斯塔坡城 龙妈想在这里购买一些雇佣兵 作为自己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而这里盛产无垢者 所谓无垢者 就是从小要接受极为严苛的训练 还要被淹掉 他们无欲无求 无所畏惧 是非常出色的战争机器 老板是个光头奸商 操着一口瓦雷利亚语 她还以为龙妈听不懂她的语言 所以身边跟了个卷毛女翻译 看着牛的颜值就知道 她一定不会只是个群演 她名叫小黛 后面还有大量的戏份 所以需要记一下她的名字 这位女演员因全油而火 后来还出演了速度与激情七和八 不过龙妈其实会说瓦雷利亚语 光头奸商表面上笑嘻嘻的 但其实满嘴脏话 龙妈全都能听懂 龙妈问你有多少无垢者 光头奸商说有八千个 你考虑考虑要买多少 明天答复我 随后龙妈和乔拉来到码头 在这里碰见了一个小女孩 送给了龙妈一个木球 并示意龙妈可以把木球打开 而这时有个披着斗篷的人 上前打掉了龙妈手中的木球 只见从木球里钻出一只大蝎子 斗篷男赶紧用匕首把他插死 而小女孩则仓皇逃走 龙妈想要感谢斗篷男 对方摘下帽子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女王陛下 原来这人就是国王的御林铁卫队长老赛 之前小乔把他给炒鱿鱼了 然后他就跨过山河大海来寻找龙妈 乔拉评价他说 是七国上下最强大的战士 老赛单膝跪地说 我曾发誓保护你们家 而我却食言了 今天我再次宣誓 效忠于你绝不如使命 云使龙妈等于白捡了一元猛将 一日三人再次找上光头肩商 表示要把八千无垢者全买了 光头肩商笑说 你呀根本买不起 能买一百个都不错了 龙妈说我有龙 我愿意用一只龙交换你的无垢者 这下光头肩商就心动了 要知道龙长大之后 可是能顶得上十万大军 然后光头肩商还想用三只龙来交换 可龙妈咬死了就只能出一只 光头肩商说 那就要最大的那只 龙妈同意 说我还要你这位女翻译 你康慨一点一并送给我吧 光头肩商连犹豫都不带犹豫的 就把小代送给了龙妈 现在就领走 这种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从此小代就常伴龙妈左右 到了交易时 龙妈牵出自己最大的那条红色的龙 递给了光头肩商 而光头肩商则把指挥无垢者的鞭子 交给了龙妈 然后龙妈对无垢者下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杀死所有主人 光头肩商这才反应过来 大喊 我才是你们的主人 给我杀了那女的 但现在无垢者已经不听她的了 随后龙妈又让龙烧死了光头肩商 阿斯塔波城一时间变成了屠宰场 所有奴隶主被斩杀殆尽 等于龙妈没花一分钱 就把无垢者据为己有了 接下来龙妈骑在马上对无垢者说 你们之前一直都是奴隶 但从今天开始你们被解放了 谁想走谁现在就可以走 你们是自由之身 愿意留下的就为我而战 解放全天下的奴隶 说完无垢者没有一个走的 都愿意参加到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去 这些奴隶战士还一个个都挺有信仰的 接下来无垢者浩浩荡荡离开阿斯塔波城 中途休息的时候龙妈问 你们现在是自由之身 有没有选出领导者 然后大家就推举了一个名叫灰虫子的家伙 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无垢者总司令 从此他也变成了常伴龙妈左右的重要人物 大军下一站来到渊凯城 这里也是奴隶湾属地 不过这座城盛产的是性奴 虽然富的流油 但是军事武装力量太薄弱了 俗话说的好 富而不强 待宰羔羊 强拉队龙妈说 我们不需要渊凯这座城作为据点 但龙妈一心要解放天下所有奴隶 所以就下定决心拿下这座城 他派灰虫子前去送信 让奴隶主出城投降 否则大军一旦攻下这座城 所有奴隶主都得死 没过多久 渊凯城就派了个代表前来跟龙妈谈判 这位奴隶主说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大家何必要兵戎相见呢 我们渊凯人很慷慨的 只要你愿意带着大军前往别处 不来攻打我们 那这些黄金就都是你的了 说着下面奴隶就搬上来了两箱黄金 奴隶主接着说 还有更多黄金 我直接叫人搬到您船上了 龙妈说 那我也给你一件礼物吧 就是你的命 但前提是放走城内所有奴隶 如果你们拒绝的话 我就杀光你们 奴隶主一听这话 那就是没得谈了 不就是鱼死网破吗 我们渊凯城可是有很强大的盟友的 届时鹿死谁手还尤为可知 说不定将来你也是我们的奴隶 说完奴隶主就想带上黄金回去 不过龙妈的龙叫了两嗓子 对方就不敢拿了 龙妈说 送的东西还想要回去 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吧 于是奴隶主愤然离去 这对于他来说 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外交啊 啥都没谈成 还白给人送了那么多黄金 接下来龙妈让乔拉去打听 渊凯城的盟友到底是谁 然后乔拉就打听到了 是一个叫赤子团的拥兵组织 他们共有2000人 团长名叫梅罗 龙妈问2000人也能左右战局吗 老赛点点头 咱攻城 人家有地形优势啊 随后龙妈邀请了团长 和两位副团长前来谈话 这个梅罗满口脏话 明显就是一个大老粗 在他眼中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 他竟然让龙妈把衣服脱了 坐到他腿上 龙妈说你若是把赤子团送给我 我就不淹了你 说直言你们区区2000人 还想跟我的无垢者大军较量 简直是躺避党局 梅罗说数量更悬殊的战斗 我们也取胜过 所以别拿人数说事 龙妈再次苦口婆心 劝他归顺自己 可这家伙竟上手摸了 给他倒酒的小袋的屁股 龙妈有点生气 说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 梅罗不屑的说 你把你下体亮出来 给我看看值不值 说完梅罗起身离开 并且又一次打了小袋的屁股 龙妈这下彻底怒了 命令老赛在开战前先杀此人 团长三人回去后 梅罗提议想直接暗杀掉龙妈 于是搞了个抽签 看谁去干这个活 然后副团长达里奥 就抽到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到了晚上 趁龙妈洗澡的时候 达里奥冒充无垢者 闯入了龙妈的寝宫 但是达里奥处在那半天都不动手 只是默默的欣赏龙妈 龙妈问你怎么还不动手 达里奥说我不想杀你 龙妈又问那你团长岂会饶了你 达里奥摘下包袱 把其他两位团长的头倒了出来说 你可以问问他 原来达里奥白天的时候 一眼就相中龙妈了 他这人只为自己的喜好而战 绝不会为了团长发的那点钱 而豁出自己的性命 此番带头来想 只为赢得美人的芳心 他跪在龙妈面前向人发誓 他的一切都归龙妈了 自此他就成为了龙妈身边的一位男宠 等于龙妈这下又白捡了个赤子团 一日达里奥把冤凯成的布防情况 给大家说了说 他知道可以从哪潜入城中 到时候打开城门 与外面的军队里应外合 这样大军就不用硬攻城门 伤亡惨重了 于是龙妈同意了达里奥的提议 并让乔拉和灰虫子 跟他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 当夜三人悄悄潜入城中 不料却遇上了大体守卫 三人遂陷入苦战 龙妈在仗中等了好久 心里非常着急 而这时乔拉和灰虫子 还有达里奥一身血污的走了回来 达里奥向龙妈献上了城旗 我天这仨人竟然把冤凯成拿下了 后来冤凯成的奴隶们 纷纷出城迎接龙妈 他们高呼母亲 把龙妈当成了救世主 然后将其高高举起 以表记录 本来两周之前 还是一副烂牌的龙妈 连续上张 竟然稀里糊涂的就糊了 啥叫红韵当头 兵不血刃拿下冤凯成 确实维斯特洛大陆那边 你方唱罢我上台 也该让女主角崛起了 只不过男主角至今 还是没啥动静哈 好吧全由第三季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 也是评分最高的第四季了 当老太得知自己儿子詹姆回来之后 开心的命人 打造了两把瓦雷利亚钢剑 刚才取自史达克老爹的巨剑 然后赶紧送给了詹姆一把 另外一把则是作为小乔大婚的贺礼 詹姆收到如此贵重的礼物 自然也是非常欣喜 老太说 你现在只剩下一只手 无法继续担任御林铁卫了 不如回家替我统治凯岩城吧 詹姆说 别人都说我是弑君者 指责我背信其义毫无荣誉 而你现在又要我二次违背誓言 老太说 这你不必担心 我会让国王下令解除你的职位 詹姆说 别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不会去统治凯岩城的 老太文廷此言非常生气 如果当个护卫就是你的志向 那你就去吧 那詹姆之所以不想回凯岩城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原因 就是他最爱的姐姐 瑟厚还在君临城 那他又岂会离瑟厚而去 老太根本没有整队病根 若是把瑟厚也整到砍岩城的话 詹姆绝逼屁点屁点就跑回去了 瑟厚虽然也爱詹姆 只不过不像詹姆爱他那么深 詹姆只有瑟厚一个女人 可瑟厚的男宠却多得数不胜数 瑟厚在詹姆回来之后 只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找金匠给弟弟打造了一只假手 而詹姆想跟瑟厚亲热亲热时 瑟厚却推开了他 然后瑟厚就开始疯狂的埋怨詹姆 说你一下子失踪了这么多年才回来 并且还丢了一只手 你抛下我一个人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 老屎为城的时候 我差点死掉 而你在哪 当你回来后 你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詹姆解释 大姐你以为我愿意被抓呀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如何逃走 我为了再见到你不惜杀人 瑟厚冷冷的说 那你花的时间也太久了吧 哎 瑟厚这人真的是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永远只能看到别人对不起自己的地方 却丝毫看不到别人为自己的付出 詹姆在姐姐那碰了一鼻子的灰 心里非常不痛快的来见弟弟小恶魔 小恶魔用美食招待他 可他却丝毫没有胃口 然后詹姆不小心碰到了酒杯 他叹息自己现如今就是一个废柴 小恶魔安慰他说 不就是撒了点酒吗 詹姆说 你懂啥 我不能再战斗了 我的左手远不如右手那么灵活 我连自己的屁股都擦不干净 还怎么保护国王 小恶魔说 那你就练习呗 学会用左手战斗 詹姆有所顾虑 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自己不能战斗了 万一让天下人都知道 我现在连个普通人都打不过 那我还活不活了 小恶魔说 就这事 交给老弟我吧 于是小恶魔就把波龙推荐给了詹姆 俩人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海边练剑 波龙轻轻松松就打得詹姆毫无招架之力 詹姆咬牙切齿的说 要是我的右手还在 波龙打断他说 那你到这掌回来呗 别急急歪歪的像个娘们似的 波龙的嘲讽反倒激起了詹姆的斗志 从此之后 詹姆经常跟波龙相约至此 潜心练剑 另外一边 小恶魔在跟蒲从波德散步时 偶遇了小灵通 小灵通说 你老姐已经知道小雪的存在了 相信距离你老爸世道也不远了 而你老爸曾经发古话 下次再发现你跟妓女鬼混就吊死人家 你觉得他老人家发的狠话 有哪次是没做到的 小恶魔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他连忙去找小雪说明眼下情况 现在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切 会尽快送他到海峡对岸 可小雪根本无法理解眼下的危境 他执意不走 于是小恶魔只好昧着良心说 你就是一个给我提供肉体欢愉的技艺 现在我玩腻了 我不要你了 你赶紧给我走人 小雪温听此言 痛苦不堪 嚎啕大哭 只好伤心的跟着波龙走了 接下来小乔狗王跟小玫瑰 玛格丽的婚礼如期举行 开戏前 荆棘女王来跟大鸭说话 这里他说的话我们不必在意 但一定要注意看荆棘女王的动作 他帮大鸭捋了捋头发 又摆正了项链 那大鸭的这条项链 是前几天有个酒鬼专程来送给他的 原因是大鸭曾经救过这个酒鬼一命 小玫瑰以王后的身份宣布 散息后大家吃剩下的食物 将会分给城里最穷的百姓 此话一出众人纷纷鼓掌 而太后则生气的早上大学 是让她通知厨房说 宴会的剩饭都拿去喂狗 如果胆敢分给穷人 我就把你拿去喂狗 我擦这女人心肠也忒歹毒了吧 为了不让儿媳妇长脸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整部剧反派角色有那么多 但色后绝对是最招人烦 也最招人恨 可谓是集万千仇恨于一身的角色 紧接着小乔又安排出演了一场 由侏儒表演的舞台剧 内容讲的是武王纷争 小乔国王英勇斩杀其他造反势力 并且还抹黑其他各方势力 整场剧只有兰尼斯的家的人 看得很开心 当然除了小恶魔 而小乔更是笑出了六块腹肌 加人鱼线加诸教 百花骑士最先看不下去就走人了 其余人也是就像吃了一坨屎似的 看得别提有多恶心了 表演结束后 小乔站起来要打赏这几个诸儒 但是转念一想 席上还有一个诸儒没参与战斗 于是就叫自己的舅舅下场 与这几个演员诸儒打一场 那小恶魔又岂会在嘴杖上输给小乔 站起身说 黑水湾之战时 我上过一次战场已经足够了 不过他们的拙劣表演根本展现不出您当时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所以您这个时候应该下去表演 给大家展示展示 让众人们开开眼 小乔一听这话 气得直接拿着酒杯走到小恶魔身后 就把酒浇在了他头上 根本不顾自己国王的端庄形象了 小乔说 既然你不敢下场比试 那你就来当我的侍酒吧 过来给我倒酒 小恶魔只好上前去接小乔手中的酒杯 而小乔就故意把酒杯吊在地上 小恶魔压着火弯腰去捡酒杯 而乔大帝又一脚把杯子提走了 大压实在看不下去了 弯腰帮自己丈夫捡起了酒杯 小恶魔倒满酒递给小乔 然而小乔仍然不依不饶地命令小恶魔跪下 可小恶魔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就是不跪 就在这非常尴尬的时刻 瞎人送上了鸽子蛋糕 玛格丽赶紧打场 让众人把注意力都放到了蛋糕这边 小乔只好先接过酒杯去砍蛋糕 然后小恶魔挟大压想趁机离席 但他再一次被小乔叫住 小恶魔说自己衣服湿了需要回去换件衣服 小乔说你这样就挺好的 过来继续给我倒酒 然后小恶魔只好拿起桌上的酒杯递给了小乔 起量小乔这边刚喝完就开始咳嗽不止 刚开始大家还以为小乔只是呛着了 可小乔紧接着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玛格丽大喊他噎着了 荆棘女王大喊快帮吧这孩子 小乔走了两步倒在地上 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詹姆和瑟后率先冲到小乔身边 小乔你怎么了 只见小乔面色发情蹊跷流血 想说话却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 这时之前送大鸭项链的酒鬼趁乱带走了大鸭 小乔临死前把手指向酒杯 而刚好旁边的小恶魔把酒杯捡起来进行检查 此后发了疯似的大喊 是他干的 把他抓起来 他老婆呢 把他老婆也抓起来 老太赶紧下令封锁全城 不许任何人和任何船只出入军林城 然而大鸭还是在幕后黑手的安排下 顺利的坐上小船 被酒鬼带到了远处的一艘大船上 当大鸭上了大船之后 才发现接应他的人竟然是小指头 小指头直接命人把酒鬼射杀 大鸭大叫 你为何要这么做 他明明救了我 小指头说因为他是个酒鬼 他救你是为了钱 那他当然也会为了钱而出卖你 然后大鸭就跟着小指头走了 看到这儿想必大家也都明确杀害小乔的 就是小指头咯 然而他只是幕后黑手之一 没有人在军林城帮忙 他可做不来此事 镜头来到荆棘女王和玛丽这边 玛丽感叹自己克死了两位丈夫 荆棘女王说 或许你现在很不舒服 但你相信我看着小乔死 要远比你嫁给他好的多 玛丽问这有啥好的 我都当不上王后了 荆棘女王笑说 兰尼斯特家现在根本离不开我们家 连因是必须的 没了小乔你也会嫁给下一个国王 而下一个国王要比小乔好控制的多 那言下之意其实毒杀小乔的就是这个老太婆 他活了这么久早就活成人精了 还记得宴会前 荆棘女王来找大牙说话吗 有个他摘下大牙项链上的一颗宝石的镜头 一闪而过 如果大家不仔细看 根本不会发现 毒药就藏在这里面 当荆棘女王第一次跟大牙谈话时 得知了小乔的为人后 就算计好了一切 纵观小乔历来的种种行为 你要说有多恶毒吧 那也不至于 他就像一根脚屎棍一样 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势力 只是由于身份的原因被捧上了王座 就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均临天下了 到头来摔了个粉身碎骨 当然看到小乔的死 还真是有点大快人心 谁叫他太招人愤恨了 我只想送给这个没有教养 素以自己为宇宙中心的小屁孩一个字 活该 但苦止苦了小恶魔这个替罪羊 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幕后黑手的牺牲品 那么接下来他的命运又当如何呢 小乔死了之后 王位自然要落到他的弟弟 也就是托满拜拉贤身上 也就是瑟厚跟詹姆的小儿子 在小乔的葬礼上 老太就迫不及待的 开始教小托一些君主之道 根本不在意此时此刻 讲这些是否合适 在老太眼里只有大局观和家族利益 事后他来寄院找多恩亲王马泰尔 这个马泰尔是前些日子 从多恩赶来祝贺乔大帝大婚的 他们家跟兰尼斯的家 有着血海深仇 原因是两家之前打仗时 摩山曾经先奸后杀了马泰尔的姐姐 此番老太来找马泰尔 是想趁机拉拢多恩 化敌为友 之前伺候的女儿 就被小恶魔远嫁多恩 缓解了两家的仇恨 现如今老太还想 给马泰尔在朝中安排个虚职 以便多恩也能跟自己建立联盟 并且他还想让马泰尔 担任审判小恶魔的法官 以表朝廷对马泰尔的重视 但其实法官有三人 马泰尔只是其中之一 也就是说 他就算参与审判小恶魔 当年杀害自己姐姐的行为 是否有老太的受益 老太说 统帅不可能完全控制下属的行为 更何况是战士 我跟你姐姐的死毫不相干 但是我愿意帮你主持公道 听到老太的这番话 马泰尔直接把所有仇恨 都转嫁到了魔山身上 对了 魔山就是猎狗的哥哥 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吧 没有吗 魔山超级勇猛 非常残暴 就是脑子不太好使 猎狗脸上的疤就是他造成的 镜头来到小恶魔这边 扑从波德来剧中看他 他第一件问的事就是关于小雪的 波德说 杳无音信 小恶魔点点头 这是好事 波德把外界的情况给小恶魔说了说 审判他的人现在已经定下来了 第一个是老太 第二个是高亭公爵提利尔老爹 也就是荆棘女王的儿子 不过性格极其懦弱 为老太和老妈 马首是瞻 第三个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多恩亲王马泰尔 小恶魔问 最近有人跟踪你吗 波德说不知道 但是前两天有个陌生人 让他做伪证 拉小恶魔下水 他就能得到高官后路 只不过波德非常忠心 当然就给拒了 小恶魔说 软的不行 接下来他们就会来硬的了 你会因此而死的 你去找我哥 让他安排你离开军林城 接下来詹姆来到狱中见小恶魔 小恶魔知道这场审判 自己根本就得不到正义的裁决 色后肯定希望他即刻就死掉 现在就算元凶拿着铁证去自首 色后也会执意要杀掉自己 随后詹姆找色后 想劝他冷静下来 仔细强想 小乔不可能是小恶魔杀的 而色后觉得 詹姆完全是在包庇地里 他还想让詹姆离开军林城 无论天涯海角 也要去追杀大压 詹姆没有正面回答色后 因为他既不想执行这 昏了头的命令 也不想离开色后身边 色后一看詹姆不给自己卖命 便冷冰冰的说了句 你可以退下了队长 詹姆有点伤心 自己只要有一点不顺姐姐的意思 姐姐就以两人的爱情来制裁自己 然后他找到布雷尼 把自己心爱的瓦雷迪亚钢剑 送给了布雷尼 他说现在史达克老妈已死 没办法把史达克家的女儿 送回给他了 但是詹姆要布雷尼 继续遵守誓言 无论天涯海角 也要找到史达克家的女儿 并好好保护他们 而布雷尼只要一听到这种话 立即就会血液沸腾 他对詹姆说 我一定会找到他 为了史达克老妈 也为了你 看来布雷尼这个女强人 应该爱上詹姆了 临行前詹姆还让波德 作为布雷尼的随从 跟他一起上路 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波德 否则他肯定活不到 小恶魔开庭的那天 布雷尼虽有万般不愿 但也只好带着波德一起走了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审判日 证人一个一个的上庭 指证小恶魔曾经跟小乔关系 是有多么不好 而小恶魔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局势对他相当不利 休庭时詹姆赶紧来找老爹谈话 说你不就是想让我回凯严城 继承家业吗 只要你饶我弟弟一命 我就答应你 没想到老泰爽快答应 说待会给他定了罪之后 他申请去当守夜人 我就会同意 从此他离开军临城 离开我的视线 在长城度过余生 而你即刻脱下白袍 回去给我结婚生子 传承家业 我去老泰这算盘打的是真好 一石二鸟 所有事情的发展 都按照自己规划好的方向进展 詹姆瞬间明白啥回事了 可他也只能乖乖妥协 然后詹姆偷偷来跟小恶魔说 你待会会被定罪 但是老爹愿意让你去当守夜人 你管好自己的嘴 别乱说话就行了 紧接着庭审继续 可谁承想下一个出庭的证人 竟然是小雪 小恶魔看到他都惊呆了 而小雪却做了伪证 说少郎主死后大压闷闷不乐 小恶魔为了讨好自己的媳妇 两人合谋杀害了小乔国王 当马泰尔问到 你为啥知道这些时 小雪更是把两人之前 所有的亲密行为当庭公开 小恶魔听到这些痛苦至极 苦苦哀求小雪不要再说了 而小雪却不依不饶继续说下去 彻底激怒了小恶魔 然后小恶魔愿意招供 他恶狠狠地向在场所有听众说 我当初真不应该救你们 真应该让老屎把你们全杀了 我有罪 但是我的罪不在我毒杀国王 那不是我干的 我的罪比这大的多 我的罪就是我是个侏儒 虽然我没有杀国王 但我希望是我杀的 看着他死 比干一千个撒谎的妓女还要爽 我真希望我就是你们想象中的恶魔 我真希望我有足够多的毒药 把你们所有人都毒死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老太站起身 想把小恶魔押回狱中 然而小恶魔却来了句 我要求鼻舞审判 如此一来 小恶魔直接破坏了老太的如意算盘 本来事情都已经往老太想要的结果去发展了 干嘛又非得把人家的爱人也扯进来的 事后詹姆莱痛批小恶魔 你竟然为了一个妓女 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小恶魔冷静下来说 我知道我错了 可是刚才我听见他在那撒谎 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 不过没关系 波龙会为我出战的 詹姆说拉倒吧 这次的对手是魔山 没有人敢替你出战 但是小恶魔仍不死心的把波龙叫了过来 波龙说了一番相当现实的话 他现在只需要什么都不做 就能得到高官后路 而无论小恶魔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都不可能比老太和寺后开的条件更高 况且帮小恶魔的话 还要冒生命危险跟魔山决斗 这是个人都知道咋选吧 小恶魔彻底死心 如果没有人替自己上场的话 那就只能自己上了 但是自己上的话 魔山用不了三秒钟就能让他脑袋搬家 就在这万分沮丧之时 马泰尔竟然来狱中看小恶魔 他说小恶魔在婴儿时期 伺候就对他极其厌恶 有一次差点把他的小钉钉给拽掉 幸亏山姆及时制止了伺候 而马泰尔当时就在旁边看到了此事 他愿意替小恶魔出战魔山 因为他跟魔山有一笔老账要算 小恶魔听到有人愿意为自己出战感动坏了 很快时间又来到了决斗日 马泰尔喝了杯酒又亲吻了自己的情妇 便上场与块头巨大的魔山对打 只见他满面笑容信心满满 完全不把眼前的大家伙放在眼里 俩人一边打 马泰尔还一边说 你把我姐姐先奸后杀了 魔山数次向他拔起攻击 但马泰尔身法实在是过于灵活 紧接着马泰尔瞅准时机 刺伤了魔山的小腿 这魔山失去行动力时 又用长枪贯穿了他的胸膛 小恶魔和詹姆都非常开心 这下算是稳了 可马泰尔却完全不满足这样杀掉魔山 迟迟不给他来最后的致命一击 围着魔山走来走去说 你还没有承认你的罪行呢 你这个混蛋 结果魔山趁机抓住马泰尔 把他按在地上说 没错就是我先奸后杀了你姐姐 我把他的头打碎就像这样 说着魔山双手发力 就捏爆了马泰尔的脑袋 让你嘚嗚 随着马泰尔的死 小恶魔等于也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终结 然而当他在狱中等死之时 詹姆趁夜杀了护卫 救出了小恶魔 他说码头有条船开往海峡对岸 小灵童和我都安排好了 你赶紧走吧 小恶魔非常感动 说咱俩这一别 可能今生都再也见不到面了 詹姆紧紧拥抱了他 并护道永别 但是当小恶魔想离开密道之时 奇料他竟拐回头去了首相府 我实在想不清楚 为何小恶魔在逃命时 做出这种举动 当小恶魔来到老太的寝宫时 却看见小雪就趴在他的床上 我的天爷 二人一句话都没再多讲 便扭打成一团 小恶魔用他送给小雪的项链 勒死了小雪 想必这时的小恶魔也心如死灰了吧 为什么我的父亲要这样对我 他拿上墙上的弩箭 在厕所找到了老太 小恶魔说 你明知道凶手不是我 却还是给我判刑 我对小雪的爱就让你这样利用 害得我不得不亲手杀了他 老太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没打算杀你 你把弩放下来 咱俩有话好好服啊 那个妓女死了就死了呗 我又不会因为你杀了一个妓女 而给你判刑 小恶魔听到这儿 直接唰唰两箭 射死了老太 这个七国上下最有权力的老男人 也终于领便当了 他到此估计都没想明白 小恶魔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 竟然会为了一个妓女 打破协议在先 弑负杀军在后 接下来小恶魔来跟小灵通会合 躲到了大船上 当小灵通想返回自己的宅邸时 耳听着军林城的大钟突然敲响 以他的聪明才智 瞬间秒懂成立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也把心一横登上了船 坐在小恶魔的旁边 心说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我是救不了了 自打雪诺身中三箭 从野人那边逃回黑城堡之后 便疗养了一段时间 他也听说了血色婚礼的事 只不过雪诺身为守夜人 无法顾及家世 当他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之后 守夜人高管就开会审判他 想问清楚为什么他和野人扯上了关系 这里其实有俩雪诺的死对头 一个是光头史林特 他之前是军林城的护卫队司令 史达克老爹当年就是因为信任了他 可结果他却背叛了史达克老爹 导致老爹被杀 而他则成为色后的走狗 并因此升官发财 后来小恶魔在担任临时首相时 为了铲除色后的羽翼 就把他给革职了 并送到了黑城堡当守夜人 另外一个是索恩教头 现任代理总司令 这货一上来就跟雪诺不对付 这行李全都如实陈述 就连他跟一个野人姑娘 睡了一觉的事也说了 不是这事你要不提的话 谁知道呢 光头史林特和索恩教头 想以此处死雪诺 雪诺说曼斯现已集结了 十万野人大军 并且还有一支野人小队 也早已越过了长城 不久之后 他们就会里应外合发起进攻 你们有在这审判我的时间 还不如赶紧做好应敌准备 然后瞎眼老学士说 如果我们把所有睡过姑娘的守夜人 都砍头的话 那长城只能让无头人来防守了 于是他放走了雪诺 镜头来到临东城这边 现如今这里已是薄皮家的地盘 老薄皮带着他的胖老婆回来 这个胖老婆就是弗雷家的人 看看人家 为了达到联盟的目的 根本不在意媳妇的颜值 老薄皮得知小薄皮把喜恩给淹了 当时就恼了 喜恩的老爸现在还控制着北京几座城堡呢 我们本可以用喜恩去做交换 你可好 把人都给淹了 那还有个毛的价值啊 小薄皮说 我把他调教的很好 他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听命于我 说吧就让喜恩当着大家的面 给自己刮胡子 喜恩老老实实照做 然后小薄皮说 史达科家剩下的那俩小男孩 其实并没有死 如果北京人知道布兰还活着 很有可能会拥立他 喜恩听到这顿觉不对劲 为什么要拥立布兰呢 小薄皮对他说 哦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少郎主已经死了 我爸一刀捅到了他的心脏上 他的头还被砍了下来 喜恩当时眼泪差点喷出来 都怪自己当时的贪念害了少郎主 也害得自己沦落到如此地步 现在手中就有一把剔须刀 架在小薄皮的脖子上 喜恩痛苦两久 然后接着老老实实的 给小薄皮刮胡子 我去这不管换成任何人 估计都会豁出性命 也要拉着垫背吧 可惜喜恩已经完全失去了血性 老薄皮命手下洛克尔去黑城堡 找那俩史达科家的小孩 因为眼下他们家人 基本上都死绝了 俩小孩想要活命 应该只能去投奔史达科家的 私生子哥哥也就是雪诺 洛克尔立即奉命北上 另外长城以南的野人小队 到处烧杀劫掠村庄 其中有一个名叫Oli的小孩 他父母全都被野人杀害了 于是他跑到黑城堡 想让守夜人出兵剿灭野人 但是索恩教头认为 眼下做好防守工作更重要 贸然出兵反而会中了野人的圈套 这时外面吹响了一声号角 有队友回来了 大家赶紧出门看是谁 原来是雪诺的那帮死党 也就是忧郁的Eddie等人 当时总司令被叛徒杀害 那终于总司令的人和叛徒们 就打了起来 后来好的这拨人就被以小卡为首的叛徒们囚禁了起来 直到新田他们才逃回了黑城堡 他们说小卡霸占了老卡的老婆和食物 已经战山为王 是不会离开那的 然后雪诺申请出兵去剿灭叛徒 为总司令报仇 他说我之前骗野人说 咱们这有1000人防守长城 所以曼斯迟迟不敢发动总攻 如果曼斯发现了小卡那些叛徒 并施以严刑拷打 他们必然会把我们的实际情况告诉曼斯 我们根本防不住野蛮人的十万大军 只不过曼斯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赶紧先下手剿灭小卡 但是索恩教头非常固执 还是不同意出兵 一日 奥利小朋友和一些幸存者村民 作为新兵加入了守夜人军团 而洛克人就混在这群新兵中 当然他的目的是来找史达克家的那俩小孩的 然后光头史林特对索恩教头说 雪诺的威信越来越大了 如果你不想以后听他指挥的话 还不如让他去剿判 利用叛徒之手把他杀了 以绝后患 索恩觉得言之有理 于是叫来雪诺说 我经过深思熟利 觉得你昨天说的话很有道理 我想派你去剿判 但是我没有多余人手给你助阵 你自己找人吧 全凭个人意愿 然后雪诺在大家面前发表了一通不太感人的演讲 问有谁愿意陪自己走这一遭 忧郁的艾蒂等人 本来就是雪诺的死打 毫不忧郁的站起身力挺雪诺 另外还有一些零零散散 有血腥的汉子 站起身愿意追随雪诺 最后洛克尔也站了起来 我估计他也要去的原因是 反正黑城堡也没见到布兰和小弟 还不如出长城碰碰运气 然后这帮人就连夜来到长城以北 准备夜袭小卡 洛克尔先去侦查了一番 回来给大家说 他们总共有十亿人 并且喝的都烂醉如泥 杀他们简直如同砍瓜切菜 这伙人一听 那还等啥呀 上吧 随后两拨人便打了起来 洛克尔则趁乱找到布兰 等等 布兰咋会出现在这呢 那是因为布兰一行人之前 已经来到长城以北了吧 前两天他把意识转移到自己的狼身上时 看见了雪诺的狼 但他自己的狼却掉进了守夜人叛徒设下的陷阱里 大家想去救狼 结果全都被叛徒抓住了 后来洛克尔来侦查时就发现了布兰 当时不便下手 于是便回去把敌情透露给雪诺 等双方打起来的时候自己再下手 然而在他回去汇报敌情时 小卡带人前来 因为金虫上头想要强暴小梅 小剑说 如果你放了我姐姐 我就帮你一把 小卡笑说 小剑说我能看见一些未来发生的事情 那小卡当然不相信小剑的话咯 而小剑接着说 我看到你马上就会死了 此话一出外面就传来了一阵骚乱 看来是两拨人打起来了 小卡赶紧出门跟雪诺那帮人打架 然后洛克尔趁机走进来想要掳走布兰 不过他没跑出去多远 布兰就附在阿多身上 抓住洛克尔扭断了他的脖子 这家伙就这样领了便当 布兰等于变相帮詹姆报了剁手之仇 接下来布兰让阿多拿起洛克尔的剑去给大家松宝 布兰想喊雪诺跟哥哥相见 可小剑拦住他说 如果你这时跟你哥相见的话 他必然不会再让你去找三眼乌鸦 他铁定把你带回黑城堡 那我们之前的努力都会白费 于是布兰只好放弃了跟哥哥相见的机会 带上自己的狼便走了 而这一别怕是布兰再也享受不到相聚的愉悦了 很快叛徒们被雪诺这帮人斩杀殆尽 后来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还发现了洛克尔的尸体 竟然还为洛克尔悲伤了一会儿 紧接着雪诺的狼也终于回到了雪诺的身边 他高兴坏了 摸着狼说 我想死你了 哎 见到狼尚且能开心成这样 那要是见到了布兰还不得上天呢 随后雪诺带领大家回到黑城堡 这是索恩教头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 没想到那群叛徒简直就是一帮酒囊饭袋 连这区区几个人都没搞死 没过几天 曼斯还是带着野蛮人大军前来硬攻长城了 山姆赶紧把吉利和他孩子藏进地下室 然后转身就想出去上战场 吉利 吉利反对 说外面不需要你这里才需要你 山姆亲吻了吉利并向他保证自己不会死 另外长城以南的野人小队也响应大部队的号召去硬攻黑城堡 尤其是托蒙德和小悠表现的异常勇 这百十个守夜人虽陷入两线作战 一边要防守下面的黑城堡 另外一边还得在长城上防住想要翻越长城的野蛮人 双方打的是异常激烈 而光头史林特贪生怕死竟也躲进了地下室 跟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躲到了一起都不嫌丢人 与此同时巨人带着长毛象象直接拉断长城的闸门 雪诺赶紧派自己的好兄弟带上几个人去守住通道 万一通道洞开野蛮人大军就可以鱼贯而入 届时守夜人再也没有力量能挡得住他们 紧接着雪诺也吓到黑城堡与野蛮人小队开打 小悠看到了他 就在小悠犹豫着是否要射死雪诺的时候 他却被奥里一箭射死了 雪诺连忙上前抱着他 小悠说我们不应该离开那个山洞的 雪诺伤心的说我会带你回去的 然后小悠就死了 接下来曼斯由于并不清楚敌方实力只好止损 命令大军先行撤退 而野蛮人小队也被斩尽杀绝 只有托蒙德被活捉了 守夜人打赢了这场仗 忧郁的艾迪说别高兴的太早了 他们的人数依然是我们的一千倍 然后雪诺决定只身去到长城外面找曼斯面谈 山姆说你疯了吧 他们会把你剥皮抽筋扔进锅里煮了 雪诺说如果他们再发起进攻的话 我们照样会死 横竖都是死还不如放手一搏 于是他来到通道 看见自己的几个好兄弟和一个巨人死在了这里 看来他们没有辜负期望用生命守住了通道 雪诺把心一横已然将生死置之度外 抬起脚就坚定的朝野蛮人大军走去 那么他能否以一人之力扭转局势呢 承接上期所讲 雪诺举起双手走进了曼斯的大仗 曼斯说我真的很希望你是诚心加入我们的 可狗永远改不了吃屎 说好不吃了 结果一扭脸又跑厕所了 雪诺说你们打不赢这场仗的赶紧回去吧 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曼斯笑说你们的老底我都摸透了 我已经派了400个人去西边爬长城了 那边根本无人防守 长城今晚就会被我们攻破 雪诺一看自己的底牌都被人摸透了 索性就想跟曼斯拼了 但曼斯手下反应极其迅速 根本不给雪诺任何机会 然而就在这时野蛮人大军突然遭到袭击 曼斯说你竟然想偷袭我们 雪诺说怎么可能 你也知道我们人手不够的 这时镜头转到外面 只见密密麻麻大量的骑兵排列好阵型 包夹了野蛮人大军 野蛮人哪见过这种阵仗 瞬间被杀了个错手去 曼斯眼瞅着自己的手下被杀 大喝一声我投降 然后骑兵的统帅出现 你猜猜是谁 竟然是老史败拉行和洋葱骑士 他是怎么突然又拥有了这么多士兵 又突然天降神兵来到了长城以北呢 这咱又得拐回去说说老史了 之前洋葱骑士收到守夜人的求助信 老史还是很深明大意的 但苦于手头没钱没兵 也没办法去援助他们 于是洋葱骑士就想到了去铁金库借钱 这个铁金库位于九大自由贸易城邦之一的布拉佛斯境内 就是在厄索斯大陆那边 铁金库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投资银行 他非常有钱 但从来没有一个君王动过去打劫铁金库的念头 并且借的钱会想尽一切办法按时奉还 因为铁金库的实力非常强 如果有哪个领主敢不还钱 他就扶植这个领主的敌对势力 直至把这个领主弄死 也就是说一直保持中立的铁金库才是最大的赢家 老史和洋葱骑士来到铁金库向人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无非就是君临城那个国王 不是合法继承人 我才是 你们应该支持我 但是铁金库的人根本不在意谁才是正统 只在意谁的赢面更大 谁能带给铁金库更大的收益 铁金库随即拒绝了老史的贷款申请 洋葱骑士赶紧摘下手套露出断纸说 我之前是一个走私犯 老史国王赏罚分明 因为我的罪过斩断了我的手指 后来又因为我立了功而提拔了我 他正当盛年酒精沙场 而且到了还债的时候 绝不耍嘴皮子 可你们支持的小托 以及伺候那帮人 都是点啥人呢 为了铁金库的长远利益 你们难道不应该支持一个执行力更强的人吗 于是铁金库就被洋葱骑士说服了 其实铁金库之所以愿意出资支持老史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是 他们想给兰尼斯特加施加压力 你给我小心点哦 看到了吧 要不还钱的话 我分分钟就能扶植起来一方势力颠覆你的政权 随后洋葱骑士雇佣到了大量骑兵 买来大量船只 他们没有返回老家 而是直接去了东海望 从长城外面登岸 兵贵神速 这样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打着野蛮人措手 当曼斯投降之后 老史想让他下跪 但曼斯死活不肯下跪 然后洋葱骑士问雪诺 你谁啊 一个守夜人跑到野人营地干啥呀 雪诺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来意 老史说你父亲是一个可敬的人 如果是你父亲的话 他会怎么处置曼斯呢 雪诺说曼斯本可以折磨我 或者杀了我 但他没有这么做 我相信我父亲也不会杀他 而是把他关起来听听他的解释 于是老史就把曼斯先扣押了起来 接着老史带着部队去到黑城堡病 驻扎在了这里 而雪诺这时才腾出手 把小游带出长城火化了他的尸体 OK长城的危机解除之后 雪诺的故事线咱就先放一放吧 说说更北边的布兰 一行人牵男子在暴风雪里前行 小渐身子骨太弱了 姐姐小没想让他休息休息 可小渐坚持要继续走 然后批击他就甩倒了 来了去我们应该已经到了呀 这时布兰连忙喊他 快看就是那棵树 我在梦中见到好几次了 大家非常开心 经历重重困难终于到地了 于是一鼓作息便朝这棵近在咫尺的大树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 从雪地里突然钻出一只死人的手 拉住了小渐 大家想上前帮忙 但紧接着更多的死人从雪地里冒了出来 布兰赶紧附身到阿多身上 与死人揪手 小渐大喊 布兰你先救你自己 别管我们 说话间一个骷髅兵拔出匕首 就朝小渐的肚子上蒙戳了好几刀 小梅发了疯似的劈开了骷髅兵 可紧接着又有俩骷髅兵 朝毫无防备的布兰冲了过去 千军一发指引一个精灵之子 小精灵出现 扔了俩手雷 把这俩骷髅兵炸死了 小精灵说 你赶紧走吧 于是小梅忍痛杀死了小剑 结束了他的痛苦 然后拔腿跑走 而小精灵又补了一颗手雷 炸碎了小剑的尸体 为的是不让他也变成佛子 小剑真惨 全尸都没保住 随后大家进入到一个山洞内 这里有结界 骷髅兵一进来就会散架 小精灵说 异鬼驱动死人的力量在这里无效 快跟我来吧 他在等你 于是大家就跟着小精灵来到了三眼乌鸦面前 这是一个长在树里的人 感觉跟北欧神话里的智慧之神秘密尔好像 小梅求三眼乌鸦把自己的弟弟复活 三眼乌鸦说 你弟弟从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 明知是个死 但他还要来 他早已觉悟 然后布兰又问 你能治好我的腿吗 三眼乌鸦说 你永远都不能下地走路了 那我们千里迢迢不辞劳苦来找你有啥用来 紧接着三眼乌鸦说了一句 惊掉了我下巴的话 但是你能飞 我天 看来布兰以后的能力是要逆天了 真是有点小期待的嘞 那么他要以一人之力扭转整个局势了吗 我可以提前给大家泼一盆冷水 就是第四季布兰的故事线到这里结束之后 到了第五季 他连一个镜头都没有了 完全是一个被忽略掉的人物 也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会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提不到布兰了 哎 拜拜喽 那接下来咱把大鸦的故事线也补一补哈 小乔死后 他便跟小指头来到了古地英朝城疯婆子这 疯婆子看见自己外甥女儿来了 还假模假样的拥抱了一下 他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大鸦认识 那一个疯婆子教育出来的小孩能好到哪去呢 接下来咱就把这个小孩称为小疯子吧 小疯子把大鸦带下去休息 然后疯婆子就迫不及待的跟小指头啃了起来 原来这俩人老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奸情 还记得第一期我讲他老公 也就是前前任首相被人毒杀的事吗 疯婆子给史达克老妈写信说是兰尼斯特家人下的毒 但其实是他跟小指头合谋毒杀亲夫 并嫁祸给了兰尼斯特家 妥妥的潘金莲 疯婆子当即叫来一个神职人员 急不可耐的嫁给了小指头 他说我今晚要好好的跟我丈夫趴上一趴 我的叫声要传遍整个世界 令海峡对岸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于是果不其然 疯婆子当天晚上真的是严重绕兵 后来疯婆子又找上大鸦 质问他跟小指头相处的这段时间有没有那啥 大鸦当时都蒙了 怎么可能 人家还是个处女 疯婆子说你不要打小指头的主意 我会让你嫁给我儿子 哎哟也就你把他当成香婆婆 小指头送给我我都不要 一日大家用雪堆出来了一个临东城 小疯子走过来说 这座城怎么没有月门呢 我们来给他加个月门吧 说着就用手指戳翻了一座塔楼 大鸦说你把他弄毁了 我又得重做了 小疯子辩解到我没有弄毁他 我是在修整他 大鸦说推翻了可不叫修整 小疯子瞬间大怒 我没弄毁 抬脚就把雪城堡给踢了个西来 大鸦也恼了 直接给了小疯子一巴掌 然后小疯子哭着就跑走告妈妈了 这时小指头走过来说 那孩子确实欠管教 我都看到了我会替你说话的 大鸦挺感谢小指头的 然后俩人就聊了点无关紧要的话题 起料小指头越说越上头 竟忍不住亲了大鸦一口 这一幕刚好被疯婆子看见 但他却没有看见大鸦把小指头给推开的一幕 于是恼羞成怒的疯婆子就把大鸦叫到了大殿 他还打开了月门 难道这女的响 没错 他爱小指头已经爱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眼看疯婆子就要把大鸦推下去 关键时刻小指头出现 用性命发誓他跟大鸦没啥 并且他愿意把大鸦送走 疯婆子这才愿意松手 然后小指头上前抱住疯婆子 并安慰了一通 最后说了句 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就是你的姐姐 说吧 抬手就把疯婆子推下了月门 事后古地的疯尘召开了一场小指头的听证会 因为小指头说疯婆子是自杀 那大家也得问问他为啥自杀吧 疯婆子一死 等于古地的疯尘 在小疯子长大之前都得听命于小指头了 大家根本不相信这个外姓人 于是又叫来大鸦审问 因为他是现场的唯一目击证人 大鸦向大家表明自己的身份 然后说我们都知道我姨特别爱小指头 但是那天他看见小指头亲了一下 我的脸颊就醋意大发 他把所有人咒骂了个遍 小指头一直安抚他 但他一直无法冷静下来 最后生无可恋的他就从月门跳了下去 大鸦说的是生泪俱下 现场风尘当即就相信了大鸦的话 随后小指头又跟风尘商量 要把小疯子安排到别墅历练历练 要不然他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这一番骚操作下来 令小指头直接成为古地的实际掌权人 自血色婚礼事件之后 二鸦就被猎狗强行带走了 可他受不了猎狗身上的臭味 就想另起一匹马 猎狗说给你匹马 好让我唯一的财产逃走吗 二鸦很纳闷 怎么你之前从王宫都没带出来点宝贝吗 猎狗说我又不是小偷 做人要有点底线的好不好 二鸦说那我现在也没亲人了 谁还会愿意花钱赎我呀 猎狗说你姨妈在英朝城 他会赎你的 接下来二人来到一间酒馆 有几个士兵在这里吃饭喝酒 二鸦认出来其中一人曾经抓过他 并杀了他的朋友 关键是现在还拿着二鸦的戏剑 于是二鸦就直挺挺的走进酒馆 猎狗也只好跟了进去 其中一个士兵认出猎狗这个逃兵 就想抓他去领赏钱 然后这几个不自量力的家伙 就被猎狗给宰了 二鸦成功拿回了自己的戏剑 并且也如愿以偿单独骑上了马 接下来两个人在一条小河边休息的时候 碰见了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农场主 农场主老头问 你们俩在我的地盘干嘛呢 猎狗说你管我们干嘛呢 我站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地盘 二鸦赶紧向对方解释 请原谅我父亲这么不懂礼貌 他之前在战场上受过伤 并且我母亲也死了 于是他就变成了这样 老头接着问 你爸为哪个家族上的战场 二鸦脑筋飞速旋转 这要是说不好 立马就是敌对关系 然后说是为了图利家族 也就是自己老爷的家族 农场主老头一听此话 直接邀请俩人来家里做客 而这俩人到了人家家 也真是不客气 把人做好的大锅饭 恨不得全倒到自己的碗里 老头说你们知道血色婚礼吧 弗雷家犯下了滔天大罪 诸神一定会惩罚他们的 以前老图利统治这片地方的时候 哪会像现在这样 恶嫖变野 盗贼横行 现在在弗雷家的统治下 我们老百姓都快活不下去了 对了 看你这么雄壮威武 你能待到下个月再走吗 只要有你在这 盗贼肯定不敢靠近农场 猎狗问 你有钱雇我吗 老头说 我藏了一点私房钱 结果第二天 猎狗直接把老头的钱给抢了 还把人给打伤了 二鸦大喊 你这是干啥 他收留了我们 还给我们吃的 你竟然还抢人家的钱财 你说过你不是贼的 猎狗说 现在是了 他太弱了 自身难保 肯定活不过这个冬天 而死人是用不着银子的 二鸦大骂 你这是七国上下最坏的坏蛋 猎狗淡淡的说 我只不过是认清了现实而已 史达科家的人 要掉多少脑袋 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二鸦无奈 只好跟着猎狗走了 当二人来到下一个农场的时候 果然看见这个农场 刚刚被盗贼洗劫过 农场主老头身负重伤 奄奄一息 猎狗问 看样子你很痛苦啊 需要帮忙吗 老头的心脏 老头临死前 微笑着冲他点点头 这时有人突然从猎狗身后出现 咬伤了他的脖子 而猎狗反应迅速 直接扭断了那人的脖子 不是你想搞偷袭 竟然上牙咬啊 直接用剑他不香吗 而旁边就站着死人的同伴 并且手中就拿着剑 猎狗问 你想干啥呀 那人回 当然是拿你的人头去领赏钱了 二鸦一看这人还认识 之前他跟贾坤 被关在同一辆球车里 那时他对二鸦笑笑说 要用棍子捅二鸦的那里 猎狗问 这家伙也在你的死亡名单里吗 二鸦回不在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猎狗问 你叫啥呀 没想到对方老老实实的回答了 老罗 二鸦说 谢谢 然后直接用剑捅向了老罗的心脏 就这智商和神手还想杀猎狗 后来二人经过漫长跋涉 终于来到了英朝城 守卫问 来者何人 猎狗随即说明来意 然后守卫说 夫人三天前不幸去世了 二鸦听吧 哈哈大笑起来 这也算是感叹命运动人吧 怎么自己想投靠谁 谁就死了呢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姐姐其实就在城里 二鸦没进城就跟猎狗走了 两人漫无目的的 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但好巧不巧 他们竟碰上了布雷尼和他的仆从波德 这俩人是咋跑这儿来的呢 原来之前布雷尼和波德 在二鸦的同伴小胖的饭店里 吃饭时 无意间跟小胖搭上了话 布雷尼直言不会说 他在找史达克家的大女儿 小胖惊呼 就是林东城的史达克家的女儿吗 不也是 听说他们家都是叛徒 我们这儿不欢迎叛徒 布雷尼说 我曾宣誓效忠他母亲 一定会保护他们家的人 小胖一听这话 犹豫了半天 在布雷尼要走的时候 小胖还是忍不住追了出来 他说 我没见过大鸦 不过我见过二鸦 布雷尼半信半疑 怎么可能 自打史达克老爹死后 二鸦就人间蒸发了 大家都觉得他凶多吉少 小胖说 反正我上次见他的时候 他被兄弟会的人 准备送去奔流城 跟他妈妈相见 当时兄弟会的人 还俘虏了猎狗 如果将来你碰见他的话 请帮我把这个面包送给他 这还是一个狼型面包 而这次小胖做的 就比上次好多了 随后波德推测二鸦 现在有可能去英朝城了 因为眼下他也没别的亲戚了 布雷尼觉得言之有理 并且大鸦也极有可能在英朝城 然后二人就朝英朝城走去 显然他的推测是对的 在英朝城外 他们遇见了二鸦和猎狗 刚开始大家互相不认识对方 而波德倒是认出来了猎狗 布雷尼上下打量了一番二鸦 问莫非你就是二鸦 猎狗赶紧把手放在剑上问 你有何贵干 布雷尼说 我曾向你母亲发誓要带你回家 二鸦说 可我妈已经死了 我不认识你 你都不是我们北方的人 布雷尼解释了半天 可猎狗和二鸦根本不相信 猎狗说 你铁定被兰尼斯特家收买了 你的剑柄上都是狮子的logo 布雷尼百口莫辩 只能请求二鸦跟他走 他会带二鸦去安全的地方 猎狗说 天底下哪还有安全的地方 史大科全家都死绝了 布雷尼冲猎狗笑说 最起码我能照顾他 难道你能照顾他吗 猎狗认真的回答 我能 二人碎拔剑打了起来 这俩人的战斗力都非常高 来来回回打了好几个回合 最终布雷尼一拳把猎狗打下了悬崖 而二鸦也趁机躲了起来 布雷尼大喊着寻找二鸦 便慢慢走远了 然后二鸦现身 来到奄奄一息的猎狗身旁 他问猎狗你会死吗 猎狗说 除非现在从石头后面 蹦出来一个大夫 要不然我应该是死定了 没想到我竟然被一个娘们给打败了 来送我上路吧 二鸦面无表情的盯着猎狗 看了半天可迟迟不肯动手 最后他只是上前 拿走了猎狗的钱就走人了 死人用不着银子 其实我觉得 二鸦和猎狗的这对组合 还挺有意思的 只不过接下来 二鸦就只能独自上路了 他来到一个港口 本想乘船北上也去找雪怒 但船长说 他们要开往海峡对岸的布拉佛斯 二鸦这才想到 我可以去找贾昆洗舞呀 于是他掏出贾昆 留给他的硬币 船长一看这枚硬币 当即让二鸦上了船 二鸦终于如愿以偿的 朝布拉佛斯去了 接下来咱再看看 龙妈这边都发生了啥事 奴隶湾有三大主城 阿斯塔伯和冤凯以及弥林 前两座城现已被龙妈征服 现如今他又要向弥林进军了 而弥林的奴隶主 急剧挑衅的沿途 用定死的奴隶 给龙妈指明方向 似乎在说 弥林城就在前面 有胆就来攻城吧 龙妈虽带着怒火和大军 开到了弥林城外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龙妈的男宠 达里奥换演员了 达里奥上来就斩杀了 对方出城挑衅的骑士 然后龙妈下令 用投石器把之前解放的奴隶的镣铐 都投到了城里 奴隶们看见这东西 内心不免都起了反应 到了晚上 灰虫子带人潜入城中 与奴隶们见面 他还把武器分发给奴隶们 让他们为自由而战 于是奴隶主 纷纷被起义的奴隶杀掉 龙妈轻轻松松 便拿下了弥林 然后他还下令 把奴隶主都钉在架子上 以表回敬 至此龙妈算是彻底征服了奴隶文 而刚好这时候 维斯特洛大陆那边 又传来了小乔国王的死讯 龙妈认为 这是攻下七国的绝佳时机 老再认为 大军可以乘船 从黑水河突袭军林城 而乔拉说 即便攻下军林城又当如何 我们只有一万的兵力 不足以征服整个大陆 况且冤凯城的奴隶主 发动政变 已经重新控制了城市 而阿斯塔坡也有人自立为王了 我们的无垢者 一撤走他们就会反 龙妈想了想说 这时候确实不能去打 维斯特洛的主意 如果我连奴隶湾都统治不好的话 还怎么统治七国 接下来龙妈便开始处理各种政务 没有治国经验的他 被琐碎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 俗话说 打江山容易 做江山男 看来龙妈急需一位 会处理正事的人来辅佐自己 有一天 有个小奴隶给老再送来了一封信 这是曾经乔拉跟 维斯特洛大陆那边的联络信 还记得早期节目 我曾讲过乔拉接近龙妈的 真实意图吗 他是被派来暗杀龙妈的 但后来被龙妈的魅力所吸引 就倒向了龙妈 老再把信拿给乔拉 乔拉想去给龙妈解释 但老再说 你不可能再有机会单独见他了 随后龙妈便召见了乔拉 乔拉说 这是对方的离间计 你可不能上当啊 而龙妈才不管这些 说你一开始就背叛了我 于是他生气的把乔拉给撵走了 哎 就这心胸 在我国三国时期 曹操就在关渡之战后 烧掉了手下人与袁绍的私通信件 几千年前的人都明白要宽带手下 你们谁曾经想背叛我 我绝不秋后算账 而选择既往不救 这样人家才肯全心全意为你卖命啊 真是一点政治手段都没有 接下来龙妈的龙也惹了不少事 对了 这三条龙分别是用龙妈最亲近的三个男人来命名的 老大卓耿纪念的是自己的老公卓哥 老二雷哥是纪念自己的大哥雷家 那老三小伟就是纪念自己的二哥小伟 其实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 只不过为了区分龙和人 所以故意翻译不同而已 现如今大龙卓耿烧死了个小孩 而飞走了 龙妈无奈为了不再伤人 只好把二龙三龙靠起来关进了地下室 OK第四季到这里就讲完了 你认为谁有能力来帮龙妈解决这些琐碎的证物呢 小恶魔在空间狭小的箱子内待了很久 好不容易到了海峡对岸 从箱子出来之时 脸上已长满了胡子 不过我觉得他有胡子反而更好看一些 生无可恋的小恶魔整日饮酒混吃等死 小灵通说如果你想自杀 有的是比喝酒更快的方法 小恶魔说可惜我是个懦夫 不想死的那么快 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救我 小灵通说当然是为了拯救天下黎民 而这需要有识之士来帮忙 你有你父亲的政治直觉 却又不像他那么残暴 你能运筹帷幄建立起一片不欺压弱者的天地 小恶魔说可惜我现在已无用武之地 小灵通说别这么悲观 不如我们先去迷林 见见龙妈再来判断你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吧 然后俩人就一起上路了 但是周车劳顿 小恶魔在车上憋坏了 他非要下车去城里逛逛散散心 小灵通说你姐姐现在可是下重金通缉你 要是被人发现你就死定了 小恶魔说我现在距离金陵城千里之遥 谁认识我呀 于是他不听劝的还是跑下了车 刚准备逛个窑子 起料乔拉正好在这儿 他之前被龙妈撵走之后便流落至死 于是乔拉就绑走了小恶魔 那他之所以绑架小恶魔 就是想把一个兰尼斯特家的人 送给龙妈以得到龙妈的宽恕 为了能再回到龙妈的身边 乔拉也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他带着小恶魔走水路 而小恶魔还以为对方是想抓自己回君陵城 但是一看这个方向也不对啊 乔拉说我是带你去见龙妈好不好 小恶魔哈哈大笑 你这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 本人刚好就是要去找龙妈的 乔拉不相信 一个死对头家族里的人找龙妈干嘛 小恶魔说当然是为其效力了 你如果见过我姐姐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不过你为什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啊 乔拉莫不作声 哦我想起来了 你是被派来监视龙妈的 肯定人家发现了 所以就把你撵走了 现在你想抓我回去邀功对吧 乔拉心说这货推理能力还真强 二人在抵达一片废墟的时候 大龙啄梗从天空飞过 小恶魔当即惊掉了下巴 我的天 别人老是疯传龙妈有三条龙 我还以为是邀传呢 这个庞然大物要是出现在战场上 谁能视其对手 连打都不用打 就能直接把敌军的胆子吓破 可就在小恶魔惊讶之际 一堆得了灰灵病的人突然攻击了他们 乔拉大喊 别让这群市民碰到你 那这种皮肤病传染性极强 只要碰上病菌就会逐渐覆盖全身 最终使人变成一只极具攻击力的行尸走肉 小恶魔为了躲避攻击跌进水里 乔拉也不知道怎么击退了市民 反正屏幕一黑 他就把小恶魔给救上了爱 可乔拉的小臂已经有了感染病菌的迹象 接下来两人只能腿着往迷林走 但刚走没多远 这俩人就被一票奴隶贩子给抓了 他们想把高个子当个苦力卖掉 然后把诸如的小丁丁切下来 当个补品卖掉 因为当地有诸如的小丁丁能补肾的说法 小恶魔大喊 等一下 你要是把我的小丁丁切下来 那买家怎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诸如的呢 你不如先找好买家 再当着人家的面切呀 对方一听 言之有理就给带走了 不得不说小恶魔脑子是真好使 危难时刻还能想出这样的缓兵之际 然后乔拉又说 我曾一对一干掉过一个雪蒙味 你把我卖到奴隶湾 比把我当成一个苦劳力卖掉 要赚的多的多 于是这群人就把二人带到了奴隶湾 在拍卖市场 有个买家用20枚金币买下了乔拉 这下小恶魔急了 请把我也给买了吧 我也是个很厉害的战士哦 此言一出周围人哈哈大笑 然后小恶魔把一旁毫无准备的家伙痛揍了一顿 买家觉得这小矮子挺逗的 于是就拿了点零钱把他也给买了 只为图个乐 很快二人就被送到了竞技场 这里的人就跟决斗士似的 接下来就得真刀真枪的互杀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龙妈也在观众席上 他怎么亲自来观看这么血腥的比赛了呢 原因是就在前不久 一些归顺龙妈的奴隶主派代表来跟龙妈交涉 他们愿意一切都遵照龙妈的指示 但龙妈也得让当地的习俗保持下去 奴隶制可以废除 但习俗不能废 重新开放竞技场是首当其冲必须要做的 要不然奴隶弯将会永远暴乱不止 龙妈当然拒绝了 他无法做事人类互杀的传统继续下去 很快城里就出现了暗杀无垢者的叛乱事件 然后大家开会商量对策 奴隶代表对这些凶手深恶痛绝 觉得这些人就是想恢复奴隶制才这么做的 应该直接连同所有奴隶主处以急刑 彻底斩草除根 而老赛在会后对龙妈说 法律高于一切 所有人都应该先经过审判才能依罪执法 当年疯王就是谁提出反对自己的想法 他就会烧死谁 治国完全是看自己的心情肆意妄为 所以最终他给坦克利安家族带来了毁灭 如果我们现在凭自己的意愿制裁别人 而不是通过法律 那我们与疯王又有合议 这话说到了龙妈的心坎里 他决定所有嫌犯都应该经过司法程序依法定罪 但是愤怒的奴隶们却背着龙妈私自把犯人们给杀了 这下龙妈彻底恼了 你不能因为我解放了你们 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于是他审判了奴隶代表并将其当众斩首 现场的奴隶们立即对龙妈展现出浓浓的敌意 然后奴隶和奴隶主阵营不打了起来 现场一片混乱 龙妈只好先行逃走 后来奴隶主代表再次向龙妈提起开放经济场事宜 他认为只有让当地习俗保持下去才能少一些暴乱 而少一些暴乱就会少一些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可龙妈依然坚定的拒绝 紧接着一些叛乱者毫无顾忌的在城中开始打游击残杀无垢者 龟虫子也在巡逻中陷入了危机 这时老赛刚好经过 他赶紧拔剑来支援灰虫子 然后灰虫子得救 但老赛却战死了 龙妈见到老赛的尸体后 怒气直直接爆表 他把一群奴隶主带到自己的龙跟前 看龙的心情想烧死谁就烧死谁 不过这件事之后龙妈也很纠结 就找来小代问对于此事的看法 小代说我也不知道 但老赛在的话 他一定会说国王手中的大权不是用来泄私分的 政治是要有弹性的 于是龙妈亲自来到狱中释放了奴隶主代表 并且同意尊重当地习俗开放竞技场 并且他还要嫁给这个奴隶主代表 想通过联姻的手段来达到安抚奴隶主的目的 当竞技场重开之时 奴隶主代表邀请他来现场进行观摩 于是就恰好碰到了乔拉 乔拉在场上干掉了所有人 然后对龙妈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 可龙妈并没有打算原谅乔拉 命手下将其压下去 然后小恶魔走了出来说 我是兰尼斯特家的人 我就是那份礼物 龙妈随即开始审问小恶魔 就你家族对我家族所做的一切 你告诉我一个我不杀你的理由 小恶魔说你想报复兰尼斯特家族吗 我就是史上最出色的兰尼斯特杀手 老太都被我射死了 龙妈说好吧 这确实是一个我不杀你的理由 但这不是我用你的理由 我凭啥要用一个谋害至亲的人呢 小恶魔说因为你需要有人来帮你治理国家 如果你将来想跨海去统治维斯特洛的七国 那你就需要一个对那边无比熟悉的人 而我恰好在那边当过临时首相 并且我干的还不错 若你真是一个贤明的君主 我可以为你出谋划策 龙妈说行啊我用你 那你先告诉我 我该如何处置乔拉呢 当时我可是说的清清楚楚 如果他胆敢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必杀之 小恶魔说无论乔拉在刚接触到你的时候 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但现在我敢肯定的是 能像他如此这般效忠于你的人没几个 于是龙妈没有杀乔拉 而是再一次将其撵走 事后龙妈和小恶魔促膝长谈了很久 龙妈决定启用小恶魔 小恶魔看出龙妈现在最大的难题 就是失去了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 光靠平民拥戴的王位是坐不稳的 中层导向才是关键因素 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 大家非常熟知的人就是王莽 王莽跟龙妈一样也是有非常先进的思想 想要改革想要解放奴隶 恨不得一夜之间把世界变成美好的天堂 但是锐意改革不顾当下时局 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中央大臣地方豪强 没有一个人愿意真心实意为你干活 你党人踩路如同杀人父母 到头来只落得了一个脑袋被搁下来 当球踢的悲惨命运 所有的政策都要讲究一个可行性 而不是一拍脑门就做决定 扯远了 总之没过多久 龙妈在一个大型竞技场再一次观摩了这种血腥的活动 虽然内心不高兴 但这也是为了与民同乐 而乔拉再次上场杀敌 起料彻时 观众席上突然爆出来许多戴面具的家伙想要行刺龙妈 龙妈的未婚夫也就是奴隶主代表 被当场杀死 乔拉与众护卫赶紧上前保护龙妈 奈何刺客人数太多 将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危难关头 卓耿喷着火焰飞了过来 然后带着龙妈就飞走了 众人逃出来之后 久久不见龙妈回来 于是乔拉就和男宠达里奥想一起出城去寻找龙妈 小恶魔也想一同前往 但达里奥说 你还是留在迷林 帮女王把这个烂摊子先制雷好吧 这样你才能证明你自己是个有用之才 小恶魔只好留了下来 没过多久 小灵通也到迷林了 二人终于可以齐心协力 为国为民做点正事了 镜头来到龙妈这边 卓耿受了伤飞不动了 龙妈只好独自往回走 结果他遇上了一群游牧民族 强行把他给带走了 从第五季开始 雪诺的戏粉越来越多了 不过作为男一发迹的真是太晚了 这天老使把他叫到长城上 向联合野人一起攻下北境 只要野人肯宣誓效忠自己 老使愿意给他们发良民证 雪诺说这不可能啊 他们的膝盖不会打弯的 绝不会向任何人下跪 老使说你先去找曼斯商量商量 他不下跪就烧死 于是雪诺只能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来找曼斯 可没等雪诺开口 曼斯就已经知道 他来找自己所为合适了 曼斯说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的知道 人的身躯只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雪诺一看那就是没得谈了 到了晚上曼斯被绑在火星柱上 要知道被火慢慢烧死 是最痛苦的死法之一 雪诺实在看不下去 如此这般折磨一个人 于是他鞠躬射箭 直接送走了曼斯 以结束他的痛苦 一日老使又召见雪诺 说野人不归顺自己也就算了 就连北京各大家族 也不愿归顺于我 雪诺说北京人脾气执拗 跟野人有点相似 他们只认可自己人 杨松其实说 你们今天要选新的总资令了 索恩教头胜出的可能性很大 一旦他当家做主 你想想你以后的小日子该咋过 人家非得折磨死你 老使接着说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在这吃苦受罪了 北京人不是只认北京人吗 那好 你只要宣誓效忠于我 从此刻起 你就进史达科了 我会封你为临东城公爵 届时北京各大家族自会来头 你也有机会夺回自己的家园 并且为家人报仇 这话说了雪诺心动不已 他找好朋友山姆商量 这可是自己从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山姆说这是好事啊 一个是待在这苦寒之地的守夜人小兵 一个是舒舒服服 有权有势的临东城公爵 那你还考虑啥呀 是个人都知道咋选吧 但是雪诺还是想拒绝老使 因为他想坚守自己守夜人的誓言 紧接着瞎言老学士让大家提出几个总司令候选人 索恩窍口肯定是没跑了 还有一些其他无关紧要的候选人就不一一介绍了 最后山姆说雪诺也有资格竞选总司令 他作战有多英勇 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 之前他孤身一人明知是死 也要去跟曼斯谈判 并且他只带了几个兄弟就为前任总司令报了仇 而前任总司令生前也极为看好雪诺 所以他应该才是毋庸置疑的人选 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 只不过到了最终唱票的时候雪诺跟索恩打成了平手 然后瞎言老学士把自己的遗票投给了雪诺 于是雪诺就成为了守夜人总司令 后来他重新给大家安排了人事任命 不计前嫌的雪诺还给索恩教头安排为首席游骑兵 他给光头史林特安排去重建灰城堡 但是史林特还不愿意 其实要我说这个活还是很适合他的 毕竟他那么胆小去做点建筑工作 总比上战场当逃兵强吧 可史林特出言不逊完全蔑视总司令的命令 雪诺问你确定你要抗命吗 史林特说把你的命令塞回你的菊花里 雪诺立即命人压他出去到刑场上 在宣判他死刑的时候史林特彻底怂了 我知道错了 总司令大人请宽恕我吧 以后我唯命是从 但是雪诺手起见落还是砍掉了他的脑袋 这也算是变相替史达克老爹报了仇吧 接下来雪诺在内心又筹划了一件大事 但他也不知道此事到底该不该做 于是就跑来找瞎言老学士询问 瞎言老学士连问都不问究竟是啥事 就支持雪诺去做 因为他知道雪诺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也是当初他把票投给雪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啥大事呢 他想跟野人联盟 要知道双方可是仇视了八千年之久 于是雪诺来找老托 说我想放你回去集结所有野人 到时候我会打开长城大门 让你们的人都进来 我也不需要他们向谁下跪 我只想在异鬼大军来袭之时 我们能并肩作战 老托说跟你们并肩作战 我们宁愿被异鬼杀掉 雪诺说你们这些战士愿意复死 当然没问题 可你们的老弱妇孺呢 异鬼一来那就是灭种之灾 就因为战士的孤傲不愿意讲和 就葬送掉所有的孩子和老人 你觉得这样复死很英勇吗 这时候不顾大局 不肯讲和的人才是懦夫 老托被雪诺说动愿意一事 但是他要求雪诺跟自己 一起去长城一北当面跟大家说 才有可能说服大家 好不容易做通了老托的工作 接下来雪诺又要做自己人的工作了 大家听到雪诺的决策 纷纷表示反对 雪诺说咱们现在不跟人家讲和 将来人家就会死掉 跟异鬼大军一起来攻打我们 大家觉得我们是战友多一些好呢 还是敌人多一些好呢 于是大家展开激烈的讨论 奥利对雪诺的决定非常不满 因为他的父母在不久前才被野人杀害 他是绝无可能跟野人站在同一阵营的 接下来老使带大军拔营 离开了黑城堡 因为领东将至万一大雪封路 想再攻下临东城就太难了 而雪诺则亲自带队和托蒙德一起前往长城以北 他这边刚一走 瞎眼老学士就快不行了 迷流之际他让山姆南下去学习 考个学士学位回来 山姆当个学士 可比当个战士更有加持 交代完事老头子就死了 大家火化了他的尸体 说回雪诺 他一来到野人的阵营 大家都想把他生吞活泼了 托蒙德直接把唱反调最厉害的海谷之王当众敲死 这下所有人都闭嘴了 然后他集合各个部族的酋长开会商量 雪诺把之前的一套说辞又讲给了大家 再加上托蒙德为雪诺做了担保 大多数酋长都同意了雪诺的提议 反正过不了长城是必死无疑 如果过了的话 兴许还有一线生机 只有一个特别愁的家伙 宁死不走 唉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 随后大家把愿意走的野人 慢慢送上船向南迁移 但就在这时 异鬼大军突然来袭 那正是山呼海啸 敌人数量数不胜数 所有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雪诺连忙组织守夜人去抵挡死人 给野人部落争取逃命的时间 刚才那个死轴死轴不肯走的家伙 上来就被异鬼杀了 雪诺用瓦雷利亚钢剑斩杀了一个异鬼 可是这完全无济于事 那些死掉的人过不了多久 就会活过来成为新的敌人 人类阵营越打越少 人家越打数量越多 怎么可能打得过 大家也顾不上掩护了 谁能逃命谁就逃吧 后来雪诺带着剩余的生还者 来到了黑城堡 他对山姆说瓦雷利亚钢也能杀死异鬼 可是瓦雷利亚钢太稀少了 而龙金石更是少之又少 想要对付异鬼 那肯定必须要有更多能对付异鬼的武器才行 山姆说我在这也帮不了你 你安排我南下学习考个学士吧 如果我能学会医术和一些策略的话 才能真正帮到你啊 这也是老学士的遗愿 于是雪诺就给了他一辆马车 让他带着吉利和孩子离开了 接下来咱再拐回头来说说老史 他的大军行至半路就遇见了大雪 士兵和马匹被冻死了不少 食物也不够了 甚至有一个团直接全团500人当了逃兵逃走了 这还打个屁的仗啊 杨虫骑士劝老史 要不然还是回黑城堡等冬天过去再说吧 老史说你当咱们这个世界是地球啊 冬天几个月就过去了 咱们这儿冬天动辄了好几年 你让我再等上好几年 我都老了 你的体验不可能 我是无论如何都要拿下临冬城的 杨虫骑士告退后 红袍女对老史说有时候只有牺牲才能换得胜利 老史说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国王的血脉 能够献祭给光之神了呀 红袍女说谁说的 我们有啊 你女儿不就是吗 事到如今你是想要你的女儿还是想要胜利 老史最陷入左右为难 一日他命洋葱骑士去黑城堡借兵借粮 当然他知道极大概率是借不来个啥的 此举只是为了支走洋葱骑士 因为老史已经决定要献祭自己的女儿了 如果洋葱骑士在的话 他就算拼上性命也会极力反对 带洋葱骑士走后 老史就把自己的女儿送上了火刑场 而老史的老婆本是一个光之神的虔诚信徒 他的父母被烧死的时候他都没反应 但这次轮到自己女儿的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想要救女儿奈何老史决心以下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儿被活活烧死 不过这光之神好像还真有点作用 随即冰雪就融化了 大军又可以开拔了 只是老史的老婆也上吊自尽了 那一瞬间红袍女貌似意识到了什么 竟然私自离营出逃了 而老史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明知道自己的军队数量又少士气又低 可他还是硬着头皮向林东城发起了进攻 结果守林东城的小薄皮不费吹灰之力 就击溃了老史大军 受了重伤的老史只能靠在树上慢慢等死 而这时布雷尼竟出现在了老史面前 至于他是怎么到这来的 我回头再讲 布雷尼向其表明自己的身份 他问当年杀死蓝里的影子是不是你派的 老史直言不讳 确实是我做的 动手吧 履行你的职责 于是布雷尼终于为自己的第一位主子 报了血海深仇 老史终于领了便当 其实老史这个人说一不二赏罚分明 也算是个证人君子吧 只不过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而且也太相信红袍女了 所以我觉得他就算是个证人君子 那也是个心里变态的证人君子 另外一边 杨同骑士还在苦苦哀求着雪诺能发兵就准 而就在这时 红袍女骑着马失落的回到了黑城堡 俩人赶紧上前问老史呢 还有他女儿呢 那一向自信满满的红袍女 刺客却羞于其耻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到了晚上 奥利把雪诺叫了出来 外面还有一堆守夜人兄弟 这时索恩突然一刀捅向雪诺 紧接着其余人也是一人一刀 把雪诺捅得满身都是窟窿 捅一下还有来一句叛徒 看来他们是对放进来野人的事耿耿于怀 最后奥利走到雪诺跟前 照他的心脏上来了致命一刀 雪诺碎倒在雪地里 就这么死掉了 老太生前曾要把色后嫁给百花骑士 现如今虽然老太已经死了 但是婚约并没有解除 眼瞅着婚期将至 色后嫁给百花骑士后 就得离开军林城去到高庭 正在他发愁之际 他曾经在床上玩具 堂弟小兰找上了他 小兰说 我现在已经彻底觉悟了 我很后悔 曾经帮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 从而把你的灵魂推向了地狱 我跟你上床 我帮你弄死了劳博国王 是我害了你 我想请你原谅我 色后笑说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不知道 于是小兰便走了 镜头一切百花骑士 和一个男宠正在床上缠绵的时候 玛格丽走了进来 说了点无关紧要的话 总而言之 就是玛格丽对自己的哥哥 这点癖好是心知肚明 一日色后收到了马泰尔的情人 爱拉利亚寄来的一条项链 这条项链就是他女儿小拉的 色后很担心 毕竟之前马泰尔比武死在这了 他那个情妇万一迁入到小拉头上 这可如何是好 色后当着詹姆的面 对空大骂了一通 把自己不待见的人给黑了个遍 詹姆安慰他说 小小气小小气 我会让事态好转的 我亲自去多温 偷偷把咱们女儿救回来 然后詹姆又去找上了波龙 现如今人家已经拥有了一座城 并且还有了一个 并不是很漂亮的未婚妻 詹姆掌口就说 你帮我做完这件事 我给你更漂亮的姑娘 以及更好的城堡 要不然的话 你现在的一切我们将会没收 波龙大骂 我擦你们还讲不讲诚信 詹姆说 放心 兰尼斯特加是不会亏待你 无奈波龙只好跟着詹姆 又一次去冒险了 说回色后 他看见玛格丽 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觉得这个女人 抢走自己一个儿子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把小拖也抢走 自己的权力 正在逐渐被这个小贱人架空 他必须得赶紧做点什么 才能稳固住自己手中的权力 于是一个计谋涌上了他的心头 他找上了把自己堂地 彻底改头换面的人 此人名叫大麻雀 他乐善好时 让穷人们都团结了起来 他心向光明 教人向善 在百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 色后说 信仰与王权是世界的两大支柱 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大主教 就应该由你这样的大善人来担任 这样才能净化世人的灵魂 让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当大麻雀当上主教之后 色后又一次召见了他 色后说 城里每天都有许多歹人 无作非为 他们抢劫杀人 无恶不作 光靠朝廷这点兵力 也是管不过来的 我允许你们组建一只能捍卫平民的武装力量 去打压社会上的邪恶势力 那大麻雀当然欣然接受了 说教徒们应该有一只可以侍奉神的军队 于是一帮武装教徒战士之子诞生了 他们不仅打压犯罪行为 就连合法经营的妓院也遭到了打击 所有人哪怕只是道德层面败坏 都会被处死 所有人只要有点不良癖好 都得受到审判 战士之子想抓谁就抓谁 其他人都无权过问 然后就把百花骑士给抓了 因为他是个同性恋 玛格丽得知消息后 立即去找小托国王说 你妈把我哥哥给抓了 小托国王单纯的狠 他怎么可能会想到 这其实都是他妈做的扣 而色后的意图就是为了 自己可以不嫁给百花骑士 但是他还得利用别人之手来干这件事 玛格丽把其中的厉害关系讲给了小托 小托大失一惊 你们婆媳之间相处的不是挺好的吗 玛格丽冷笑一声 顿觉跟一个小孩说这些 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于是他转而开始打感情牌 你如果爱我的话 你就把你小舅子赶紧从那污秽的监牢里给放出来 要不然我什么心情都没有 包括跟你上床 于是小托气势汹汹的去找老妈色后 可色后刚说了一两句话 就又让小托信服了 这事不是我暗箱操作的 教廷有教廷的审判流程 假如百花骑士是被冤枉的 人家审判完之后自然就会把人放了 别担心很快他就会回来了 然后小托又来到教廷 想直接要求他们放人 但刚到门口被几个战事之子拦了一下 他就兴兴离开了 回来之后 玛格丽气得恨不能喷出一口老血 你压堂堂一国之君 竟然被几个拿锤子的乌合之众给挡了回来 这货也太烂泥扶不上墙了吧 不过当初也正是看上了人家好被控制这一点 无奈玛格丽只好连忙给自己的奶奶写信 让她老人家再跑一趟军林城来处理这件事 荆棘女王得到信后 马不停蹄便从高亭赶到了军林城 可当她来见色后时 色后却不停的在写东西 无暇跟她说话 荆棘女王说 把笔放那儿吧 你我都知道 你其实在写点无关紧要的东西 色后一边写一边回了句 不愧是伶牙俐齿的荆棘女王呀 荆棘女王倒也不客气 直接张口就说 不愧是臭名昭著的荡妇色后呀 这下彻底把色后的注意力给拉了过来 荆棘女王说 你若不放了我孙子 那我们家也不会再向你们家提供粮食和钱财的帮助 色后说 这真不关我事 都是那帮宗教狂徒搞的鬼 荆棘女王笑说 行 接着装 我虽然不喜欢你爸 但是你爸最起码不像你这么愚蠢 你那点小心思 我一清二楚 色后没搭理她 继续开始写东西 荆棘女王无奈只好暂时离开 很快大麻雀就召开了对百花骑士的审判 百花骑士对自己的指控失口否认 然后大麻雀又让王后玛格丽上前接受审问 问她是否知道她哥哥是不是清白的 玛格丽说 我哥当然是清白的咯 紧接着之前跟百花骑士上过床的男虫走了出来 她将全部事情合盘托出 包括玛格丽曾经见过他俩搞到了一起 也就是说玛格丽刚才是做了伪证 然后大麻雀不仅再次把百花骑士关了起来 还把玛格丽也抓走了 而目睹这一切的小托国王就只是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仅仅女王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看来色后不仅仅只是想教训一下我们家这么简单啊 她这是想赶尽杀绝啊 随后小托国王来找色后 扬言要杀光这群教徒救出王后 色后说王后在人家手里 你在动手之前王后就会遭殃 小托问我连我爱的人都救不了 这样的国王做着还有什么意义 色后安慰道别着急我去找大麻雀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法外开恩先赦免王后 然而色后这边答应的好好的 但她根本没去找大麻雀 而是去假惺惺的探望了玛格丽 玛格丽咒骂了一通色后就把她撵走了 但是当色后洋洋得意正欲离开之际 大麻雀又拦下了色后 原因是堂地小兰把色后的种种行径 告诉了大麻雀 紧接着一个强壮的修女 把色后也关进了监牢 色后恶狠狠的对修女说了句 你神定了 看着我的脸 这将会是你最后看到的景象 接下来的几天 修女天天来教训色后 简直不要太大快人心 自己做的念 自己好好品尝吧 色后受尽折磨后 气焰终于消退了 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会 她愿意接受审判 但是她要求先回到城堡 先让自己跟儿子团聚 否则国王一天天绝食下去 国家的政务没人处理 早晚会天下大乱 大麻雀看她认错态度不错 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只不过她得光着身子游街示众 我本以为色后在本剧中 应该是一个不漏点的角色 看来导演也没放过她呀 随后色后被剪短了头发 光着身子游街 所有人都臭骂她 向她扔垃圾 哎呀 扮演色后的这位女演员 真不好当啊 再下服了 换成你就算给你一百万 那你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裸行走吗 这得鼓起多大的勇气啊 要是詹姆这时候在军林城的话 估计她就算杀掉所有人 都不可能会让心爱的姐姐 受到如此巨大的屈辱 那咱再说说詹姆哈 她和波龙潜入多恩 伪装成护卫 又潜入了王宫 恰巧看见小拉正跟多恩王子 抱在一起互啃 呀喝 看来这小妞过得挺嗨的呀 詹姆走上前要带走小拉 而王子想要阻拦二人 却被波龙给打晕了 小拉那就要一个心疼 我才不要跟你走 你竟然伤害我的未婚夫 这时马太尔和情妇艾拉利亚 生的私生女们突然杀出 这俩人生的四个女儿 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女战士 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想暗杀小拉 幸亏关键时刻 国王的护卫出现 制服了所有人 随后国王召见了詹姆 问他为何要潜入王宫 还想掳走公主 詹姆说因为我们受到了威胁 有人把公主的项链系到了军林城 他的妈妈很担心他的安危 所以派我来救走他 多恩国王还是很明事理的 瞬间就明白咋回事了 国王说有人想挑起我们之间的战争 但我上过战场 我知道有多残酷 我是不会让我的死民陷入地狱的 小拉既然在我这儿不安全 那他理应随你回去 如有必要 我儿子也跟你们一同走 我们两家一定要保住 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此言一出 艾拉利亚就坐不住了 他说你真是一个没有脊梁的国王 不说为你弟弟报仇也就算了 竟然还向对方启和 接下来詹姆就要带着小拉乘船回去了 离星前 艾拉利亚破天荒的竟然送给了小拉一个吻 然而船刚开出去没多远 小拉便七孔流血而死 原来艾拉利亚刚才给自己的嘴上涂抹了毒药 他虽然也中毒了 但是人家有解药啊 随后艾拉利亚回到王宫 便搞起了政变 他杀死了国王 以及国王的轻卫成功夺权 而王子之前已经呈另外一条缠 去往军林城了 但是早有预谋的艾拉利亚 派了两位女儿偷偷上船想要杀掉王子 正直的王子说 再怎么说你们也是我的妹妹 我不想伤害你们 俩女孩说 别扯了还怕伤害我们 我们俩你随便选一个单挑吧 王子只好指了指其中一个女孩 正当二人要动手之际 骑到后面那个女孩 一枪就把王子给插死了 我天年轻人不讲武德呀 王子也真是够大意的 没有闪 当二鸭来到布拉佛斯之后 第一时间便去了无面者的黑白之院 这个黑白之院可以简单理解为无面者的大本营 而无面者就是非常牛叉 超一流的刺客 但是二鸭来到这里之后 并没有看见贾坤 而是一位陌生的老者开门出来 说这里没有叫贾坤的 便将二鸭拒之门外 无处可去的二鸭 只好坐在门口等了一天一夜 然后就没耐心了 他扔掉贾坤给他的硬币 便走人了 可刚走没多远 他就遇见几个街头小混混 想抢走他的细剑 此时黑白之院的老者出现 小混混们一看见他 皇帝人都知道黑白之院的人不好惹 二鸭跟着老者回到了黑白之院 老者把硬币又扔给了二鸭 并且还摘下了自己的假脸 原来此人就是贾坤 二鸭说好啊你骗我 你说这里没人叫贾坤 贾坤说我没骗你 我不叫贾坤 二鸭问那你到底叫啥呀 贾坤说无名之辈 你如果想加入我们 也必须成为无名之辈 于是二鸭便进入黑白之院 开启了疯狂炼击的阶段 不过为了方便称呼 咱以后还按原先的名字叫人家哈 另外说一下就是小说里 贾坤跟二鸭告别之后 就没再出现过 黑白之院积赖二鸭的并不是贾坤 只不过电视剧给改了 那关于二鸭在黑白之院 所经历的魔鬼化训练 咱就略过吧 拐回头再去说说大鸭 他当时为了保住小指头 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小指头为了安全 不得不再次把他送走 因为此时的小指头 跟君临城那帮掌权者 还没撕破脸 万一大鸭藏在他这儿的消息 被色候知道了 小指头在君临城的根基就毁了 另外布雷尼这边 他跟丢二鸭后也没进英朝城 他和蒲从波德去到了城外一家饭店打家 好巧不巧 正好碰见了大鸭和小指头 布雷尼赶紧让波德去备好马匹 然后自己起身去跟小指头和大鸭搭话 布雷尼向大鸭单膝下跪 说明了他和史达克老妈的关系 他想让大鸭跟自己走 小指头说 别想骗我们 我们只知道你曾宣誓效忠兰里 可从没听说过你效忠史达克老妈了 况且外界传言说 就是你把兰里杀掉的 布雷尼说 当然不是 当时是一个影子杀掉了兰里 而我是想保护他 大鸭一听这话 就觉得此人简直是在胡扯 小指头笑说 无论你说的是真是假 但是你曾发誓保护兰里 你失败了 发誓保护史达克老妈 你又失败了 我凭什么把大鸭交给一个败记累累的人呢 布雷尼说不过小指头 就想跟大鸭单独谈谈 可大鸭当即拒绝 无奈布雷尼只好离开 而小指头却又不让布雷尼走了 布雷尼赶紧冲出饭店 骑上马就想跟波德一起跑路 但小指头的手下 却不依不饶的追了上来 最后布雷尼只好把这几个人给杀了 波德说 既然两位史达克家的姑娘 都不需要您的保护 干脆您就从誓言中解脱吧 布雷尼说 我和他们之间只是存有误会 我岂能因这点小事而放弃誓言 布雷尼便一路悄悄跟着大鸭和小指头的队伍来再聊北京 镜头切到林东城内大小剥皮这儿 老剥皮对小剥皮说 现在老太死了 北京各大家族若真是奋起反抗 剥皮家断然守不住这片广袤的土地 要坐稳北京守护的位置 想让各大家族信服 是不能只靠剥人家的皮的 联姻往往才是最好的手段 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门亲事 他能帮我们坐稳统治者的位子 然后镜头切回到大鸭这边 当他得知自己将嫁给小剥皮时 他直接就炸了 冲着小指头一通 老剥皮杀了我哥 背叛了我们家 现如今他们家霸占了我们家的地盘 你竟然还让我嫁给仇人 我宁死不嫁 小指头说我不会强迫你的 但是你也不能一直逃亡下去吧 从你父亲被杀那天起 你一直就是个旁观者 如果你想反客为主 不再只是做旁观者的话 那就得先放下仇恨 隐忍下去等待时机 然后大鸭就被小指头说动了 一队人便来到了临东城 小剥皮对小指头信誓旦旦的说 我向你发誓 我一定会好好呵护大鸭 绝不会伤害他 然后老剥皮过来给小指头送信 此信是色后从君临城发来 照他回去的 于是小指头等不到大鸭完婚 便匆匆赶回了君临城 后来大鸭在一间狗舍里 看见了惨不忍睹的喜恩 他立刻就知道 小剥皮就是个喜欢折磨别人的混蛋 看来比小乔是好不到哪去 第二天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 老剥皮的胖媳妇说自己怀孕了 老剥皮还随声附和 咱们老学是看过了 说是个男孩 饭后小剥皮便来问老爹 你怎么知道他怀的是男是女 老剥皮问 你这是在担心自己的地位吗 小剥皮说 我很清楚我自己是私生子 虽然现在已经被你扶证了 但是如果真的有嫡子出生的话 我当然要担心一下我的位子 老剥皮说 你也是我的儿子 现在老使就屯兵于黑城堡 很快他就会南下来攻打临东城 你若能守住临东城 那你自然不用担心你的地位 过了一段时间 大牙便正式嫁给了小剥皮 只不过他们的婚礼是在晚上进行的 这北京人的习俗也真是够奇葩的 省去中间环节 不用请客吃饭 婚礼过后直接请入洞房 当晚大牙终于被破处了 只不过谁能想到 破他处女之身的人会是小剥皮呢 而变态的小剥皮 竟然还要习恩在一旁 眼睁睁的看着他来整事 这个过程似乎也很残忍 而听着大牙痛苦的叫唤 眼见着习恩都有点不忍直视 第二天伤痕累累的大牙向习恩求助 可见他确实遭到了虐待 小剥皮 你发的再也不会伤害大牙的誓言呢 或许这人觉得这只是正常的方式 不觉得这是在伤害对方吧 习恩面对大牙的求助怂得一痞 我做不到 我不敢 主人发现的话会弄死我的 大家说你欠我们家的太多 这正是你赎罪的机会 我在这里还是有朋友的 只要我能发出信号 他们就能来救我 你只需要帮我在塔楼的窗前点燃一只蜡烛就行了 习恩犹豫着接过蜡烛 思虑再三便坚定的跑到小剥皮那儿告状去了 然后小剥皮把大牙叫出来 看他朋友被剥皮后的样子 说把你的蜡烛收好 长夜漫漫没蜡烛怎么行 这算是给大牙一个警告吧 没过多久 老使便向临东城发起了进攻 大牙趁城里人都在忙着做战斗准备 再一次偷偷跑上塔楼想点燃蜡烛 而布雷尼一直就守在临东城外 时刻等着进城去救大牙 但这天波德告诉他说老使来攻城了 于是他就匆匆跑去找老使报仇了 导致大牙后来在塔楼上点燃了蜡烛 却也无人接应 在老使战败了之后 布雷尼终于找上了他 替蓝里报了仇 这几家争夺王位的大人物 你方畅霸我方登台 谁都觉得自己是正统 但最终没有一个是胜利者 大牙这边一直等待救援无果 就想先回屋再说 起料一下塔楼就看见小剥皮的聘头 正拿弓对着自己 他一直视大牙为眼中钉肉中刺 觉得是大牙把小剥皮抢走了 便想借机除掉大牙 危难关头 没想到习恩竟硬气了起来 没种的他 嘎嘣又把种给结上了 他把小剥皮的聘头从高处推下摔死 然后拉着大牙 直接从临东城的城墙跳了下去 我天这么高不得摔惨呢 小剥皮回到城中便得知自己聘头死了 下人问他要土葬还是火葬 小剥皮说这么好的肉葬了多可惜啊 肯定拿去喂狗才不浪费啊 后来老剥皮非但没夸赞 小剥皮打赢了战争 反而斥责他对大牙不好 把大牙给逼跑了 没了大牙 北京守护的位置就会坐不稳 你老是凭自己的喜好做事 将来怎么做继承人 总而言之 老剥皮对小剥皮的态度 永远都是半糖主义 总给小剥皮看到一些希望 但又不实实在在 把人家想要的东西给人家 老剥皮说 看来我还是指望 我未出生的儿子来继承我的位置吧 小剥皮连忙派自己手下最好的士兵 带着狗去追大牙 喜恩知道小剥皮养的狗狗的厉害 在冰天雪地之下 带着大牙涉水前行 只为摆脱掉狗狗 可紧接着士兵们还是找到了大牙 千军一发之际 布雷尼带着波德骑马赶到 他与众多敌军展开厮杀 一番搏斗后 他成功救出了大牙 然后布雷尼再次向大牙下跪 说无论您相信不相信我之前的经历 但此刻我愿再次对您发誓 我会保护您的安全为您献计献策 如遇危难我愿替您去死 人生能得到这样的歧视何其幸也 接下来一行人便朝着黑城堡方向出发 想去跟雪诺会合 大家成功逃脱之后 临东城内的老薄皮彻底对小薄皮失望 而恰巧又在这时 他那个胖媳妇生出了一个男孩 小薄皮说恭喜你父亲大人 然后掏出匕首就捅在老薄皮的心脏上 跟老薄皮杀掉少郎主的手法如出一辙 小薄皮命人召告大家老薄皮被人毒害了 于是他便坐上了他父亲的位置 紧接着他把后麻和后麻的儿子领到狗舍 这胖女人立即反应过来 知道小薄皮要害死自己母子 赶紧求饶说 我会带着儿子返回河间地去 他毕竟是你弟弟 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反而彻底激起了小薄皮的杀心 他说我更喜欢做独子 说话便放狗吃掉了这对母子 雪诺被自己人杀害之后 他的尸体倒在冰冷的雪地里 狼不停的哀嚎 吵得洋葱骑士无法入睡 他走出房间散心 往外一瞅便看见了尸体 于是他连忙叫人把尸体抬回了房间 忧郁的艾迪咬牙切齿的说 肯定是索恩那帮人干的 我们要为雪诺报仇 洋葱骑士说 好呀 关键是我们有多少人呢 忧郁的艾迪说 也就屋里这几位了 这时红袍女也来了 他看见雪诺被乱刀捅死 当时就懵了 心说光之神是不是在玩我呀 之前说好的老屎是真王 结果老屎死了 现在又说雪诺将成为领导者 而雪诺也贵了 你个身哪 你还敢不敢有句准话 到了天亮时分 忧郁的艾迪决定 就算战死也要为雪诺报仇 洋葱骑士说 报仇是肯定的 但不一定要送死 我们可以团结野人来帮我们呀 忧郁的艾迪立即前往野人营地求援 然后索恩召集大家开会 把昨晚他们行凶杀人的事给讲了出来 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雪诺放野人进来了 就违背了守夜人的誓言 这将会害死大家 于是大家就默认了 他们杀害总司令的行为 等于索恩成功夺权上位 眼下只剩下雪诺的死忠粉 还不肯向自己低头 他立即带人前去敲洋葱骑士的房门 说只要你们肯开门 我就会饶过你们 而且我也会放洋葱骑士你南下 至于红袍女随你怎么处置 洋葱骑士隔着门说 我还要一些食物 要不然南下的话会饿肚子 索恩一看这是有戏啊 连忙答应给 要啥给啥 然后洋葱骑士说 那我们几个商量一下 但是洋葱骑士这边 嘴上答应的好好的 转头就对屋里人说 只要我们一开门 我们必死无疑 索恩绝不可能会让我们 把他叛乱的消息传出去 也就是说 这其实是洋葱骑士的缓兵之计 这家伙不仅口才好 关键是总能做到灵危不乱 一直到了晚上 索恩实在是没有耐心了 他下令开始强行破门 而就在这时 野人们也破开了黑城堡的大门 大家看见一个这么强壮的巨人 闯了进来 纷纷丢下武器投降 主要索恩是通过叛乱 建立起了权力 那肯定还不稳固呢 谁愿意替你卖命啊 然后野人们 把以索恩为首的几个人 抓了起来 托蒙德进到屋里 看了看雪诺的尸体 内心无比翻腾的他 嘴上只轻轻说了句 我去准备柴火烧掉尸体 与此同时 洋葱骑士去跟红袍女说 我曾见识过你使用魔法 那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三观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魔法 能救雪诺一命 红袍女说 我还真是见过会复活术的人 只可惜我不会啊 杨龙骑士说 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万一你可以呢 于是红袍女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无从下手的他 只是给雪诺清洗了一下身体 随便念了点听不懂的咒语 意思可能就是 光之神好伟大呀 光之神了不起 感谢你让我们生活的如此愉快 就诸如此类吧 但是折腾了半天 雪诺也没半点反应 大家只好兴兴离去 可紧接着雪诺大喘了几口粗迹 活了 红袍女赶紧问她 你死了之后去了哪里 也看到了什么 雪诺说 死了之后就真的啥都没了 一片虚空 然后雪诺走出房 与大家见面 所有人都惊呆了 后来她又亲手 吊死了那几个叛徒 雪诺脱下黑衣 递给了忧郁的艾迪说 黑城堡是你的了 我作为守夜人的那条命 已经履行完了职责 于是她回屋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忧郁的艾迪跑进来 劝雪诺不要走 可雪诺去意已决 就在这时 号角响起 突然有人造访了黑城堡 原来是大鸭和布雷尼 只不过喜恩没来 当大鸭脱险之后 她就返回铁群岛了 因为她还想辅佐一下 父亲和姐姐为自己的过往赎罪 当雪诺看见大鸭的那一刻 二人都激动极了 从第一季临灯成一别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俩人紧紧抱在一起 然后又进屋聊了很久 大家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园 临东城夺回来 雪诺说可惜我们没有军队 并且我也厌倦了战斗 我只想能好好保护你 不再让你陷入危境就行了 大家说天下虽大 但可惜没有我们兄妹的容身之处 如果我们不夺回自己的家园 哪都是危境 镜头转到小波皮这边 碧炉城城主来找小波皮谈判 因为野人们现在就居住在长城以内 而碧炉城是一个比较靠北的城堡 他担心万一野人南下抢掠物资 那他们碧炉城是首当其冲要遭殃的 但是碧炉城主一直都没有臣服于波皮家族 现如今老城主死了 小城主登位 所以就想跟小波皮和谈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第九期视频中 我讲过布兰和他小弟分开了 让女野人带着小弟瑞肯去投靠碧炉城主 布兰只知道老城主忠心耿耿 但却忽略了小城主的为人 然后老城主这边一死 小城主就把瑞肯和女野人卖给了小波皮 当天小波皮还想玩一下女野人 女野人顺水推舟师美人计 想趁机弄死小波皮 可眼疾手快的小波皮 抬手就捅死了女野人 这女的也是忠心耿耿 为了十大磕甲献出了生命 回到雪诺这边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老托看着高大威猛的布雷尼 心里喜欢的不得了 一个女人怎么能长得如此强壮 然后有人便给雪诺送来了一封信 是小波皮写的 上面放了一堆没用的狠话 但是有一句 你小弟瑞肯在我手里 你若不把我妻子交还回来 我就率军北上 届时将会如何如何怎样怎样 反正就是要有多难听 有多难听 雪诺本不想卷入战争了 但是小波皮竟然拿小弟来威胁自己 这下自己不得不上 饭后大家又收到了小指头发来的信件 大家现在对他恨之入骨 但是依然尾身去见了小指头 他说小波皮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 你知道不知道他的为人 你若不知那你就是白痴 你若知道那你就是我的敌人 小指头一看这情况 也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我真不知道啊 是我的错 我犯魂了 我这回是率领着古地的军队来的 就是想帮你夺回临东城呀 大家说不必了 我和我哥哥不会再寄人篱下 我们自己去攻下临东城 然后小指头又说 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来帮忙的话 那你可以去奔流城求援 你二老爷黑鱼已经集结了 土力家族的残鱼兵马 夺回了奔流城 兴许他能助你夺回家园 说完小指头就走了 那这个黑鱼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 就是雪色婚礼上尿顿的那货 当时他没死 我就觉得他日后必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嘛 就先不剧透啊 回头讲到他的时候 咱再详说 大家书信一封便派布雷尼去奔流城 找自己的二老爷借兵去了 感觉布雷尼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 随后雪诺也要厚着脸皮去野人大营求助了 但是之前跟人家说好的 只有死人大军来袭之时才会协助战斗 现在竟然让野人帮自己攻城 着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雪诺被怼得哑口无言 然后老托说 雪诺可是为咱们死过的人 要不是他 我们早都死在长城外面了 就因为他让我们进到长城内 结果他被他的兄弟们给捅死了 我们都欠他一条命 他的忙我们得帮 然后率真的巨人王先起身表示愿意帮忙 其他人一看也都纷纷同意了 可是野人中大多都是老弱富奴 能行军打仗的也只剩下区区两千人左右 要想攻城 雪诺还需要更多的援助 于是他挨个去北京各大家族求人帮忙 第一站就来到了熊岛也就是前任总司令和乔拉的家族 现如今掌权者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人送外号小熊女 这女孩一出境就圈粉无数 她能言善断言辞犀利 说话办事绝不拖泥带水 也不喜欢别人的恭维 总之就完全不像是一个小女孩的表现 她回绝了雪诺的请求 然后杨松骑士说 你们有所不知 马上长城外的死人大军将会来袭 届时守夜人万无可能抵挡得了 而北京现在又是支离破碎的一地散沙 只有撵走剥皮夹 同时也只有十大科夹才能让北京重新团结起来 到时候大家便能一起抵御不死军团 小熊女觉得言之有理便同意给雪诺剥兵 但是只能给62个人 她说我们熊岛的汉子已当时 杨松骑士说 若他们能有小熊女你一半的勇猛 那攻下临东城指日可待 虽然雪诺在熊岛借到了一点点兵力 但接下来就处处碰壁了 大家都不傻 谁愿意跟着一个没有希望打赢战争的人上战场呢 于是大家只好悄悄地给小指头写了封信 很快雪诺带着军队便来到了临东城附近 在大军交战之前 小薄皮放小弟瑞肯往雪诺阵营跑去 然后由远距离将其一箭射死 此句直接激怒了雪诺 他带着满枪怒火冲向敌营 两军也随即打了起来 但是做好了完全准备的防守方 小薄皮很快就把雪诺阵营团团围住 尽管主角这边的人个个都非常勇猛 敌人的尸体都被堆成了小山 奈何小薄皮军队人数太多 雪诺这边眼见一世无力回天 危难关头起了古地的军队从侧翼杀出 防重人解了围 原来之前大压写给小指头的信是一封求助信 兵败如山倒的小薄皮连忙退回临东城内 只不过城中空虚 一个巨人王就把城门给破开了 但是他目标太大 身上被射满了箭尸 活生生被小杂兵给射死了 雪诺带着辛仇旧恨 把小薄皮按在地上一顿猛锤 最后大压把他扔进他的狗舍 用他自己养的狗吃掉了他自己 那泉油中很少有纯粹的坏蛋 但小薄皮真的是坏得很彻底 还好他终于领便当了 承接上期所讲 洋葱骑士无意中在雪地里 捡到了老屎的女儿小林的玩具 他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小林之前被红袍女烧死了 万分痛苦的他跑到雪诺跟前 请求雪诺处死红袍女 红袍女对雪诺说 我死了无所谓 但是我可以帮你打赢 接下来与死人的战争 你可要三思啊 那雪诺又不是老屎 打仗还得靠你的歪门邪道 但是念在红袍女 毕竟曾经救过自己一命 想了想说 我命你立即南下 从今往后都不得再踏足北境 如果你胆敢再回到北境 我就以杀人罪吊死你 于是红袍女只好信信走人了 我相信她是真的很想辅佐雪诺 她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只不过光之神太会玩人了 随后林东城又召开了 各大家族长大会 因为雪诺是私生子 所以大家并不是很把她放在眼里 雪诺把异鬼和死人军团的事 说了出来 希望能团结大家共同抗敌 可惜大家一片哗然 竟想着各自回家 各找各麻 这时小熊女站起来说 你们这些拒不奉照的家族 之前雪色婚礼 因为老薄皮的叛变 才导致大家多多少少 都有家人死在了婚礼上 薄皮家是我们北境共同的敌人 而你们却向敌人服软 后来薄皮家统治北境时期 你们的家人因为少交了付税而被剥皮 就这还不奉照一起对抗叛贼 现如今我们所有人都到了 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 你们还在算计着自己的小算盘 你们到底还是不是北境人 我才不管雪诺是不是姓史达科呢 只要他体内流的是史达科家的血 只要他公正贤明 那他就是我的君主 小熊女发完言之后 几个家族长先后站起身说 小姐言辞犀利 说的无等惭愧不已 我们很后悔之前没有跟雪诺大人 一起并肩作战 现在他已经帮我们报了雪色婚礼之仇 他就是白狼主 我们愿拥戴雪诺为北境之王 然后大家一起欢呼 北境之王 北境之王 至此雪诺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也终于再次把破碎的北境团结到了一起 拐回头咱再去看看君临城 这边又发生了啥事 詹姆带着小女儿小拉的尸体 回到了君临城 最后当然是万分痛苦 因为对于她来讲 除了权力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孩子 詹姆好一顿安慰 一日詹姆来参加小拉葬礼的时候 色后却不在场 小偷国王说 他现在是戴罪之神 大麻雀不让他进入这神圣的大教堂 然后他还把最近大麻雀 对玛格丽以及色后做的事 都告诉了詹姆 恰巧这时 大麻雀推门走了进来 詹姆怒道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竟敢那样羞辱我的家人 大麻雀说 我没有羞辱过任何人 是他们在接受神的惩罚 詹姆说 那神怎么不惩罚惩罚我呢 我背弃誓言杀了疯王 我也杀过我的血亲堂弟 我罪之时我还帮他逃脱了制裁 请问我又该如何赎罪呢 说是詹姆就想动刀子 大麻雀问 你想在这大教堂里杀了我吗 詹姆说诸神不会介意的 紧接着一群战士之子 突然从教堂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 大麻雀说 那你就杀了我吧 你们显赫的贵族一直处在名处 而我们的教徒没有姓氏 没有侠族 平常就是老百姓 请问你找得着吗 眼下之意 就是王公贵族的老爷们 想剿灭这群教徒是不可能的 甚至他们在这把詹姆给杀了 凶手都未必能找得着 大麻雀说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就可以改天换地 说完转身走人了 这算是大麻雀 给刚回到军林城的詹姆 来了个下马威吧 后来伺候 痛定思痛 决定要一举铲除这帮极端分子 他释放诚意 愿意跟荆棘女王 还有自己的叔叔 也就是临时首相 好好商量一下对策 他们决定暗中调兵 在玛格丽游街当日 趁教徒们聚在一起之时 一举将之歼灭 到了那天 詹姆率军把教堂 里三层外三层给包围了起来 他对大麻雀说 你今天若是敢羞辱王后 那我就杀光你们 大麻雀说 为神而死 我们求之不得 但是不是今天 说完 国王小托从教堂里走了出来 大麻雀宣布 从今日起 王权与神权 共同治国的时代来临了 这下詹姆也不敢动兵了 高婷公爵一脸懵逼的问荆棘女王 这咋回事啊 荆棘女王说 他们打败了我们 回到宫殿上 詹姆气的直接把自己的盔甲扔在了地上 国王说 我还没追究你私自调兵之事呢 詹姆硬气回答 怎样 难道你也让我去游街 国王说 念在你保家卫国这么多年的份上 这次我就原谅你了 但是你也别在军林城待着了 去奔流城评判吧 与此同时 和间地的统治者老瓦 正在训斥自己的两个儿子 因为他们把奔流城给丢了 那上一戏我也说到了 是黑鱼夺回了奔流城 所以国王接到消息后 就想派詹姆带兵前去剿灭黑鱼 于是詹姆和波龙这对好妻友 刚从多恩返回军林城 还没逗留多久呢 就又离开了军林城 自打小恶魔把波龙介绍给詹姆之后 好像这俩货 还真就成了兴影不离的好兄弟了 奔流城外 老瓦的俩儿子 拿图利舅舅作为人质 要挟黑鱼 想让他弃城投降 图利舅舅就是血色婚礼上的新郎 他当时没有死 但是被关押了起来 只不过黑鱼最看不上的 就是他这个侄子 所以根本对这个要挟无动于衷 紧接着詹姆和波龙带队赶到 对老瓦的俩儿子说 你们就是这样带兵的 我们八千人从你们屁股后过来 竟然都没有人察觉 这要是敌军 你们俩现在早都凉了 其中一个老瓦的儿子说 什么事啊 幸亏不是敌军 詹姆说 从现在起 这里有我统一指挥 在下次黑鱼上到城墙上查看的时候 我要他看到的是 整装待发的军队 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后来没过多久 被大鱼派来求援的 布雷尼和蒲从波德也赶到了 只不过想要进奔流城 必然得先进兰尼斯特大营 然后布雷尼和詹姆终于又见面 布雷尼表明自己的来意 詹姆说 黑鱼最近有点忙 我估计他应该无法抽身 去帮大鱼的忙 因为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 布雷尼说 我有一个想法 也许你可以不费一兵一卒 就拿下奔流城 我进城去跟黑鱼谈 让他弃城 但是你得同意 让他带兵北上去援助我们 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 詹姆说 如此固然是好 但是那条黑鱼比驴都倔 你肯定说服不了他 不过你想去试试 你就进城去试试吧 布雷尼感谢詹姆愿意纳剑 然后他解下自己的配件 想把剑还给詹姆 他说 我现在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大家已经安全了 我理应把剑勿归原主 再说 如果我没能说服黑鱼的话 那荣誉将驱使 我为大鸭的亲人而战 也就是说 到时候我会是你的敌人 詹姆说 我明白 剑既然送你了 就永远是你的 只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相见 然而当布雷尼进城之后 黑鱼却说 我从来都没见过大鸭 这是不是他的亲笔性 我从何考证啊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愿意去帮他 那也得先守住我自己的家园 到了晚上 詹姆又来跟涂利舅舅谈判 他说 你一直被关在牢里 连自己的儿子都从来没见过 只要你愿意去劝开城门 我就让你们父子团聚 否则的话 我就把他用投尸器 扔到城里摔死 涂利舅舅一听这话就蔫了 只好乖乖走到城门口 命自己的手下给自己开门 这下城墙上的将士 就不得不从命了 之前老瓦的俩儿子 要杀掉涂利舅舅的时候 也没见你们坑声啊 黑鱼逮着将领 猛批一顿 你服从的不是他的命令 而是弑君者的命令 你这个蠢货 你给他开门 咱们就死定了 但是将领说 抱歉 我必须服从我领主的命令 黑鱼听罢 只好含恨离开 于是吊桥放下城门洞开 涂利舅舅走了进来 然后他下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弃城投降 黑鱼赶紧趁机用一条小船 安排布雷尼和波德离开 布雷尼劝黑鱼说 你的家人都在北京 跟我们一起走吧 但是黑鱼已经决定 要为保卫家园而死 他说我好久都没亲自上阵杀敌了 十有八九 这次是要出丑了 然后黑鱼就真的战死了 并且连镜头都没多给一个 只是有个小兵告诉詹姆 黑鱼战死了 我的天哪 我以为黑鱼是要发挥重要作用的 怎么能稀里糊涂 就这么毫无意义的死了呢 好在小说中黑鱼还没死 因为小说还没写到这个桥队 我挺喜欢这个角色的 希望他在小说中 能活得更久一些吧 此一詹姆没费 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奔流城 大获全胜 他看着布雷尼划着一夜青州离去 两个人只能互相轻轻的挥了挥手 在心中默念一句 珍重 镜头转到老瓦这边 一个侍女给他端上来了一份派 满口脏话的老瓦说 我那俩儿子死哪儿去了 说好了这个点来向我汇报奔流城的事呢 人哪 侍女说他们已经在这儿了 老瓦还以为自己眼神不太好 又认真的四处瞧了瞧 侍女指着派说 是在这里 老瓦颤颤巍巍的把派起开 看看笑 只见一堆碎肉之中有半截手指 侍女说 你那俩儿子骨头真硬 我在剁他俩的时候 好费劲哪 说着侍女摘掉了自己的假脸 原来竟然是二鸭 他说 你在这世上看到的最后一幕 将会是一个史大科家的人 笑着看着你死的画面 说吧 二鸭就割开了老瓦的喉咙 哎呀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心情大叫一个舒畅 雪色婚礼的主谋 在相同的地点被杀掉 三季之前 老瓦你可曾想过 你也会有今天 那二鸭的整个魔鬼化训练过程 我都略过了 因为这个过程会让观众 对贾昆的好感度大大下降 总而言之 现在的二鸭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说是七国上下最牛叉的刺客 也不为过 这也是二鸭一直以来的梦想 如今他不仅达成了自己的梦想 并且还替老妈和老哥 报了血海深仇 龙妈被游牧民族 也就是王夫马王的 那个民族的骑兵 带回了部落 不过他们这个民族应该是分成了好几个部落 所以这帮人都不认识龙妈 这个马王一看龙妈颜值这么在线 当即就想上手 在众目睽睽之下行羞羞之事 龙妈说把你的脏手拿开 我可是卓哥的卫王人 卫毛一说卫王人 我就想到了那种画面 那换个词吧 遗霜 对方一听 我那个去的是在下失礼了 卓哥的遗霜我不能碰 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 马王的遗霜 都要被送到圣城 与历任马王的遗霜待在一起 于是龙妈就被关进了圣城的一座大茅草房内 这里面全是之前各个部落马王的老婆 等于龙妈从一介女王直接跌为囚犯了 纵使他手中有无限权力 可他的人都离他太远了 镜头来到小恶魔和小灵通这边 龙妈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奴隶弯又乱套 先是舰队被烧 然后阿斯塔波和冤凯两座城都纷纷又被奴隶主夺了回去 无垢者只能照住迷邻 无暇塌顾 更要命的是龙妈之前关注的两条龙 现在龙妈不在他俩就绝食了 小恶魔说那也不能把龙给饿死呀 龙妈要是回来了非得弄死我们 于是小恶魔鼓起勇气走进密室 小心翼翼的安抚两条龙 然后轻轻的打开了龙的镣铐放龙自由 这样最起码他俩就不会饿死了 小恶魔气喘吁吁的走到门口对小灵通说 以后我再冒出来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 请给我一拳让我保持清醒 随后小恶魔又让小灵通安排 跟阿斯塔波与冤凯反叛的奴隶主们谈话 小恶魔还是很能看清形势的 既然无法武力镇压那就和谈呗 灰虫子一听这话极力反对 我是不会跟敌人求和的 小恶魔说求和这种事 从来不都是只会跟敌人求和吗 小代也说奴隶主反复无常 切不可信 小恶魔解释道 我这只是外交手段 你们不懂 接下来奴隶主与小恶魔等人开会协商 其中一个奴隶主 就是之前花了一枚金币买下过小恶魔的人 如今再见面之时 没想到曾经的小奴隶竟然混得这么好 小恶魔说之前女王太理想化了 光想是废除奴隶制 可她却没有提供一个新的替代制度 所以女王现在决定给你们七年的过度时间 让你们的生意慢慢转型 那些奴隶们慢慢消化 说完小恶魔又给几位贵宾上了点特殊服务 其实在我看来小恶魔这个做法是挺正确的 虽然我不是很懂政治 但是我知道清朝末期想从君主制改成君主立宪制国家 原定计划好像是要13年完成 然后有一些激进派分子拼命倡议加快步伐 恨不得一夜之间国家就改革成功了 结果清朝后来的命运众所周知 所以任何制度的推进都要留有足够的时间差 否则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事后灰虫子和小代对小恶魔是诸多埋怨 认为七年对那些奴隶们来讲简直就是煎熬 小恶魔说那有什么办法 咱们又灭不了他们 有多大能耐咱就办多大事吧 一天夜里乔拉和南宠达里奥终于找到了龙妈 三人商量了逃跑计划 刚好当晚各个部族领导人在一起开会商量事宜 然后龙妈进屋把火盆给推倒了 那茅草屋见火就着烧得别提有多快了 一群大老爷们吓得鸡蛙乱叫想冲出房间 但是门外的侍卫早已被杀 门还被拴上了 然后这群家伙命丧火海 而龙妈则毫发无损的从大火中走了出来 众人见状纷纷下跪 龙妈又成为了这群游牧民族的统领 待到天亮龙妈想好好感谢一番乔拉 因为自己之前两次放逐了人家 而人家还对自己不离不弃 龙妈过意不去想靠近乔拉 可乔拉却赶紧后退 她撩起袖子给龙妈看自己的胳膊 病菌已经蔓延到整条胳膊了 龙妈双眼含泪向乔拉道歉 然后她向乔拉下了一道命令 让她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也要找到治愈自己的方法 等到治好病后 龙妈要她再伴自己左右 随后龙妈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开向迷林 这时大龙卓梗也恢复了体力来接龙妈了 这方游牧民族骑兵看见有这么一条巨龙 便死心塌地的成为了龙妈的追随者 紧接着奴隶主们驾驶着大量舰船来攻打迷林 这群家伙也真是脑抽了 这么好的提议竟没接受 突然金子塔上传来一声巨响 龙妈架着她的龙回来了 她质问小按摩 你就是这样帮我打理城邦的 小按摩说迷林没有了 奴隶主义已经形成自由市场了 民众生活的越来越好 这就让当地很多人意识到 没有奴隶主生活会变得更美好 所以这也就触动到了奴隶主的蛋糕 他们是狗急跳墙才来攻打迷林的 龙妈说算了我还是杀光他们吧 小按摩赶紧反对 然后又拿出龙妈的老爹疯王的故事来说事 可这时一枚大石头砸烂了窗户 龙妈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怒火了 正好这时奴隶主代表又找上门来 要求龙妈投降 结束他对奴隶湾的统治 龙妈也懒得跟这群人废话 骑上龙便去烧奴隶主的舰队 而这些舰船面对龙这种又能飞又能喷火的生物 完全束手无策 谈指间好几条战船被烧毁 奴隶主顾的士兵望风而逃 战场局势急转直下 小按摩说我们之前达成了协议 而你们却不讲信用 你们剩余的舰船我们会全部没收 而你们也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说吧灰虫子上前一刀杀了俩奴隶主代表 剩下的一个小按摩让他回去告诉其他人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 这下奴隶主彻底被吓破了胆 并且损失惨著 估计以后也都不敢反叛了 没过几天 习恩和他姐姐亚拉竟然也来投靠龙妈了 哎这是咋回事呢 咱们往回岛岛 说说铁群岛这边的故事先 有一日铁王老八的弟弟邮轮找上门来 他趁四下无人之际 把老八推下悬崖 摔死了 后来在老八的葬礼上 亚拉向下面人下达命令 一定要为父报仇 他以为自己是无可争议的继任者 但其料下面人根本不服 由一个女人来当国王 过了一段时间 习恩终于千里迢迢赶回了铁群岛 刚开始亚拉还以为 习恩这时候回来是跟自己争夺王位呢 习恩说王位非你莫属 我之所以回来只是为了辅佐你 那有了习恩的支持 亚拉觉得自己肯定稳坐王位无疑了 但到了大选之日 叔叔幽伦再次出现 他现场拉票 许诺给大家诸多好处 导致铁群岛绝大多数家族势力 都倒向了幽伦 然后幽伦就成为了铁群岛之王 亚拉和习恩只能带着一众追随者 连忙开船跑路 他们还偷走了不少船只 而幽伦带上王冠下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要捉拿自己的侄子和侄女 第二个命令是让所有男人都去伐木 让所有女人都去纺织船帆 他要造战船千艘统治世界 这和口气还怪不小来 后来无处可去的习恩和亚拉姐弟一商量 干脆去恶索斯大陆那边跟龙妈合作 他现在势力极其庞大 也只有他才能帮自己报杀父之仇 并且夺回家园 所以后来习恩和亚拉就找上了龙妈 可是小恶魔对习恩完全没有好感 他知道习恩曾经烧死了史达克家的俩小孩 习恩把详情说了出来 并把幽伦也想跟龙妈合作的意图告诉了龙妈 龙妈问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合作 而不是跟胜算更大的幽伦合作呢 亚拉说因为他不光想给你带来他的战船 他还想带给你他的钉钉 言下之意就是幽伦想通过跟强者联姻的方式 共治天下 而亚拉的话 龙妈就无需担心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们姐弟俩都没有这东西 亚拉和龙妈相谈甚欢 他请求将来龙妈夺下七国后 允许亚拉统领铁群岛自立为王 小恶魔说万一今后所有的投靠者都要求自立为王 这可咋整 龙妈对亚拉说我同意你的请求 但前提是我们七国还得是大一统的国家 你首先得认可我是最高统治者才行 并且你们铁群岛日后也不可再行奸淫掳掠之事 双方最达成协议 此时的龙妈要兵有兵 要钱有钱 要船有船 要龙有龙 时机成熟已经完全具备反攻维斯特洛大陆的条件了 他先叫来男宠达里奥 把奴隶湾的事宜全都交给他来全权处置 但这男的只爱美人 不爱江山 自己别扭了半天死活不同意 龙妈劝了半天 他才勉为其难答应了 随后龙妈又见了小恶魔 他正式任命小恶魔为自己的女王之首 并亲自把首相徽章佩戴到了小恶魔的胸前 看到这儿我不禁感叹到实至名归啊 历辛苦难的小恶魔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了首相 随后龙妈的军队乘着战船浩浩荡荡的开向了维斯特洛大陆 他这个搅局者势必将会给七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咱来想想很久都没在出境的布兰吧 他消失了一整季 在第六季中重新回归时的布兰的这个小眼缘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三眼乌鸦整天带着他看以往的历史 有一天他看到了史达克老爹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时间是在劳伯推翻蜂王的统治之后 史达克老爹带人前来寻找自己的妹妹 因为他妹妹之前虽然许给劳伯了 但是他妹妹却跟蜂王的儿子雷家私奔了 不过劳伯以为是雷家绑走了自己的未婚妻 所以派史达克老爹把未婚妻夺回来 那看守老妹的护卫是当时七国非常厉害的剑士 史达克老爹这边虽然人数众多 但却被人家一一砍翻 最后这位剑士是在跟老爹决斗时被人偷袭而死 看来史达克老爹也有不光彩的过去啊 随后史达克老爹进入塔楼见到了妹妹 而他刚刚诞下一子身体正虚 他求史达克老爹帮自己把孩子养大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尤其不要告诉劳伯这是雷家的孩子 否则劳伯绝对会杀掉这个婴儿的 史达克老爹只得答应 然后妹妹就撒手人寰了 而这个孩子后来被史达克老爹谎称为自己的私生子 当然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他 想必大家看到这也都猜到了他就是雪诺 同时也就是封王的孙子 他是正统的坦克利安家族的王子王孙 根本不是什么私生子 雷家是他的父亲 那也就是说龙妈是他的姑姑 亲的哈可不是表姑 这下布兰就知道雪诺的身世身份了 原来他不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算是自己的堂哥 有一天布兰趁三眼乌鸦睡着之际闲来无事 自己用意念瞎看着玩 然后他就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死人军团 布兰走进死人军团的队伍 想近距离观察一下他们 万万没想到夜王竟能看到这个意念化的人体 他抬手就抓住了布兰的手腕 布兰尖叫着醒来 驴开袖子一看 果然有一个爪印 三眼乌鸦说他碰到你了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的位置 你必须赶紧离开 说着三眼乌鸦就再次与布兰共同陷入记忆之中 似乎要让他看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大家则赶紧开始收拾东西 没过多久 夜王亲自率领着异鬼和死人军团 来到了大树洞这里 精灵之子们与敌人展开决战 只为给布兰赢得逃跑的时间 紧接着三眼乌鸦都被夜王给杀了 小梅和阿多拖着布兰从后门逃跑 然后阿多以一己蛮力 顶住门不让死人们涌出来 小梅冲阿多大喊 这时布兰在意识世界中 和小时候的阿多刚好四目相对 小阿多顿时出现幻听 倒在地上就开始抽抽起来 嘴里也不停地念叨 念顺流了之后就变成了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阿多只会说一句 阿多用生命堵住了门 挡住了僵尸 为布兰逃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他是一个死得很伟大的小人物 不过小梅的体力毕竟有限 而死人们却又穷追不舍 就在死人们马上就要抓到布兰和小梅之时 一个披着斗篷的人出现 连烧了好几个死人 他把小梅和布兰都扶上马 一起逃离了死人的追捕 不是我就纳了闷了 之前不是说布兰将来会飞吗 飞翔技能呢 其实布兰没有任何外在技能 只是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存在 当然这已经很牛叉了 到了安全地区之后 救他们的人才摘下面罩 原来他竟然是班杨叔叔 他从第一季就消失了 可能大家都忘了 当年他是守夜人的首席游骑兵 他说当年他们一行人来到长城以北进行侦查 结果碰上异鬼全都死了 自己也被一把兵刀刺入体内 他觉得自己也正在转变成一个异鬼的时候 森林之子找到了他 然后就帮他驱散了魔法 不过班杨叔叔已经算是死人了 确切说他是一个自己留有思维意识的异鬼 后来三眼乌鸦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 时刻准备着拯救未来的新任三眼乌鸦 随后班杨叔叔就把布兰和小梅送到了长城脚下 他说长城的根基刻有古老的咒语 自己无法通过 剩下的路你们就自己走吧 OK讲完布兰 咱再来看看君临城这边都发生了什么 审判日这天大麻雀召开所有人来参加听证会 所有教徒与众多王公贵族齐聚大教堂 唯独国王和寺后没有出席 嗅觉敏锐的玛格丽立即意识到了什么 说寺后明知道缺席的后果 但他仍然这么做 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压根没有打算承担后果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而大麻雀不相信玛格丽 玛格丽想走 他还让人拦着不许走 在最后关头 大麻雀也意识到玛格丽可能是对的 但紧接着砰的一声大爆炸 在场所有人被野火炸了个粉身碎骨 就连周边许多贫民老百姓也跟着遭了殃 伺后一招就把所有人都送走了 真是够狠 他抓到之前羞辱他的修女 让摩山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另外提一句 荆棘女王没有死 他之前离开郡丽城又回高厅去了 所以躲过一劫 经常来到小托国王这边 心地单纯的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爆炸 他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被炸死了 他也知道是谁炸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可令人心痛的是 他对幕后黑手完全无可奈何 因为凶手就是自己的母亲 小托的心里实在承受不住这份打击 最从高楼院下摔死了 所以荆棘女王之前说 伺后是一个愚蠢的女人 真是慧眼石珠 他培植了一个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势力 他本想只是搬起一块石头 吓唬吓唬正敌就可以了 结果不自量力的他搬起了一块 自己根本就拿不动的石头 然后手滑虽然砸死了对方 但也同时砸残了自己 与此同时 詹姆和波龙带着大军凯旋归来 还没进城就远远的看见 军林城上空飘着浓浓的烟雾 万分担心的詹姆加快脚步赶回城中 然而小偷国王的葬礼都还没演呢 色后便在王宫大殿里自封为王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合适的王位继承者了 总不能找个外人来做吧 感觉色后的经历有点像武则天 詹姆站在大殿一旁冷冷的看向色后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不认识眼前的这个女人了 说完军林城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山姆这边 这期讲的故事线路有点多有点啥 没办法 谁叫这些人都单独行动了 我少讲了谁 接下来大家都会看不懂 所以我也很无奈呀 山姆带着吉利和孩子一路南下 才经过自家封地的时候 想拐回家一趟探探亲 最重要的是 他想把吉利母子安置在自己家里 他在马车上千叮宁万主妇吉利 要他配合自己撒两个谎 一小詹姆是山姆的儿子 吉利不是野人 这样山姆的爸妈才会接纳吉利和孩子 一进家门 老妈和老妹热情地拥抱了山姆 那山姆家也是个大户人家 姓塔利 在当地也算是名门望族了 山姆虽然是长子 但并不受老爹的待见 因为塔利家族世代以武为荣 现在家里竟出了个山姆这种胆小如鼠 只会读书的吃货 塔利老爹当然就很失望了 所以他就把山姆送去当守夜人 想让他磨练成一条汉子 而塔利老爹则扶植小儿子 作为继承家业的人 晚上一家人却在一起开心地吃饭 唯有老爹看见山姆就没个好脸色 喂喂 好歹你跟你儿子也是多年没见了 至于一见面就这样掉脸子吗 席间塔利老爹忍不住又对山姆发火 我让你去当守夜人 是为了把你锻炼成一个男人 结果你可好 在那又干上了文职工作 你还是那么软弱肥胖 只会读书 你天天看书中那些 比你强一万倍的人的英勇事迹 你都不害臊吗 吉利听到这实在忍不下去了 他说山姆一点都不软弱 他不仅杀过野人 他还杀过异鬼 小弟一听哈哈大笑 别扯了 那玩意儿根本不存在 吉利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山姆是你俩夹在一起 都远比不上的勇士 塔利老爹问 那些东西都是在长城以北 你是如何亲眼目睹的 吉利直言不讳 我就住在长城以北 塔利老爹咬着牙说 你是野人 我竟然在自家大厅招待了一个野人 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能只是个妓女 毕竟除了妓女 还会有哪家姑娘 能看上山姆这样的男人 可我真是高估了山姆呀 山姆你这是在报复我吗 此时老妈听到那儿 也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站起身便走人了 塔利老爹接着对山姆说 明天你就给我滚蛋 至于这个野人 我可以收留他在厨房里干点杂活 而你的野种我也替你养着 我算是对你仁至义尽了 啊塔利老爹的这番话 真是刷新了我对父亲这两个字的认知 山姆忍气吞声 只为给吉利母子安排个容身之所 但是当晚山姆又反悔了 他要带着吉利母子一起离开 以后在外面 无论混成啥样 山姆都不想再踏进这个家门了 不过临走前 他还偷走了家传宝剑 经过一路的奔波 山姆终于来到了学城 他向大学院递交了介绍信 暂时成了一名实习学士 当山姆看到这里的图书馆时 激动坏了 这里的藏书多得数不胜数 不过这有点不科学吧 中世纪时期 全人类的书籍加到一起 也没有这么多吧 那咱们最后再切一条故事线 淡定淡定 很快就结束了 镜头来到一群工人这边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干活 建造房屋 而这群人中 有一个力大无穷的人 看上去很眼熟 然后趁他牛脸喘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认出他了 原来此人是猎狗 他当时摔下悬崖后 对二牙说 除非从大石头后面 跳出来一个大夫 否则自己就死定了 二牙走后 没想到还真从大石头后面 跳出来了一个大夫 他治好了猎狗 然后猎狗就跟着他 一起过上了田园生活 突然某一天 撒土匪找上了这帮工人 要他们交保护费 领头人说 我们只是普通百姓 啥都没有啊 撒土匪听罢笑着离开了 随后大家继续各自干活 领头人来叫猎狗回去吃饭 猎狗说 披完木头就回去 可结果当猎狗回去时 所有同伴全都已经死于非命了 好心的领头人 还被活活吊死 本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猎狗 可这世道根本不给好人留活路啊 既然麻烦又来找上自己了 那自己就不得不再次出手了 全由第七季开场 就令人爽飞了一把 老瓦在家开庆功宴 弗雷家族齐聚一堂 这里就是血色婚礼的那个大堂 老瓦发表贺词 让大家举杯共饮 然后说你们当时屠杀史达克家族很爽吧 但是你们没有把史达克家的人杀光 这是一个错误 说着席上所有人开始哇哇吐血 老瓦摘掉假脸 果不其然是二鸦办的 二鸦轻轻松松就灭了弗雷家满门 替老妈和老哥报了血色婚礼之仇 简直不要太爽 他离开河间地时 再次来到多年未见的好友小胖子的饭馆 两人聊了一会儿 小胖问你接下来有何打算呀 二鸦说我要去君陵城完成一件 我做梦都想干的事 小胖问你怎么不回你老家临东城呢 反正剥皮家一家人全都死完了 What谁干的 小胖说你没听说吗 四生子大战 雪诺把小剥皮给灭了 重新夺回了临东城 他现在都是北京之王了 二鸦吃惊地看着小胖 简直不敢相信他说的话 你一定是在逗我玩 小胖说是真的人人都知道 那一刻二鸦内心激动的眼泪差点没喷出来 他赶紧放下手中的食物 跟小胖道别便骑上马匆匆北上 在他经过一片树林之时 遭到了一群狼的围攻 但是没想到领头狼 竟然是自己从小收养的那头冰原狼 他想让狼跟自己同行 但是狼已经在外漂泊多年 不愿意再回到他身边了 以后各走各路吧 不管怎样 二鸦看到自己的狼还没死就很开心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当年二鸦为何抛弃自己的狼呢 镜头来到临东城内 雪诺正跟各大家族开会商量 要如何判决那些背叛史达科家的家族 激进派表示 肯定要斩尽杀绝 连他们家的城堡都得给拆了 大家则说城堡是无辜的 我们需要城堡 只是那些家族成员不能再住进去了 雪诺说 这些家族跟史达科家并肩战斗了数百年 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家出了几个不孝子孙 就把所有人逐出家园 大家说你这样做简直是赏罚不分 搞得雪诺非常尴尬 雪诺说那些叛徒都已经死了 父亲犯的错怎能让孩子来承担 我不会剥夺他们的家园 我已经决定了 然后他让叛徒家族的孩子走上前 他说我们现在需要每一个活着的北京人 团结到一起 你们是否愿意从今往后站在我身边 与我一起战斗呢 小孩一听这话赶紧下跪宣誓效忠 三回后雪诺来跟大鸭谈话说 你能不能不要在众人面前质疑我呀 这样会有损权威 大鸭说难道我不能提出质疑吗 小乔就是一个从来不让别人提出质疑的国王 难道你觉得他是一个好国王吗 雪诺说你竟然把我跟小乔放在一起做比较 大家说好吧我确实不应该拿你跟他比 我以后会注意的 你很会统治国家 但你必须比老爸更聪明才行 过分的善良就是愚蠢 他害老爸掉了脑袋 这时有人给递上了一封信 是瑟后寄来的 要雪诺前往军林城屈膝认罪 否则就接受国王的雷霆之怒 大家说你太专注北方的敌人了 乃至于你都忘了南方的威胁也不可小觑 雪诺说你要是见过夜王率领的大军 你就会明白南方的威胁根本不值一提 镜头来到龙妈这边 他带人在龙石岛登陆 也就是原先老史的地盘 这里刚好有一个维斯特洛大陆沙盘 大家商量分析现在大陆的各方势力 提利尔侠族也就是荆棘女王那边 肯定是跟色后不共带天了 如果能拉拢到他们 那龙妈就能在南方有一个强劲的盟友 这时红袍女来访 龙妈问他有何贵干 他说我来是向你推荐一个盟友 北境之王雪诺 他曾经打开长城大门放野人进入 又让北境人民和野人团结到了一起 龙妈说 这倒挺新鲜的 看来雪诺是个人物 红袍女说 你可以照他前来问问他都见过啥 小恶魔说 我曾经跟雪诺也相处过一段时间 他为人挺正直的 如果拉拢到了他 那确实是一位非常可靠有价值的盟友 并且他跟兰尼斯特家也有着血海深仇 龙妈说 好吧 写信照他前来见我 但是他必须得屈膝服从于我 没过多久 雪诺就收到了小恶魔的信 信上还附赠了一句话 天下所有侏儒在父亲眼中都是私生子 这下雪诺就确信无疑 确实是小恶魔给自己的来信了 洋葱骑士说 异鬼怕火而龙能喷火 如果能得到对方的帮助 那 大家说你不会想建议北境之王 以身犯险去见龙妈吧 洋葱骑士说 不不不 这太危险了 雪诺正在犹豫之时 山母也给他寄来了一封信 他查阅古籍发现有一座龙京石山 就在龙石岛 对哦 为啥龙石岛要叫龙石岛呢 最早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有龙京石呗 雪诺在大会上说 如果我们想要打赢这场战争 我们必须要开采足够的龙京制造武器 看来龙石岛我是无论如何都得走一趟了 大家一听此话 忍不住又在大殿上反对了雪诺 你忘了我们史达克家 只要离开北京就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吗 龙妈那不是邀请 而是陷阱 你去了之后人家以你为志怎么办 各大家族长纷纷起身 反对雪诺以身犯险 雪诺说 我既为国王就应该保护好所有国民守卫我们的家园 可我知道接下来的战争 我们的胜算是有多小 死去固然有风险 但我不得不去 大家说 那你也没必要亲自去啊 派个使者不就行了 雪诺说 人家是让我去 如果我不亲自去的话 怎能显出我方诚意 令人家跟咱们站到同一阵线呢 我走之后 国王的重任就先叫到大牙你手上了 然后雪诺就带着洋葱骑士 一起去了龙石岛 这次路上的内容就没眼 直接一刀给切过去了 小妖魔与雪诺两大主角终于再次碰面 大家一边走一边聊天 突然一条巨龙从头顶划过 吓得雪诺和洋葱骑士连忙卧倒 我的天 以前只听说龙妈有三条龙 谁承想龙竟然这么大 不过这是本剧惯用手段了 只要来龙妈这边的人 都得先被飞龙刷新以下三观 站在高处的小灵通问红袍女 你极力撮合我们跟北境之王见面 而且你对她的评价赞不绝口 怎么现在人家来了你却不愿意见上一面呢 红袍女说我已经让烈火与寒冰相遇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说完她就走了 雪诺来到大殿 旁边的小带光介绍龙妈的头衔都说了一分钟 而轮到介绍雪诺的时候 洋葱骑士只说了句这是北境之王雪诺 龙妈几里呱啦说了一大堆 总之就是想让雪诺俯首称神 但是雪诺拒不下跪 毕竟现在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国王 自己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不能轻易向别的国王屈膝吧 龙妈说那你来这里干嘛 雪诺说我来这里寻求你的帮助 而你必然也会需要我的帮助 龙妈一听这话当时就乐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强大吗 你来的时候没看见那三条巨龙吗 只要我想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拿下军林城 洋葱骑士说你对付色后当然不需要我们 但是对付北方的敌人 你需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雪诺接着说你若是拒绝 估计你认识的所有人都活不过这个冬天 因为死人军团马上就要来了 大家一听这话的第一反应就是完全无法相信 雪诺问小恶魔 你认为我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吗 死人军团真的存在 异鬼统领着死人军团 而叶王又统领着异鬼 我亲眼见过他们 也亲自跟他们战斗过 一旦他们攻破长城 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在这 因为贵不贵的问题而争执不朽 简直是小孩过家家 到时候我们就完蛋了 小恶魔说我们对付色后的战争 已是箭在弦上 总不能突然停下来改变战略方针 去帮你们抗击死人吧 杨聪其实说如果我们不能团结一致 那我们都会死 无论是谁的枯骨坐在铁王座上还重要吗 龙妈说有着口舌之争的功夫 却不愿意下跪 当你宣布你是北境之王时 已是在公然叛乱了 这时小灵童跑进大殿说 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暂时打断了大家的谈话 龙妈让人安排雪诺先下去休息 雪诺问我是人质了吗 龙妈说现在还不是 随后小恶魔又来问雪诺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雪诺说我们需要龙金石 小恶魔将此事报告给了龙妈 然后龙妈又单独跟雪诺聊了一次 反正自己也没什么好损失的 所以就同意帮雪诺他们开采龙金石 这也算是在拉拢潜在盟友 雪诺表示非常感谢 尽头来到灵东城这边 大牙把这里治理的井井有条 有下人着急忙慌的喊他去城门 大牙心说这是咋了 便来到了城门口 一看竟然是布兰回来了 大牙直接泪崩上前抱着弟弟就抱头痛哭 可布兰却没什么反应 因为这个场景他已经见到过无数次了 人家现在是无所不知的存在 所以这样的人就不会产生什么情感了 随后大牙跟布兰聊天时 想让他当林东城领主 毕竟布兰是史达克家仅存的笛子 但布兰直接给拒绝了 大牙想要个解释 不过估计布兰之前也已经解释过无数次了 所以现在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了 接下来二牙也来到了林东城门口 士兵将其拦住 他自曝身份想要进城 但士兵说二牙早就死了 你少在这冒充他 二牙说你去叫那谁谁谁或谁谁谁来 他们能证明我的身份 士兵说你说的这些人都死了 那雪诺呢 我是他妹妹 他肯定认识我 士兵说北京之王不在 你别想冒名顶替 二牙说这事闹的 我连自己家都回不了了 家里没一个人认识我了 然后二牙偷偷溜进了城 士兵只好赶紧向大牙汇报 大牙瞬间就知道二牙去哪了 随后两姐妹在家里的地下室相遇 啥也别说了 先抱一抱吧 一开始史达克家的孩子 纷纷离开了林东城 一晃过去了那么多年 直到第七集 大家都长大成人了 才终于又在林东城相聚 不禁令人万分感慨 这都讲到第七集了 才发现第六集 有一点关于猎狗故事线的小尾巴没讲 猎狗抄起斧头去寻找的撒凶手 想给自己的伙伴们报仇 走着走着 竟遇见了兄弟会的那帮人 时间已过去这么久了 估计大家也都不认识他们了吧 我重新介绍一下比较重要的两位 一个是会复活别人的索罗斯 一个是兄弟会的头头贝里 这帮兄弟会已经抓到了 三个杀人抢劫的土匪 正准备吊死之时 猎狗上前说要亲自处决他们 然后猎狗就帮之前的伙伴们报了仇 不过这个仇报的实在是太轻松了 猎狗一下子又失去了方向感 不知该何去何从了 刚好兄弟会这时候正缺人手 因为他们受到光之神的旨意 要北上去抵抗死人军团 于是贝里就邀请猎狗加入了他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主要人物故事线都开始往一起汇聚了 毕竟故事都快接近尾声了嘛 也是时候让这些人互相碰撞碰撞 反观瑟厚这边 人才凋零四面楚歌 好像一点胜算都没有 他叫来詹姆商议国事 说我们的敌人现在东有龙马 西有金蹄女王 男有爱拉利亚 北有雪诺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詹姆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极为危险 并且我们的孩子都死完了 一个没有继承者的国家 你干嘛还要这么拼搏呀 瑟厚说为了我自己我也要战斗到底 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詹姆说就目前这个局势没有盟友的话 我们必输无疑 谁说我们没有盟友 镜头切到朝堂上 幽伦带着他新打造的海量战船来投 只不过幽伦野心极大 从不甘于人下 此次前来是为了娶瑟厚 瑟厚说我不信任你 你连你自己亲兄弟都能杀 还有啥是你干不出来的 幽伦说不着急 我知道赢得女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送礼物 我决定送你一份天价大礼 如果我不拿到这份礼物 我绝不再回君临城 说完他就走了 镜头来到龙妈这边 他召集了金鸡女王和艾拉利亚 以及亚拉一起开会商量 怎么对付色候 大家纷纷表示要集结所有兵力 全力攻打君临城 加上三条巨龙的战力 君临城肯定连一天都守不住 小按摩说派龙上战场 会让千万百姓葬身火海 龙妈也赞同小按摩的意思 说我不是来做焦土女王的 我们暂时不会进攻君临城 难道去求色候让给你吗 这时小按摩提出战略方针 让亚拉的船带着艾拉利亚的兵 从水上包围君临城 而君举女王的南方军 则在陆地上包围君临城 但是要围而不打 过不了多久 君临城内就会因断粮而发生内乱 龙妈的军队则趁机去攻打凯岩城 这样就能使色候首尾不能相顾 只要打赢了这场战争 色候大势已去 不怕他不投降 大家听吧觉得这样布局 虽然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君临城 但却能保证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不失为一个好战略 到了晚上灰虫子来找小代 他说他又要上战场了 以前自己从来没有害怕过 但现在他竟然有了恐惧 因为他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小代了 俩人糊涂心生 忍不住就滚了一下床单 只可惜灰虫子是个阉人 我倒很好奇这个床单该怎么滚 接下来亚拉和艾拉利亚 按照计划走水路去包围君临城 但没想到刚走到一半 竟遭遇了优伦的铁舰队 大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艾拉利亚和女儿们以及亚拉纷纷被擒 只有习恩胆怯的跳水逃走了 我就说狗改不了去厕所吃东西 优伦带着俘虏来见瑟厚 瑟厚开心的直接任命他为全国海军总司令 并答应优伦等赢了战争后 他就会嫁给优伦 一旁的詹姆瞬间感觉自己地位不保 他也想赶紧立功 否则就压不住优伦了 另外一边灰虫子带领的无垢者 倒是不负众望拿下了凯岩城 但正是因为凯岩城内并没有多少守兵 绝大多数士兵和粮食 在此之前已经被詹姆调走去攻打高庭了 他算准了凯岩城肯定会成为众师之地 于是干脆放弃凯岩城 趁高庭空虚之际直接拿下整个南京 不得不说詹姆在战略方面要远胜他弟弟小恶魔 你那点小意图人家掐得死死的 随后詹姆攻下城池来见金鸡女王 他说我这招还是跟少郎主学的 人吃一欠总要长一智吧 金鸡女王说你这仗确实打得漂亮 可惜我没有吃一欠长一智的机会 说罢他把面前的毒酒一饮而尽 然后亲口承认小乔是我杀的 詹姆气得牙根直痒痒 无奈这老太婆马上就得死了 自己也无法折磨他了 这里我另外提一句 金鸡女王的扮演者戴安娜里格已在去年离世 她年轻时非常漂亮 曾出演过帮女郎 是许多男性观众心中的女神 詹姆车军时带走了高亭的所有黄金 刚好这时候铁金库派人来催色后还款 他信心满满的告诉使者 马上就能还钱了 镜头来到龙妈这边 他跟雪诺相谈圣欢之时 小恶魔向他报告了战况 龙妈大怒逮着小恶魔一顿猛批 都是你的战略害我失去了所有盟友 说到底兰尼斯特还是你的亲人对吧 你不舍得向他们发起进攻 但我不能再做事不管了 小恶魔被说的无言以对 龙妈又转头询问雪诺的意思 雪诺说大家之所以追随你并不是因为你的实力有多强大 而是相信你能建立一个让所有人安居乐业的新世界 但如果你为了铁王座 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话 你就与其他统治者没啥区别了 龙妈气焰烧将 他决定暂时不去攻军林城了 但也一定要给兰尼斯特家的军队一些颜色瞧瞧 于是龙妈骑着飞龙带着大军去突袭詹姆带的军队 詹姆赶紧命士兵列队抵御敌军 但大龙卓梗一个龙焰就烧死了不少士兵 好家伙这还打毛线呀 詹姆的这种排兵布阵对付常规敌人还行 但人家可是将为打击呀 兰尼斯特士兵被龙焰烧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詹姆还在极力挽救局面 他号召弓箭手向龙妈射箭 只不过这种小箭师对大龙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 然后波龙趁机用猎龙弩箭向龙妈射出一只大箭 这一箭倒是扎在了卓梗的肩膀上 卓梗大叫着落地 他愤怒的一个甩尾拍碎了卤车 龙妈赶紧下来想帮卓梗拔掉大箭 詹姆瞅准机会捡起一根长毛就起码冲向龙妈 一个独守战士 无论自己有没有胜算 他都只会执拗且勇猛的向前冲锋 这一刻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咬 千军一发之际大龙挡在了龙妈前面 张嘴就要把詹姆烧死 幸亏波龙及时扑倒了詹姆 两人在水里躲过一劫 逃出生殿后 波龙大骂 你刚才那作死好吗 詹姆说 你看见龙有多可怕了吗 而且他有三头龙 也就是说 他要动起真格的来 我们毫无胜算 我得回去把这一消息告诉色后 战斗结束后 龙妈对敌方残兵说 向我下跪效忠的人可以活命 于是士兵们纷纷下跪 只有一个倔强的领军老头宁死不贵 他就是山姆的老爹 小奥摩劝了半天 但这老家伙死将死将的 龙妈想要烧死他 但小奥摩又劝龙妈说 可以让这老头去当守夜人 龙妈都已经同意了 但这老头竟然还不从命 说你不是我的女王 你无权处置我 紧接着他的儿子也站了出来 要跟父亲一起复死 小奥摩劝了半天也没用 然后龙妈用龙焰烧死了这对父子 以前我对塔利老爹没啥好印象 但人家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而死 确实值得被尊重 詹姆狼狈的回到军林城 此一役 几方损失极大 并且黄金也没了 他把战场情况告诉了色后 并且还告诉他 小乔不是小恶魔杀的 而是荆棘女王干的 色后把荆棘女王咒骂了一通 詹姆问他接下来有何打算 色后说我们能有什么打算 投降难道我们就不会死了吗 我们只有战斗下去才有希望活命 随后龙妈骑着龙飞了回来 降落在雪诺面前 没想到这龙对雪诺也释放出了善意的信号 雪诺壮着胆子用手去摸了摸龙 龙竟愿意乖乖被摸 这倒是让龙妈觉得挺稀奇的 不过我们作为观众早都知道原因了 因为雪诺身上留的也是坦克利安家族的血液 这时乔拉突然来见龙妈 龙妈见到她激动不已 乔拉说我不如使命已经治好了自己的病 现在我回来继续服侍您了我的女王 那么乔拉是怎么治好自己的灰灵病的呢 这咱就得往前倒倒了 当时乔拉来到大学城求医问药 大学士老头看见乔拉的病症 立即就给人判了死刑 说你顶多也就能活六个月 一旁的山姆说 我曾经见过老史的女儿 她的病症就没有蔓延 大学士说那是因为那个小女孩被发现的很及时 可是乔拉这都已经病入膏肓了 乔拉听罢也已不报任何希望 但是山姆得知她是守夜人前任总司令的儿子 于是就想放手一搏 偷偷给乔拉制止试试看 到了晚上山姆依照书中记载 一点一点的割掉了乔拉身上的病变皮肤 并且给她上了一种自己调试的药膏 过了几天后 当大学士再次来检查乔拉的身体的时候 竟发现她已经痊愈了 大学士把山姆叫到办公室先是臭骂了一通 你知不知道私自给人治病 很有可能会让你自己也被感染 如果你被感染的话 你就有可能传染给别人 你是想毁掉整个大学城吗 不过之前有很多学士按照这个方法都试过了 却没能治好病人 而你却做到 这个手术难度极高 你竟然能成功 说明你真的很有天分 那个人因你而活了下来 所以我决定奖励你不被逐出学院 乔拉痊愈后就再次去投奔龙妈了 而大学城又收到了林东城布兰的来信 布兰想利用大学城的微信里 让他们写信给所有领主派兵北上支援长城 但大学城里的学士们根本不相信布兰的话 山姆说我亲眼见过异鬼 我几年前亲自护送布兰出了长城 一个瘸腿小孩是怎么在长城外生存了好几年 你们应该相信他的 然而大学士说这也许是龙妈的奸计 他想让所有兵力北上去抵抗 根本不存在的死人大军 这样他就能长驱直入占领维斯托勒大陆了 晚上山姆向吉利抱怨道 这些大学士坐拥这么多书籍 有些禁书里明明记载了如何对抗死人大军 但他们就是不让我看 我们再耗下去也是毫无意义 于是詹姆趁夜色偷走了很多禁书 带着吉利和孩子驱车离开了大学城 布雷尼和普通波德返回林东城之后 一直没啥戏份 直到二压也回来 这天布雷尼训练波德的时候 二压走上前说 跟这样的人打有啥意思呀 正好我也好久没练剑了 要不咱俩打打 布雷尼笑而不语 压根没把二压说的话当回事 然后二压又说 你发过誓要保护我们姐儿俩的 难道你不想试试我的深浅吗 布雷尼一听 有道理好 那就来吧 但是你这把剑太小了 我们打起来不太公平呀 二压傲慢的说 我会尽量小心不伤到你的 于是布雷尼便向二压挥起了大剑 但是轻敌的他 瞬间瞄懂什么叫做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更何况这个女孩还消失了那么多年 最终二压以灵活的神法胜过了布雷尼 这以后到底谁保护谁呀 紧接着二压和布兰返回临东城的消息 就传到了龙石岛雪诺这里 随之而来的 还有布兰看到了死人军团的景象 据布兰来信所说 叶王就率领着不计其数的死人 向东海望行进 雪诺申请回到北京参战 当然最好龙马也能倾其全力相助 龙马说 我这一走难道把王位拱手让给瑟后吗 小阿摩说 瑟后之所以没把死人大军当回事 那是因为他觉得这就是拿来唬人的故事而已 但如果我们能让他看到证据的话 或许他就会做出让步 甚至还会跟我们联手对抗死人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抓到一个活死人 小林童说 就算我们抓到了一个活死人也无济于事呀 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进入军林城 把这个证据呈现到瑟后面前 这时小阿摩把目光看向洋葱骑士 毕竟洋葱骑士之前就是做走私生意的 洋葱骑士说 我把你偷渡进城没问题 但如果你被人发现的话 我可帮不了你 然后乔拉对龙妈说 我愿意为我的女王北上去抓活死人 雪诺听罢不该落后 也表示要亲自上阵去抓 因为只有他能让野人出人帮忙 毕竟长城以北 还是野人更熟悉那里的环境 此时龙妈面露难色 这几天相处下来 她已经开始有点喜欢雪诺了 她不希望雪诺以身犯险 不过本剧中所有人物的感情戏 都是被弱化的 所以这俩人突然感情升级 着实令观众有点措手不及 雪诺又发表了一通不太感人的感人演讲 简单概括就是执意要去 镜头一切洋葱骑士就把小恶魔 送到了军林城外的海滩 小恶魔此行是为了先见詹姆一面 以便他日后从中连线搭桥 然后波龙把詹姆骗到地下通道练剑 詹姆万没想到在这里 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弟弟 那一瞬间詹姆怒气只是差点爆表 他强压着怒火 看小恶魔究竟适何来意 小恶魔也不知怎么开口 只好先夸赞了一番哥哥 哎呀上一场仗你打的是真漂亮 我本以为奇袭凯岩城会打得你们措手不及 结果我反而被你牵着鼻子走了 詹姆说我曾许下承诺再见到你时 就把你砍成两半 你来这儿到底想干啥 小恶魔说你是一个军人 你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胜算 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者一定会是龙妈 不过如果瑟后愿意答应龙妈的条件 他愿意休战 詹姆说如果你是想让我们投降的话 你大可以去问问瑟后的意思 小恶魔连说不不不当然不是 龙妈只是想让瑟后看一件东西 另外一边杨松骑士在军林城中竟找到了小德利 当年他可是违抗老使的亡命 偷偷放走了小德利 而小德利胆子也真是够大的 竟然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继续做买卖 不过毕竟小乔国王早就挂了嘛 那自然追查劳博国王私生子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现如今小德利已经是七国上下数一数二的铁匠了 还没等杨松骑士张口 小德利就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现在就能走 于是他直接撂下自己的铁匠铺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小恶魔已经说服他来说服瑟后了 此时可看到科本已经升到了首相的位置 这个国家还真是没可用之才了 一个学医的怪老头竟然能成为女王之首 詹姆说我见到小恶魔了 他说龙马想跟你见面商谈停战协议 瑟后冷哼一声 我知道你以为群林城里发生了什么事能逃过我的眼睛吗 不过这时候如果停战的话确实比较符合我们的利益 更何况我又怀孕了 詹姆一听这话开心坏了 这可是我们的第四个孩子 然后他小心翼翼的问了句 你会宣称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瑟后毫不犹豫的说你 詹姆开心的抱着瑟后就啃了起来 诶詹姆真是被瑟后拿捏的死死的 接下来一行人就要去往长城了 龙马亲自送行 雪诺说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最起码你可以少一个跟北京之王打交道的烦恼 龙马说但是我已经习惯他总是麻烦我了 龙马这深情的小眼神 似乎彻底被我们家雪诺的人格魅力给征服了 本来他让人家来这里是为了征服人家的 这下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一路无话大家走水路直接来到了东海望 托蒙德和野人部落就驻扎在这里 雪诺把要抓死人的事告诉了老托 老托说你们真是疯了 不过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疯 然后他带大家来狱中看这几个人 竟然是兄弟会那帮人 大家相遇的第一件事就是吵架 毕竟之前有过太多恩怨了 小德利被兄弟会卖给过红袍女 乔拉的父亲就是前任守夜人总司令 跟老托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贝里劝大家都冷静一下 毕竟现在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 雪诺说没错 只要还是喘气的人 那现在就都是同一阵营了 说吧便打开监狱门把人放了出来 大家再一次踏上了长城以北的苦寒之地 一路上小德利不停的抱怨 兄弟会曾经把他卖给了红袍女 猎狗说你别搁这儿叽叽歪歪的了 你不是也没死吗 你看看这货 人家都死了六次了 也不像你这样叽叽歪歪的 走着走着突然有一只活死熊 向大家扑了过来 力量是大瞬间秒杀了几个不重要的小喽啰 索罗斯也被咬成重伤 大家好不容易才把熊杀死 紧接着又碰见了一只 由异鬼率领的小谷活死人士兵 众人埋伏突袭了他们 轻轻松松便抓到了一只活死人 但紧接着大地都颤抖了起来 看来是死人大军就要来了 雪诺让跑得快的小德利 先跑回东海望向龙妈报信 然后其余人则赶紧冲向湖中心的大石块 湖面结兵能承受住几人的重量 但绝对承受不住大军的重量 紧接着死人大军便包围了他们 而由于兵面破裂 他们暂时也无法靠近石块 大家只能这样干耗着 一夜过后索罗斯没能熬下来就死了 也是哈 能复活别人的人 一直活着的话 那主角这帮人以后就肯定立于不败之地了 他的技能就注定了 他必须得先死一步 贝里指着远处的夜王说 只要干掉内祸 其他所有的死人和异鬼都会直接死掉 猎狗说你啊还是小心点吧 能复活你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现在连靠近夜王的机会都没有 很快求求信就传到了龙妈这里 这是本季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金鸭飞得再快 从大北边飞到龙石岛 也得需要个几天的时间吧 而求求信却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传到了龙妈手里 龙妈收到求求信后 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骑上龙就想赶紧飞去支援雪诺 小妖魔一个劲的反对 也没能将之拦下 三条龙骑骑上阵飞向北方 镜头再次回到小湖这边 湖面经过一晚上的时间又给冻上 活死人们终于可以向众人伐起进攻了 这次他们很聪明没有一拥而上 而是一点一点的陆续来攻 这样就能尽量不踩破冰面 可即便如此 主角这拨人还是被源源不断的死人团团围住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为难关头三条巨龙及时赶到 炙热的龙验又烧开了冰面 大量活死人直接被烧死 然后夜王终于坐不住了 他投出一发飙枪 直接扎死了一头龙 这可给龙妈心疼坏了 雪诺也气得连杀了几只活死人 但看到夜王又想打出第二支标枪时 他就喊着赶紧让龙妈先行飞走 此时几个活死人把雪诺扑进了水里 龙妈实在救不下雪诺 只好带着其他人先走一步 大龙卓梗身发比较灵活 躲过了夜王的致命攻击 然后雪诺拼尽全力游了出来 他被冻得瑟瑟发抖 而且还要独自面对大量的活死人 基本上就是死定了 然而主角就是主角 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来救的 果不其然 班杨叔叔骑着马出现了 他把雪诺送上马背 而自己却留下来与活死人缠斗 然后班杨也没了 雪诺幸运的捡了一条小命 龙妈回到长城后很伤心 他本来对雪诺生还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起到这时一声号角响起 雪诺回来了 龙妈激动的眼泪差点喷出来 雪诺昏迷期间 龙妈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还真是挺牵肠挂肚的 但是你的龙都死了 也没见你有啥反应啊 雪诺醒来后一个劲的道歉 若不是这场抓捕行动 也不会害龙妈失去了一条龙 龙妈摇摇头说 若不是这场行动 我又岂会亲眼看到那么恐怖的死人大军 现在我可算知道他们的厉害了 我们必须消灭夜王 我们必须并肩作战 而此时的雪诺也终于愿意向龙妈屈膝称臣 只不过她的身体不允许 两个人只是深情的拉了拉手 镜头再次回到小湖这里 活死人士兵们用几条粗粗的铁链 把死掉的那条龙从水里捞了出来 然后夜王将其复活 成为了一条活死龙为己所用 这下死人军团也有了空中打击力量 他们的赢面更大了 那么活人阵营 是否能打赢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之战呢 我好像问了句废话 林东城内小指头的职业病又犯了 他想在大鸭和二鸭中间倒倒鸡毛 促成梁姐妹反目 早在大鸭还在军林城作为人质的时候 似后曾经要挟 让大鸭写信给自己的哥哥来军林城投降 大鸭被逼无奈写了一封信给少郎主 现如今这事都过去多少年了 小指头故意让二鸭找到了这封信 这样就能令二鸭憎恨大鸭 但小指头这么做的好处究竟是啥呢 我估计连编剧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剧情发展到这 原著小说还没写到嘛 小指头的智商突然跌到报表 着实令人无语 之前私生子大战时 他动用古地的军队来帮雪诺 就有点让人看不懂啊 以他自私自利的性格 他为什么要这么热心肠 随后大鸭偷偷翻二鸭的行李时 翻出来了一张假脸 被二鸭当场抓到 大鸭问这是啥东西 二鸭说能让我变成别人的东西 说着他拿起匕首走到大鸭跟前 如果我变成你穿上裙子 成为临东城主会是啥感觉呢 我只需要得到你的脸就可以了 不过紧接着二鸭并没有动手 而把匕首递给了大鸭 这算是一个警告吧 大鸭觉得自身安全受到威胁 赶紧召集人开会审判 并命人传唤二鸭来到大殿 当二鸭到了之后 发现两列占了许多士兵 他问姐姐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大鸭说我必须这么做 才能使我们家族免遭贼人算计 你被指控谋杀罪和叛国罪 你有什么好说的吗 小指头 小指头听到这儿 一脸蒙全的看向大鸭 合着这场审判 不是在审判二鸭 而是在审判我呀 小指头着急的问我怎么了 大鸭说你联合我姨妈 杀我姨父在先 又利用我姨妈的感情杀我姨父在后 你让我姨妈给我父母写信 说是兰尼斯特家的人杀了我姨父 从而激化史达克家和兰尼斯特家的矛盾 你和色后还要小乔密谋背叛我父亲 给他扣上了叛国的罪名 使他惨遭杀头 以上种种罪行 你可认罪 小指头说我当然不认罪了 你们又都不在场 哪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啥事 这时布兰开口说话了 你把刀架在我父亲的脖子上 还对他说我警告过你了 别信任我 小指头大吃一惊 这话他怎么会知道 小指头一看局势对自己大为不利 就想跟大家套近乎打感情牌 大家说你这个人就是自作聪明 总是喜欢挑起家族之争和姐妹之乱 你成功挑起了我妈和我姨之间的矛盾 现在又想挑起我和我妹妹的矛盾 我岂能饶你 小指头赶紧命令古地的一个家族长起兵 护送自己离开林东城 但人家已经看清了小指头的真面目 哪还会给这种人卖命 于是小指头只好跪在地上求饶 二牙上前直接用匕首将之封猴 这个不属于任何一方势力的家伙 终于领了便当 小指头的人生格言是混乱乃是阶梯 所以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喜欢把水搅混的家伙 然后从混乱中为自己牟利 讲完林东城 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军林城 龙妈的军队来到军林城外严阵以待 不过他们并不是来打仗的 而是抓到活死人了嘛 所以来这里谈判的 伺候交代摩山 要是接下来出现了啥情况 你先杀龙妈再杀我弟 最后杀雪诺 随后众人齐聚 军林城郊一处破败的竞技场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但大家互相之间都没说话 最后一个到的人是龙妈 主要是他得骑着龙来 让众人都看见自己的龙 从而起到震慑的作用 最后看见这阵势 不免心理打鼓 但表面上为了不输气势 所以显得很冷静 紧接着小恶魔和雪诺起身说话 不过雪诺要不要走到哪都披着棉披风啊 北京很冷披着也就算了 但你都来军林城了 那还捂这么厚干啥呀 雪诺说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支 不接受谈判 不接受投降 在战场上不留尸骸 并且还会越打越多的军队 听说军林城里住着100万人 他们将会为那支军队增加100万新兵 众后根本不相信雪诺的话 啥军队啊 这么邪乎 哐小孩的吧 然后裂狗背着一只大箱子走上前 打开箱子的一瞬间 一只活死人冲着众后就冲了过去 众后将之拦下砍成两半 但这玩意儿生命力极强 没了腿爬着也要继续攻击 手背砍断后 指头还能不停的动 雪诺说要想消灭它 必须用火烧毁 或者用龙金石杀死 如果我们不打赢这场战争 那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它 龙妈说我之前也不相信 直到我亲眼看到了他们 像这样的活死人 至少数以十万计 优伦看到这儿有点做不下去了 问他们会游泳吗 雪诺说不会 优伦说太好了 我将带着铁舰队返回铁群岛 大陆上的事我是管不了了 我劝你们也快逃吧 说完就走人了 优优说这东西确实可怕 王室决定同意你们的停战请求 但是北京之王也要遵守停战协议 你必须留在北京 不支持任何一方势力 雪诺说我无法答应你的要求 不支持任何一方势力 因为我已经效忠龙妈了 这是雪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表明自己的立场 龙妈和大家都很吃惊 伺候气急败坏的说 那还有啥好谈的 你们都联手了 反正死人大军是从北方来 死也是先死你们 说吧伺候待人便离开了 这谈判没达成 大家都很失落 觉得雪诺完全没必要 在这个节骨眼公开此事 龙妈站起身说 我很感谢你的忠诚 但我们为了来这里达成协议 我的龙都牺牲了 你不觉得你那一句话 让所有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吗 小妖魔说为了大局 偶尔撒一个小谎又怎么了 雪诺反驳道 我无法许一个 我根本做不到的诺言 当人们都言而无信的话 那语言就失去了意义 小妖魔说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 但当下如果人们连活都活不了 那真诚与谎言又有啥区别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补救 你们待在原地稍等 我亲自去找我姐姐谈谈 龙妈走上前说 我大老远跑过来 不是为了让我的首相被害的 小妖魔说 如果现在回家的话 你的龙就真的白死了 说完他就孤身一人走进了宫殿 颇有当时雪诺 只身一人去野人大营谈判的大气风范 小妖魔见到色后后 他就先把龙妈给咒骂了一头 哎 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竟然如此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小妖魔说 大姐 你怕不是有啥误会吧 龙妈根本不想停战 他早就想摧毁军林城和你的统治了 要不是我天天苦口婆心的劝他 作为一个女王 不能伤及无辜 咱们家族早就没了 色后问 他若真想这么做 那他干嘛听你的 小妖魔说 这就是龙妈跟你的区别 龙妈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 所以留我在身边 以防他自己做出不理智的举动 然后色后又跟小妖魔翻起了旧账 小妖魔说 如果杀了我能让你消气的话 那你就杀吧 这时魔山把剑抽出了一半 就等着色后下令 色后咬着牙把这口气咽了下去 因为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要是这时候把小妖魔给杀了 那龙妈必然血洗军林城 随后俩人又谈了许多不太重要的话 小妖魔从色后的表现中 发现原来他又怀孕了 于是他抓住这个点 使色后又回到了谈判桌 色后说 我同意停战 也同意派兵北上去援助你们 死亡是冲我们所有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并肩作战 等大战结束之后 我希望你们能记得 我曾鼎力相助过 大家终于得到了色后的承诺 各自回去开始部署 但转头色后就交代詹姆 不能派兵去援助北方 詹姆说 你明明答应的好好的 王室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色后说 我不会让我的军队去替别人卖命 如果龙妈他们都搞不定死人 难道我们的军队去了也是白搭 就让他们自己去战斗吧 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詹姆说 可我已经做了承诺 如果这时候我们背叛他们的话 无论将来哪一方赢了 我们都死定了 色后说 就算我们去了 难道将来就不会打仗了吗 我已经卖掉了高亭 重新得到了铁金库的资助 并且我还在厄索斯大陆那边 买了2万的雇佣军 趁他们打仗之时 正是我们好好发展的时候 而且幽伦并没有逃走 他实际上是跟我演了出戏 他去厄索斯大陆那边 携我们的雇佣军了 詹姆顿觉自己完全不受重视 伺候啥事都不跟自己商量 并且当着那么多人 答应了协议 竟然出尔反尔 詹姆说 不管怎样 我是已经发过誓要北上了 你不遵守协议 我管不了 但我必须遵守我的誓言 于是詹姆一人一马 便趋向北京 镜头来到布兰这里 有人敲门进来 原来是山姆回来了 他想问问布兰这些年 在长城以北都发生了啥事 可布兰现在说话 那叫一个西字如金 我反而觉得 他自打成为三眼乌鸦后 还不如小时候那样可爱了 布兰说 雪诺就快回来了 我打算把他的身世告诉他 他不是我父亲的私生子 而是雷家和我姑姑的私生子 雷家就是疯王的儿子 也就是龙妈的哥哥 坦格丽安家的私生子 都应该姓沙德 这时山姆打断布兰说 不是这样的 我曾在总主教的日记上 看到他亲自给雷家和你姑姑 秘密主持了婚礼 所以雪诺不是私生子 而实打实姓坦格丽安的嫡子 也就是说雪诺是嫡子嫡孙 比龙妈更有资格当七国国王 当晚一对姓坦格丽安的男女 就滚起了床单 孤直乱伦的惨剧 终究还是发生了 竟然来到长城之上 老托和贝里正在巡逻 突然看见异鬼 带着大量死人军团 压向长城脚下 而后天空一声龙啸 夜王骑着火死龙就飞了过来 老托连忙大喊 令人撤下长城 火死龙随即喷出蓝色的火焰 直接把长城给烧出了一块巨大的缺口 完蛋 活人阵营本以为还能在长城这边 利用地形优势死守一搏 结果他就像马其诺防线一样 完全没派上用场就垮掉了 已经矗立了数千年的长城 终于还是倒了 紧接着死人大军 长驱直入长城以内 那么接下来 大家又该如何对抗 这支强大到几乎无敌的军队呢 龙妈和雪诺带着手下军队 浩浩荡荡的开进临东城 本来北京人还对外来者有点蔑视 但两条巨龙从天空划过 可把这群没见过世面的乡下牢给惊呆了 雪诺一进城 第一眼就看见了布兰 他开心的下马就扑到了人家身上 龙妈也走过来想跟雪诺的家人客套两句 但是布兰打断大家说 没时间客套了 你的一条龙已经被夜王转化成异类了 现在长城也已倒塌 死人军团正在南下 大家听吧 美姿姿的心情瞬间荡然无存 联盟召集所有组长开军事会议 雪诺决定放弃黑城堡及北方所有要塞 并所有人加速退到临东城 集中优势兵力在临东城跟死人军团大干一场 但是大家更关注的是 雪诺已经宣誓效忠龙妈了 这就意味着他不再是北京之王了 大家对于这件事还是挺介怀的 散会后雪诺来到临东城的大树下散心 二牙走过来说 你变矮了 你妹的明明是你变高了好不好 然后俩人相拥在一起 上次见面时 雪诺曾送给了二牙一把细剑 如今再见之时 这把细剑都已经跟随二牙很多年了 接下来洋葱骑士和小恶魔以及小灵通 在城墙上商量 雪诺目前的位置确实是挺尴尬的 但是如果他和龙妈能联姻的话 那不就完了 这样齐国也终于能迎来一对像样的统治者 不过眼下大战在即 这种事只能等到战胜夜王后再说了 然后龙妈带着乔拉来图书馆找山姆 说我听说是你救了乔拉 等我登上王位后 我认为大学城应该换一番新气象了 而你立下了大功 让山姆来当大学城的老大 山姆很开心 说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如果不麻烦的话 能不能请女王陛下赦免我的罪过 龙妈问你犯了啥事啊 我之前离开大学城时偷走了几本书 龙妈一听这话当时就乐了 山姆接着说 我还从我家把我父亲的剑给偷走了 那可是塔利家族世世代代相传的宝剑 龙妈一听塔利二字 瞬间意识到他爸就是之前在战场上被自己烧死的那位 然后他把此事如实相告给了山姆 当山姆得知自己的父亲和弟弟都被龙妈烧死的时候 他强忍住泪水走出了图书馆 而布兰刚好就在外面等着他 布兰说 你是时候把雪诺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了 山姆连忙摇头说 你是他兄弟 你怎么不去告诉他 布兰说 他不是我兄弟 你才是 于是山姆只好来到地下室跟雪诺见面 山姆说 龙妈处死了我父亲和我弟弟 就因为他们不愿屈从于他 我想问问 如果换成你的话 你会这样做吗 雪诺说 我也曾处死过不遵从我命令的人 山姆说 但你也宽恕过成千上万不愿意下跪的野人 雪诺说 当时我又不是国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用考虑那么多呀 山姆说 你有所不知 其实你一直都是七国之王 你是雷加和史达克老姑的儿子 你的真名叫 伊耿坦格利安六世 伊耿这个名字 在坦格利安的家族历史上 总共有六个人叫过这个名字 第一个就是开国国王 他带着三条龙 征服了维斯特洛大陆 出了最南边的多恩 第二个是短命国王 没啥可说的 第三个把国家治理的还不错 只不过在他任期 所有的龙都死掉了 第四个是雍王 据说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位国王 第五个就是那个瞎眼老学士的兄弟 由于瞎眼老学士拒绝当国王 所以王位才轮到他来做 第六个不用多说了 男主角雪诺 雪诺听爸生气的说 我爸是一个那么讲信誉的人 如今你告诉我 他隐瞒了一辈子关于我的神事 山姆说 那是因为他向你的母亲发誓 要保护你 你想想看 劳国要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他岂会容你 史达克老爹不是你爹 而是你舅舅 雪诺摇摇头说 可现在龙妈才是国王 你说的这些话 简直就是在叛国 山姆说 我说的是事实 你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甘愿放弃自己的王位 他能做到吗 一日龙妈来找大家聊天 龙妈问 我觉得我们俩时间好像有什么矛盾 你不太喜欢我 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说我哥喜欢你 但是男人常常会为了女人而做蠢事 我哥被感情左右了判断 龙妈说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夺回铁王座 直到你哥的出现 为了他 我暂时放下了我毕生的目标 跨越半个世界来到这里 接下来 我还会为了他 而跟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一支部队战斗 你告诉我 到底我们俩谁左右了谁 大家一听这话 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是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是我失礼了 俩女人刚刚达成和解 大家紧追着问了一句 那打完仗之后呢 我们北京人不想再向任何人屈膝称臣 我们只想自立 这时龙妈收回了自己温暖的笑容 看来任何事都不能跟自己的权利欲相提并论 只要是领土统治问题通通没得退让 这时下人来报 喜恩带人来到临东城了 两位女士接见了他 龙妈问 你姐姐呢 喜恩说他以您的名义 去铁群岛收复失地了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之前亚拉在海上 被幽伦的手下押送时 被喜恩带人劫走了 亚拉想趁幽伦主力军 都不在铁群岛时 趁机夺回家园 而喜恩觉得他已经救出了姐姐 现在是时候去北方报答史达柯家了 亚拉说万一龙妈败退 总得有个地方能落脚啊 我去拿下铁群岛 你真的还想去临东城吗 喜恩迫切的点了点头 那你就去吧 于是喜恩就马不停蹄的赶了过来 至此这家伙也算是被洗白了 龙妈一听以自己的名义 收复失地这种话就很开心 他就希望大家都认可 他这个主子的合法性 然后喜恩看着大家说 我此次来临东城 是想为史达柯家而战 大牙你还愿意接纳我吗 大牙感动的流着泪 上前抱住了喜恩 最后一个身披斗篷的家伙 进到了临东城内 此人就是詹姆 詹姆旅途劳累 看起来相当的沧桑 但是布兰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詹姆看见布兰立即就呆住了 要知道布兰的半身不随 就是拜他所赐 紧接着大家就召开了 审判詹姆的大会 龙妈咬牙切齿地说 就是你曾经杀了我父亲 背叛了我们家族 你姐姐说要派兵北上援助我们 看来他还骗了我们 詹姆说他也骗了我 他根本无意北上 只是想趁机发展自己的实力 但是我发过誓要为生者而战 并且我打算守势到底 小阿姆想帮詹姆说话 但龙妈一句话就噎死了他 詹姆就是仰仗着 你会帮他说话才敢来这儿呢 然后趁我不被指使 一刀割开我的喉咙 大牙也跟着喜红说 没错我们绝不能相信他 他曾经在大街上袭击我父亲 詹姆说我那么做也是为了我弟弟 此事道歉的 然后布兰说那你为爱所做的事情呢 好嘛这句话彻底让詹姆哑口无言了 如果布兰把他将自己 从高处推下的事抖出来 那詹姆今天必死无疑 这时布雷尼站起来说 我了解詹姆的为人 当年他就是为了保护我 而断掉了自己的右手 如果没有他的话 大牙也不可能活到现在 是他给了我武器和盔甲 让我找到大牙并护送回家 因为他向史达克老妈发过誓 尽管那时史达克老妈已经死了 色后还要他追杀大牙 可他却选择遵守对史达克老妈的誓言 大牙听罢说 我最相信的人就是布雷尼 我甚至愿意把生命托付给你 既然你那么信任他 那就让他留下来吧 龙马问雪诺 你怎么看 雪诺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 于是龙马也同意詹姆留下来了 事后詹姆来大树下找布兰 为当年做的事情表示歉意 布兰说你当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嘛 詹姆问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布兰说你还能帮我们战斗呢 我可不想你现在就死掉 詹姆继续问那战斗之后呢 你会说出此事吗 布兰说你怎么知道还会有之后 看来这个大先知对未来非常不看好呀 然后詹姆又分别找小按摩和布雷尼叙旧 城门这边野人和守夜人兄弟 以及贝里都从北边撤回来了 雪诺想上前拥抱艾迪 但却被老托一把抱住 老托说死人军团马上就要来了 现在还没回到熏陵城的人 估计都已经为夜王而战了 雪诺最后一次召集大家商议作战部署 这里很多人都有台词 但我简化一下大家知道傻意思就行了 雪诺说所有的异鬼和死人都源自于夜王创造 只要拿下他其他的敌人都会不战而死 詹姆说若真是这样的话 他绝对不会暴露自己 布兰说他会暴露自己的 因为他要来找我 他想要消灭这个世界 而我是这个世界的记忆 想要能问那我们把你藏起来 他又怎么能找得到呢 布兰说我身上有他的印记 他总是能知道我在哪 所以我还是直接在神木林里等他吧 然后席恩自告奋勇 愿意在神木林里守护布兰 其他士兵则被分成了几拨 有城里的有城外的有城墙上的 毕竟林东城里放不下那么多士兵 散会后大家享受最后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这一期明显内容不够硬拖来凑 我剪几个比较重要的说 二牙不想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 于是就找上晓德利帮自己开包 詹姆手下没有士兵 所以目前隶属于布雷尼回家 而詹姆反而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册封了布雷尼为骑士 手下册封将领 我还是头一回见 雪诺在战前把自己的绅士告诉了龙妈 对于龙妈来讲 统治的合法性是她最看重的事情 雪诺的绅士无疑破坏了她的梦想 但这时战斗的号角突然吹响 她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 上到城墙上观察敌情 夜王率领的大军已经来到了临东城外 我知道大家等这一刻等得花儿都谢了 激动人心的生死大战终于来了 这一集应该是泉油中最长的一集 众将是在城外聚集严阵以待 这时红袍女骑着马慢慢悠悠的走到镇前 然后口念咒语 刹刹斯 刹刹斯 纳斯佛纳达 刹刹斯 刹那间草原骑士所有弯刀都燃起了火焰 乔拉身先士卒带队冲向黑暗 士兵们嗷嗷着 士气非常高涨的就冲了过去 但是只见一片明亮的火炬兵 很快被淹灭在了黑暗之中 其余人健壮心里都毛了 这好歹也是几万大军冲了过去 都不再听着响的 过了一会儿只有乔拉和几个富商的士兵撤了回来 城墙上的龙妈立即不淡定了 她转身想骑上龙去干死人军团 雪诺说夜王也在啊 你这时候上阵太危险了 龙妈没搭理她 执意要骑上龙参与战斗 不一会儿的时间 大量火死人士兵便冲了过来 跟我方大成一团 我方视线不清晰 被敌人虐得极无还手之力 这时巨龙的龙燕 从天而降 烧死了许多火死人 顺便也帮大家起到了赵明的效果 随后悠悠的Eddy 因为救了山姆而被杀 当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大家就开始往城里回撤 撤回来后就想点燃 提前安置好的路寨来抵挡火死人 只不过由于夜王的到来 周遭空气异常寒冷 再加上暴风雪肆虐 大家根本无法把路寨点燃 然后红袍女再次发功 念了一通咒语后 成功点燃路寨 拖住了火死人的步伐 不过火死人既聪明又勇敢 还非常有团体意识 少量火死人一个一个的走进火堆 用自己的尸体 扑出来了一条道路 其他士兵踩着他们的尸体继续攻城 丝毫不给活人阵营喘息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火死人闯进城中 有个死巨人来回挥舞自己的兵器 令人根本无法靠近 这时小熊女大吼着便冲向了他 死巨人将之抓起 手掌发力 只听见小熊女骨骼断裂的声音 他活生生的把这个小女孩给握死了 但是小熊女临死前 掏出匕首刺向了死巨人的眼睛 跟他同归于尽了 天空中龙妈和雪诺 分别架着两条龙跟夜王的那条活死龙进行缠斗 大龙卓梗还是很厉害的 一番战斗后 活死龙被他给撕了 夜王从空中掉了下去 但是雪诺的龙体力不值也迫降着陆了 这时卓梗就制空在夜王的前上方 龙妈恶狠狠的说了句龙焰 刹那间炙热的火焰喷向夜王 感觉所有东西都能被烧成渣渣 但是万万没想到 当大火灭却时 夜王竟毫发无损 他拎起一根冰长毛就向卓梗投去 卓梗只好带着龙妈先行避开 而雪诺想趁机冲上前要了夜王的命 且要夜王运工将刚刚死掉的士兵 重新复活为己所用 雪诺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他被卡在了众多活死人之中 幸得龙妈及时赶到 用龙焰帮雪诺解了围 而其他人好不容易把活死人杀得差不多了 现在新一波的敌人又重新站了起来 不免让人瞬间失去了斗志 此时夜王已经进城去找布兰了 雪诺赶紧冲进城想去帮布兰 大龙卓梗只是刚刚落地休息了一下下 不料大量活死人爬到龙的身上 拼命的用剑刺他 卓梗只好抖了抖身体 但是一抖不小心把龙妈也给抖下来了 龙妈陷入了活死人的重重包围 危难关头乔拉赶到 与众多活死人展开厮杀 最终身中数刀而死 与此同时夜王已经来到了布兰这边 布兰对喜恩说了句 你是个好人 喜恩终于获得了认可 他抄起长矛便冲向夜王 但夜王反应速度极快 抬手就把喜恩给反杀了 就在他想斩杀布兰之时 二压突然从他身后飞了过来 夜王赶紧转身 一手挡住二压的匕首 一手掐住二压的脖子 二压把武器倒了一下手 然后用力的戳向夜王 这一下他再也无手可挡 夜王瞬间化成一坨碎冰死掉了 紧接着其他异鬼也纷纷爆炸 而活死人们就地倒了下去 这场仗终于打完了 活人阵营死伤惨重 但侥幸胜了 轰炮女朝着远方走去 现如今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后倒在雪地之中也死了 接下来大家给战死的人举行了葬礼 我来盘点一下死掉的重要角色 乔拉 红袍女 喜恩 优异的艾迪 贝里 小熊女 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哪个角色 是让你觉得特别惋惜的呢 后来大家又召开了庆功宴 小德利吃饱了就想退下 但龙妈将之教主说 你知道你父亲夺走了我家族的王位吧 小德利说 我知道老伯死了才知道他是我父亲 龙妈说没错他已经死了 拜拉喜恩家族的其他人都死了 只剩下你 那就你来继承封锡宝吧 小德利大吃一惊 说我只是个私生子 没权利继承家业呀 龙妈说 从今往后你不再是私生子 而是劳伯的合法儿子 你就是封锡宝领主 小德利一听这话开心坏了 其他人也纷纷举杯祝贺他成为领主 然后大家又开开心心的继续喝酒 只是老托口无遮兰把雪诺夸了个天花乱坠 还说他就是国王 雪诺赶紧转头看向龙妈 龙妈挤出笑脸似乎并不在意 然而紧接着他就生气的起身离开了 这一切被擅长察言观色的小灵通看在眼里 他知道接下来肯定要出大事 小德利离席后 第一件事就是来找二鸭求婚 二鸭说我就是跟你玩玩而已 你还当真了 对不起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谁家的夫人 久会散去 詹姆敲开了布雷尼的房门 被伺候伤透心的他 决定跟布雷尼好了 于是俩人享受了一把雨水之欢 另外一边 龙妈来到雪诺的房间找他 希望他把他绅士的秘密永远烂在肚子里 不要向任何人说 可是雪诺觉得至少应该告诉大鸭和二鸭 毕竟曾经他们都是自己的家人 龙妈完全不能接受 尽管雪诺一遍一遍的向他发誓 会永远效忠于他 但龙妈说这件事你一旦告诉别人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日雪诺还是忍不住把自己的绅士告诉了俩妹妹 他逼着俩妹妹发誓 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但是大鸭转头就把这件事又告诉了小恶魔 接下来大军开拔 猎狗和二鸭在此之前已先行一步 雪诺向好朋友们一一告别 并把自己的狼交给了老托照顾 因为冰原狼不适合在南方生活 在大家南下的船上 小恶魔又将雪诺的身世告诉了小灵通 小灵通问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此事 小恶魔说加上咱俩共八个 小灵通说那这就不再是秘密了 而是消息 他将会一传十十传百 而且更要命的是雪诺似乎比龙妈更受人民爱戴 小恶魔说如果他俩能结婚的话 联合治国不就好了 小灵通说可是他是他的姑姑 你了解我们的女王 你觉得他是一个愿意跟别人分享王权的人吗 小恶魔说算了别想那么多了 如果我们没拿下去那城 并且伺候最终获胜的话 他把我们都杀了 问题也就都解决了 小恶魔刚说完这句话 突然天空视来几只大剑 又弄死了龙妈的另一条龙 他的尸体直挺挺的栽了下去 哎呦你这张臭嘴啊 原来远处幽轮的剑船上都搭载了防空巨弩 这东西是专为杀龙而设计的 龙妈怒气直爆表 但他害怕大龙啄梗再死掉 于是只好先行撤走 而幽轮则掉转弩头 向龙妈的海上舰船射去 弩箭轻轻松松就击穿了大船 很快龙妈的大船都被击沉了 一些生还者游上海滩 但小代却被对方俘虏了 距离城里幽轮向瑟后再报捷报 瑟后开心的说 我们的孩子有朝一日将会一统天下 呃幽轮之前也跟瑟后干过修修之事 幽轮来当詹姆的接盘侠 瑟后下令关闭城门 只要龙妈胆敢来攻 就必然先害死无辜的百姓 而龙妈这边已经下定决心 要去打君临城了 毕竟自己损失了一条龙 小灵通一个劲的劝都劝不住他 很快君临城首战告圣的消息 便传到了临东城 布雷尼告诉詹姆说 龙妈损失了一条龙和舰队 以及他的贴身丫鬟小带 简言之龙妈必然带着他的雷霆之怒 血洗君临城 尔牙倒是很开心的补了一句 我一直希望处决色后的时候 我能再吵 不过看起来我是没机会了 得知此事后 詹姆是饭也吃不香 叫也睡不下了 他决定再次孤身一人 上路去君临城救自己的姐姐 布雷尼苦苦哀求詹姆 你救不了他的 何必去送死呢 求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好好生活好吗 詹姆说色后很可恶 但我也一样 说吧 骑上马便出了临东城 只留下布雷尼一人在原地伤心流泪 没过多久 龙妈便带着谨慎的无垢者来赌君临城的大门 这不是龙妈所剩下的所有军队 雪诺带领的陆地部队这时候还没赶到 小代先被绑于城墙之上 可以看到城墙上已经建造了许多大弩台 为了防龙空袭 色后也真是没少下功夫 这时君临城门洞开 首相柯文走了出来 小妖魔同为首相 便走上前说 龙妈要求色后无条件投降 而柯文回到 色后要求龙妈无条件投降 小妖魔说 柯文你是一个聪明人 你确定不要帮我拯救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无辜百姓吗 柯本说我只是传话的而已 况且你们仅剩的那一头龙根本不堪一击 小妖魔不想再与柯本废话 静止走到城墙下 对色后喊话说 你的统治已经到头了 但这并不代表你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 也请为你肚子里的孩子考虑考虑吧 然而色后根本听不进去 他并磨山砍掉了小代的脑袋 看来这仗是非打不可了 而这次龙妈肯定也不会再手软了 雪诺来到龙石岛想觐见龙妈 但小灵通提前来见了一下雪诺 因为龙妈已经对色后忍无可忍 必然不会再顾及君临城里的百姓了 所以小灵通觉得他并非是一个明君 小灵通希望雪诺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 然后登上大位 他坚信雪诺才是贤明的君主 但雪诺说龙妈是我的女王 我绝不会背叛她 而这一切被小妖魔看在眼里 他认为小灵通此举叛国无益 于是他就忍痛将此事告诉了龙妈 龙妈说在你得知了雪诺的身世后 你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你也没经过我的允许 就又转告给了小灵通 你有什么可说的 小妖魔赶紧认错 紧接着龙妈就派人去抓小灵通 并把他带到了刑场 在刑场上小灵通对小妖魔说 我真希望我是罪有应得 我真希望我是错的 永别了我的朋友 然后龙妈判处小灵通死刑 一道火光从龙嘴里喷出 把小灵通烧成了渣渣 事后龙妈对雪诺说 我早就已经说过了 你把你的身世说出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小灵通虽然是我判的死刑 但杀他的人其实是你妹妹大压 雪诺说 我根本无意争夺王座 你又何必非要揪着此事不放 龙妈说 你有没有意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民爱戴你 随后龙妈便告知小妖魔 他意已决 即刻向军临城进军 小妖魔知道再也劝不住龙妈了 于是又提出 开战之后 对方肯定不敌我军 如果军临城投降的话 他们会明装 并放下武器打开城门 届时请不要再继续进攻了 把伤亡降到最小 龙妈点头答应 然后告诉小妖魔说 你哥哥在试图穿越我军防线时 被我们抓了 看来他始终是放弃不了你姐姐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 但你如果胆敢再背叛我的话 那这将是你最后一次背叛我 小妖魔停吧 直接就跑去见詹姆了 完全不顾及龙妈的警告 他对詹姆说 这场仗色后毫无胜算 我在海滩帮你们准备好了一条小船 你找到色后后 带着他离开这片大陆 去过新的生活吧 然后他打开詹姆的料上说 我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还你这个人情 詹姆说 你放了我 你的女王会把你处死的 小妖魔说 如果开战之后伤亡不大 龙妈就能登上铁王座 兴许他会宽恕有功之人 詹姆含着泪 看着小妖魔似乎有点不敢走 他怕自己这一走会害死弟弟 而小妖魔说 没有你我活不到成年 你是唯一一个 不把我当怪胎看的人 说着两个大男人拥在一起 抱头痛哭 夜日 幽轮的铁剑队 以及军林城的城防部队 把所有大弩都上好了弩箭 只要龙妈赶骑龙来袭 定叫他有来无回 士兵们严阵以待 市民们纷纷找安全的地方躲 叶狗和二鸭混进了红堡 而詹姆被人群挤在闹市区 无奈詹姆只好绕道 从秘密通道往城堡里走 这时龙妈骑着飞龙 垂直着从天而降 这个角度极其刁钻 大弩根本射不到他 转眼间大龙啄梗 就悉数毁掉了 铁剑队的所有船只 龙妈进而来进攻 军林城墙上的大弩台 在城外站着 准备硬敌的雇佣军 还没反应过来 咋回事就被龙燕给烧死的差不多了 紧接着龙妈的军队冲向军林城 路空配合作战 很快龙妈的军队就战尽先机 可本向瑟后汇报战况 想让他赶紧躲躲 可瑟后坚信 替自己卖命的军队 会战斗到最后 他还有反胜的机会 然而事实情况是 伺候在城中的军队 一看两者实力实在相差甚远 干脆不战而降了 兰尼斯特加军纷纷放下武器 然后军林城的大钟也随之响了起来 龙妈轻轻松松就取得了胜利 但这时的龙妈已经杀红了眼睛 根本不想停下来 他继续驱使着大龙 肆意破坏城里的建筑 烧死城里的居民 他想把军林城的每一寸土地都烧焦 然后愤怒的灰虫子 向响兵投出了一记镖枪 毕竟他也想为心爱的女人小代报仇 此举令已经放下武器的兰尼斯特加军 重新拿起了武器 雪诺大喊停手 但根本没人听他的话 龙妈的军队大肆杀戮 不管是敌人还是贫民 更有甚者想要当街强暴女人 与此同时 詹姆在海滩上遇到了生还下来的幽伦 但是都这种时候了 幽伦这个神经病不知为何非要跟詹姆打架 他明知道伺候大势已去 但就是想拿着詹姆的人头去向伺候邀功 不是你就算把詹姆给杀了 伺候还能赏给你啥东西啊 俩人在打斗之时 幽伦捅了詹姆两件 好在都不太致命 而詹姆则一件要了幽伦的命 你说你图啥 另外一边 猎狗和二鸭来到宫殿下层 猎狗说 你再不走的话 你就会死在这儿 我这辈子都是为了复仇 所以我愿意为此付出性命 而你不是 你赶紧走吧 于是他成功劝退了二鸭 自己孤身一人朝上走去 刚好跟朝下走的寺后一行人撞上 他对自己的哥哥摩山打了声招呼 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为了杀死摩山 摩山看见猎狗眼睛都红了 他也想弄死自己的弟弟 寺后说 你得守在我身边保护我 然而摩山还是继续往下走 这时柯本又来阻止摩山 但却被摩山掐了脖子就给甩死了 寺后见状也不敢吭声了 只好溜着边从二人身旁经过 随后兄弟二人便动起手来 猎狗身法灵活捅了摩山一剑 但摩山之前已经被科本改造过了 所以他现在是极难被杀死的存在 摩山想用自己的经典招式 抠瞎对方的眼睛 然后猎狗掏出随身匕首 又插进了摩山的脑袋 没想到就这摩山都不死 眼看他又要把匕首拔出来 猎狗飞身前扑跟摩山一起 从高处掉到了下面的活海里 同归于尽了 随后詹姆在宫殿下层终于见到了色后 就目前的局面 詹姆啥都不用说 色后也愿意跟他一起走了 二人来到秘密通道 但由于场景坍塌出路已被毒死 色后抱着詹姆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我不想死啊 我怎么能这样死去呢 你说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 真是活该 詹姆安慰他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紧接着大石落下 压死了这对抱在一起的姐弟 这两位全由衷的重要角色 同时领了便当 同样的死法 詹姆好惨 但太便宜色后了 当军力城彻底被烧成一片白地后 龙妈站在高台上表彰三军的英勇表现 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 他不只要统治维斯特洛大陆 他还要去厄索斯大陆解放全世界 然后小妖魔走到他身边说 你竟然屠了一座城 说吧 摘掉自己的首相徽章便扔了出去 龙妈命吓人逮捕了他 然后转头看了看雪诺便走人了 这时二压出现在雪诺身边说 你的身份现在就是龙妈最大的威胁 有杀心的人我看得出来 后来雪诺来狱中探望小妖魔 小妖魔说 我背叛了我的好朋友 眼看着他被烧死 将来他的灰烬可以对我的灰烬说 看吧 我说的是对的 我以为我能引导女王 不让他铸成大错 但雪与火才是他的本性 我的父亲是大鳄之人 我姐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他俩这辈子杀的人 加在一起都没有我们的女王 一天杀的人多 雪诺一直想为龙妈开脱 但都被小妖魔一一怼了回来 看来龙妈是没得洗了 于是雪诺又来铁王座大殿见龙妈 只不过现在的大殿连房顶都没了 他想让龙妈放过小妖魔 龙妈说仁慈造不出我想要的美好世界 雪诺问你怎么知道 你想要造的世界是美好的 龙妈说因为我觉得那是美好的 雪诺问那其他人呢 每个人心中都有向往的美好世界 龙妈说谁叫他们无权选择呢 此话一出 雪诺就知道龙妈必然不是一个好君主了 于是在两人接吻的时候 雪诺痛下杀手捅死了龙妈 他抱着龙妈的尸体不停的流泪 这时大龙啄梗爬进大殿看见了这一幕 雪诺本想着龙把自己烧死得了 但大龙气得火焰乱喷就是没烧雪诺 最后卓梗又怒火融化了铁王座 似乎卓梗也知道是母亲一直追寻的权利欲 最终害死了他 大龙抓起龙妈的尸体 展翅飞向了远方 镜头一切小妖魔被提审 但审判他的人 竟然是维斯托洛大陆上剩下的权贵 大家问灰虫子 雪诺在哪 灰虫子说他是我们的犯人 如何处置犯人是我们的自由 大家说你们敢私自处置雪诺 也不看到我们北京数千将士答应不答应 灰虫子说别忘了我们无垢者 人数也不少 雅拉支持灰虫子处死雪诺 然后二亚说我哥要是死了 你一定会陪葬 这时洋葱骑士站起来说 我们互相杀来杀去的历史够悠久了 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和间地有非常肥沃的土地 你们无垢者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 灰虫子说我们不要回报 我们要的是公道 小妖魔说但这不是你说了算的 这应该由国王来决定 在场的诸位都是维斯特洛 有头有脸的权贵 大家应该选出一位新的国王 此话一出 土地舅舅率先站了出来说 我曾经眼力下过不少功劳 大家打断他的话说 舅舅你还是安生坐哪吧 小妖魔说这段时间我没事干 就思考这事了 布兰是最适合当国王的 他知晓世间的一切 他能更好地引领所有人走向未来 大家说可惜布兰无意执政 并且他也不能生子 小妖魔说那正好呀 世袭制本来就不扣 历史上有多少王子既残忍又愚蠢 但只因为他的身世 他就可以登上大位 而布兰当国王的话 大家就不需要担心将来 他的孩子来折磨我们了 以后国王要用选举制 来选出合适人选 布兰我知道你不在乎权利 但如果我们推举你当国王的话 你愿意加冕吗 布兰说你觉得我大老远 跑到这儿来是为了干啥 我擦原来你早就知道 自己会当国王呗 接下来众人投票 布兰全票通过 当上了新朝代的第一任国王 不过他只统治六国 因为大家还是希望北京能独立的 小妖魔给新国王鞠了个宫 就想转身走人 但布兰叫住了他说 我任命你为国家首相 小妖魔惊住了 说可是我不想当啊 布兰说我也不想当国王 这时灰虫子说不行 他必须受到裁决 布兰说他会受到的 他将终其一生为国家操劳 将功不过 后来小妖魔又来狱中看望雪诺 说无论把你交给哪一方 另外一方都会不满 所以我们的新国王 决定让你去当守夜人 雪诺问现在还要守夜人干啥呀 小妖魔说世界需要有个地方 接纳怪胎和罪犯以及私生子 言下示意 就算以后不需要守夜人了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撤 而守夜人依然是不能娶妻生子 终其一生待在苦寒之地 变相相当于流放吧 然后雪诺再次来到了北方 讽刺的是黑城堡里到处都是野人 老托就在这儿等着他 长城阻挡野人阻挡了数千年 到头来根本不重要了 然后大家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 洋葱骑士被封为海政大臣 波罗龙是财政大臣 布雷尼是御林铁卫队长 波德是御林铁卫 而山姆则成为了大学士 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安排是否还满意 山姆给另一个人写的历史书取了个名字 叫冰与火之歌 那么咱们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终于把全力的游戏给讲完了 我承认它的结尾并不尽如人意 有很多人只是听说全游结尾不好 就干脆不看了 而好事想说的是 尽管这趟旅程的终点 并不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地方 但这趟旅程的过程实在是太美好了 我们不能因为分别时的不满 而忘记了相聚时的快乐 感谢全游带给了我如此之多的 喜悦与愤怒 感动与悲伤 感谢大家这半年多以来的陪伴 我是好事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讲别的故事 你不关注一下吗